秦宇穿越平行世界,成为一枚新萌艺人 绑定系统,只要和女性亲密就能失去掉落的宝箱 于是秦宇急着拍戏上综艺的功夫 在娱乐圈悄悄打枪 开启宝箱能获得各种技能,演技卡,导演体验卡 剧本,歌曲还有许多神奇的物品 约会诗诗掉落男神级眼神演技卡 约会热巴掉落各种S级体验卡 约会大秘密掉落各种精品剧本,影帝级演技 约会天仙获得风神级单曲 直到有一天,东窗事发,网友们才发现自己的女神竟然全部都被秦宇霍霍 万人血书声讨秦宇这混蛋 至此演艺圈第一渣男诞生了 烦请订阅支持风雨阿古说频道更新,上正文 第387节,各大院线忙得不行,一些接电话小姐姐都快哭了 真的没了,你们别打了好不好 很快这消息就传到老板耳朵里了 院线大佬们也有点郁闷,他妈的,10%这么快就没了 什么鬼,再安排下去,那不全没了吗 还有很多人吗 是啊,黄总,人太多了 根本不够,犹豫了一下新工院线的黄总说 那就再放5%吧,老板,真的不够 直接全部放吧,咱们不能看着钱不赚呀 助理赶紧劝导 不行的,那边,算了,再放10% 不能再多了,咱们和特殊身份签了协议 好吧,不过老板,咱们这次是真的亏了 当初该听秦宇的话 三弟卖得太火,一放出去瞬间被抢光 那我咋知道,听到这话,黄总气得不行 秦宇这货一天巴拉巴拉的 谁知道他是不是在吹牛那么夸张 谁信呀,咱们都算好的 下面的院线根本就没几块 那玩儿子贵助理 助理走后,在办公室 黄总是又开心又难过 开心的是駭客任务可以赚不少钱给他 但难过的是少赚了很多钱啊 如果多弄点3D营幕 就算加价两倍,也有人买单 亏了亏了,劳资起码少赚了上千万 其他院线,大地万达新美伯纳这些和新公院线差不多 调整排片后基本上的都是在90%多一点 不是他们不想多排 只是吧,不行 要是早知道骇客任务能这么保 他们才不签什么协议 还有3D的事儿 大佬们心也是在滴血 也就万达好一点 他们3D营算是最多的 可以不够,看着钱赚不住 一个个别提多心疼了 倒是一些小院线无所谓 钱翠直接全部拍骇客任务 百分之百,反正咱们又没协议,就算是有也无所谓 大不了扯疲败,咱们也不怕 先把钱赚了再说 当然最受震撼的还是圈圈里的人 看着这数字,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之前是想到零点票房反应会很好 但没想到能这么好,2000多万呀 要是自己加入进去 还不爆炸,以后走出去排面十足 很多演员已经决定了 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晴云文化闯一闯 必须去闯一闯 尤其圈里的女明星 一个个眼红的不行 之前他们还笑话,柳亦菲卖身 被秦宇抓住之后 以前咸鱼的柳亦菲 这一年来跑了不知道多少伤眼 晚上说不定还要给秦云暖被窝 亏得要死 可现在他们后悔了 回得长字都清了 要是知道能有这么夸张 别说是让他们暖被窝 就是开火车也无所谓 骇客任务之后 柳亦菲人气甚至比大花还要恐怖 一部电影可以吃一辈子 当然,明星艺人们还有叛套 可圈里的导演看见数字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绝望了 太绝望了 2000多万的票房 他们就算是拼了命也做不到呀 陈凯歌 张义这些人还好 毕竟年纪大了 拍不了几年 但风小刚,乌尔山 陈可兴,徐安华 这些终生代导演 感觉到一股乌云笼罩了他们 要是在骇客任务没上映之前 他们还觉得自己比秦宇差不多 甚至有些人还觉得 秦宇是幸尽之辈 可骇客任务一出 所有人都哑口无言 感觉和秦宇生活在一个时代 不知道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今晚是很多人的不眠之夜 四日,星期六 夏日的天气已经渐渐炎热起来 小姐姐们也穿上的性感的小短裤 三三凉凉走在街上 绝对是一道美丽风景线 但有些人没空注意这些 已经订到票的观众带着好友赶紧前往电影院 剩下的人就只能坐 喂真的没了吗 一个大哥不死心地看着售票处 你们不是线下会预留30%票吗 先生真的没了 线下的也没了 刚开门就来了一大拨人 小姐姐都醉了 电影院一般来讲都会在线下留一些票 可没办法 票早就没了 早上开门不到半小时就被抢光 姐姐,真的没了吗 小妹妹,没了 后面排队的人气得不行 这么早就没了 不是开玩笑吧 我不相信 你们是不是高价卖了 对啊 这才不到11点 骗谁呢 见有人带头 没买到票的观众纷纷闹了起来 收票小姐姐吓得不行 赶紧让人叫经理 经理一出来 看见这么多人也背下了一跳 不过人家也算是老油条 赶紧给众人看了售空的数据说 诸位 我们绝对没骗人 大家看 下一场一共10个听 一共1800张票 一张都不剩 还有听吗 没了 见状 众人也没办法 经理又赶紧说 虽然没了 不过你们可以 经理暗示了一下众人 指了指旁边那些看好戏的人 电影票又不是身份证 是吧 各位听到这话 很多聪明人一下子就明白了零 赶紧往旁边的等候区走去 小兄弟 卖票不 啥 经理 小姐姐看见这情况赶紧问 咱们这样是不是坏了规矩 万一有人举报 咱们卖黄牛票怎么办 是啊 经理 被发现要罚款的几个工作人员 赶紧提醒 经理撇撇嘴 怕什么 咱们又没参与 回头弄个喇叭提醒一下 他们别被骗了就行 几天的事不用怕 不然这群人闹起来更惨 几个工作人员想小也有道理 反正就几天 问题不大 而且抢票也就这两天的事 华国很多地段好的电影院都发生了这事 不过他们也无奈 票没了 你看着办吧 很多观众也没办法 只能回头再去网路骂这院线 另一边 秦宇带着柳一飞等人在魔都路演 好了 感谢大家 谢谢 秦导别走呀 再唱一个嘛 对呀秦导 你和倩倩一起拜 秦导 我加钱 再来一首电影院里 观众们激动的不行 本来看完电影已经够惊喜了 没想到他们还被选中路演 快乐加倍 200多观众纷纷上前 这可把影厅的老板吓坏了 这你妈 要是秦宇出了事 杀了他也赔不起 赶紧去外面喊保安 好了 各位 下次咱们有缘再见 拜拜说完之后 秦宇赶紧拉着柳一飞就跑 黄小明还有李彬彬等人反应也不慢 赶紧跟住就跑了 直到来到休息室 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还没说话 电影院的老板就走了进来 擦了擦汗说 秦导真不好意思 戏院准备工作没做好 这个请你收下老板赶紧递上几个礼盒 一看这玩意 他是价值不菲 戏院的老板可不笨 虽然这些玩意儿得花不少钱 可要是秦宇下次不来他这影院 那才亏大了 每次秦宇露眼都能来这里 很快戏院就能出名 反正距离都差不多 万一能遇见秦宇露眼呢 一旦这习惯养成 戏院的生意不蒸蒸日上 不用了吧 也没事秦导你就收下吧 小玩意儿不值什么钱 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黄小明等人看向秦宇 你决定吧 那行吧 谢谢王老板了 好好 听到这话 戏院老板乐得不行 还想请众人吃饭 但秦宇拒绝了 点到为止 人家出手可不小哦 黄小明颠了颠手中的黄金链子 这玩意儿起码七八十克有的 几万块了A众人也打开盒子 笑了笑 别说还真事 一出手就是几十万 难怪能在这个地段开电影城 手笔不小 好了 你们缺这点吗 秦宇将礼盒直接塞进柳亦菲的怀中 在场的人哪个不是身家千万 上亿的不少 走吧 明天去浦东那边注意一点 别真的出事了 也是 几人点点头 说实话他们也没想到会这么火爆 隐迷们疯狂的很 休息了一会儿 几人一起回到饭店 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大家回放假 休息了两个小时 又跑到秦宇这儿 首日票房要出来了 昨天零点票房都超过了两千万 这首日票房 他们简直不敢想象 大家一起看那才少呀 秦宇也没办法 他还打算去柳诗诗家 饭店距离柳诗诗的社区不远 没想到这群家伙又来了 只能和柳诗诗说一声抱歉 另一边 柳诗诗家 诗诗姐 你怎么了 那扎看着柳诗诗有些失落 问道 没啥 你最近表演学得怎么样 柳诗诗放下手机笑着说问 本来他都准备赶那扎走的 自己的小情郎要来了 没想到有人会搞破坏 自己在房间不能看呀 真是的 不过柳诗诗也理解 以前他们讨今天磨到团路演的时候 也很喜欢往秦宇的房间跑 还好吧 只是蔡姐说我还得再努力 上部片子反响一般 那扎有些小失望 本来他以为自己条件好 长得漂亮 出道可以和自己的老乡热巴一样红红火火 结果都一年多了 还是不温不火 小有名气都算不上 那扎看向柳诗诗 一脸羡慕道 诗诗姐 真羡慕你呀 一出道就红得不行 有餐野魔道团 都活到国外去了 那算什么国外 有了一圈而已 柳诗诗笑了笑 真要说火还是黑客帝国 那扎点点头 他没事就往柳诗诗这里跑 其实就是想透过柳诗诗的关系 看看能不能在秦宇的电影里混个角色 当然那扎不懂这些 但有人懂呀 蔡一龙私下里和那扎说过 你要是真的想一泡而红 可以跟柳诗诗打好关系 以后努力了几个月 两人的关系算是出得不错 只是现在脸皮还很薄 那扎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是啊 诗诗姐 你和秦岛 看见那扎一副好奇的样子 柳诗诗也有点脸红 别提那家伙 老娘当初上了她的贼船 下不了 那扎呀以后记住长得帅 还会说漂亮话的男人都不能相信 柳诗诗也看开了 想住再过两年就和秦宇要个孩子 其他的 走一步看一步 她倒是想管 可没那经历 而且一说起这事 秦宇就会用行动 让她说不出话来 想想算了 反正男人都花心得很 都差不多 至少秦宇长得帅 对她还很好 那秦岛好过分 这次的女主角居然不选你 黑客帝国零点票房2000多万 A马上首日票房就要出来 说不定还真能破纪录 这倒是不怪她 柳诗诗摆摆手 我也演不了 太难了 便宜那臭女人 那我们再等等 把首日票房看了 再休息怎么样 好啊 两女坐在床上 柳诗诗将电脑拿过来 两人一边追着剧 一边等票房出炉 同时 饭店客厅里黄渤 张静等人也不停地讨论着 你们看见了吗 我曹 网上咋们黑客帝国的墨镜 封印还有皮衣都卖爆了 早看见了 特么的 这群奸商狗鼻自环真灵 黄渤吐槽道 转头看向秦宇 秦岛你这不管管 这些家伙明摆着 就是占你便宜 是啊秦宇 几人转头看向秦宇 有些生气 我怎么办 秦宇贪了贪手 举报了人家风店 马上又开另一家 屁的成本都没有 有个毛用秦宇翻翻白眼 这事他自然是知道的 但没办法 华国的大环境就是这样 盗版横行 再过几年会好一点 现在是一点用都没有 别说你秦宇是大导演 但三爷来了也没用 版权随便用 你要我 只要这些家伙20天之内 不把黑客帝国的高清版 流出去就行 其他的无所谓听到这话 众人也是叹了口气 是啊 没办法 嗨个任务都算是好的 有华影和腾讯 在背后看着 电影资源很难流出去 这已经算是很好 有些电影上映10天不到 网路上就已经有高画纸版 那还去电影院看个铁锤 哎呀 算了 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 你们说 咱们这首日票房能有多少 可以破了 阿凡达6100万单日票房记录吗 应该可以吧 听说今天票买得很好 3D黄牛票都出来了 确实 我看见网上不少人在兜售3D票 运选被骂惨了 坐在秦宇身边的柳一飞也很好奇 推了推秦宇问道 哎 秦宇真能破单日票房记录吗 问题不大健壮 柳一飞亚花子都笑出来了 这可是他主演的电影 而且戏份很多 人设也相当出彩 昨天回到饭店之后 晚上我这辈子看着微博 粉丝夸他 笑了好久 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着 你笑什么 秦宇趁住众人没注意 捏了一下柳一飞的屁股 你完了咱们的约定 要是票房破了记录 你就得变小少佛了 算算也没几天歌 柳一飞面色一僵 对呀 差点忘了这个 等等不对 谁和你商量好的 明明是你 我才和你没这个约定 做梦 你信不信我自己把玩意弄坏 我还真不信 混蛋 看着柳一飞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秦宇高兴多了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那就看败 对了 那天记得穿性感一点 要不就皮吧 柳一飞 骚聊了一会儿 看着时间也快了 黄伯赶紧把电脑弄来 然后喊道 秦宇 别调戏我们女主角了 快过来伯哥 柳一飞小脸通红 其他人倒是笑得很开心 柳一飞和秦宇两人 没事就粘在一起 要是两人没事打死他们都不信 不过嘛 他们也不在意 甚至觉得柳一飞运气挺好 要不是人家秦宇 就你那智商 以后只会越来越扑街 哪里会像现在火的 不要不要的 他就在黄伯身边 很快一众人又像是昨天一样围了过来 只是少了王长刚他们 秦岛等等 等我先缓缓 是啊 秦岛缓缓 首日票房能成功 咱们都可以开香槟了 好啦 别耍饱 秦宇摆了众人一眼 然后熟练的输入网址 所有人都凑了上来 瞪大了眼睛盯着荧幕 一眨也不 眨轻轻点击刷新 可能是访问的人数比较多 这次等了好一会儿 直到大家都有有点不耐烦的时候 数据终于刷新 星期六 单日票房第1 骇客任务 单日票房6920万 累计票房9300万 单日票房第2 特殊身份 单日票房200 累计票房7710万 单日票房第3 7000万 首日和零点加起来差点破亿 黄晓明激动道 整个人都在颤抖 不只是破了记录 要是依照一般的演算法 零点票房要算在首日之中 那就是9300万 真的差一点破亿 我靠 秦岛 牛比啊 哎呀 就差一点点 咱们该再努努力的 是啊 黄博一脸失望 要是再多700万 那绝对是能引起轰动 虽然现在已经轰动了 但谁不希望能更好 算了吧 伯格柳一飞说 我看了排片 差不多已经是极限180了 姚破亿很难的 听到这话 众人倒是冷静了不少 说的也对 现在国内票房的极限 单日差不多就是7000万左右 多也多不了多少 还是有点可惜 要是零点排片 再多一点就好了 廖凡说 再多一点肯定能破亿确实 你们还真是贪心 已经够了吧 秦宇听着众人的话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真当戏院是我家开的吗 想排片多少就多少 秦宇对这个票房已经很满意 只要不绷保持下去 破纪录真的不难 别忘了 他还有两次 羊妈宣传的机会 而且等到票房 慢慢下跌的时候 国家队还能进场 现在票房也看了 你们该走了吧 秦宇看时间还不晚 打算去柳诗诗家里玩 给柳诗诗一个惊喜 秦岛 找什么急呀 咱们去搓一队呀 是啊 秦岛 走吧 我请客 总行了吧 黄晓明也知道 秦宇的人设 秦老 抠 想让秦宇请吃饭 那绝对不可能 不如自己来 反正今天高兴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一会儿我要发微博宣传 一群人纷纷说道 秦宇想了想 也点头答应了 刚好肚子有点乐 吃一点来给晚上 补充点体力 十来天没去看柳诗诗 这女人应该恢复了不少 行 走吧 另一边 网友们自然是乐的不行 骇客任务果然没有辜负 他们的期望 成功刷新了 国内的单日票房记录 剩下的就只有 首周票房记录 和总票房记录 只要达成 那么华国也将终于结束被好莱坞大片所统治的时代 开始迎来新的纪元 娃娃 秦岛威武 刷新票房记录 七千万呀 我去 牛比 说实话 有预料到 特么的 今天劳资跑了半天 才终于在一个小县城找到一家影院 讲真的 电影很不错 拍得很好 秦岛是不错 刷新票房记录我也很开心 可是运选过分了 竟然卖黄牛票 这些混蛋一张三 币票竟然炒到了三百块 抢钱呀 你这算 啥 我这都上了四百 这话一出 很多加钱买票的观众也都愤怒了起来 他们也一样 想看三帝不加钱 根本买不到 嗨个任务 要是看普通常比三帝差的老远 大家也不是 却那几十块的人 只能硬住头皮加钱买 说的对 这些院线 吃相可真难看 明明都赚那么多钱 还要玩这些小手段 不要脸说的对 特么的 电影看得我心疼 要不是我女朋友 吵着要看三帝 过几天看也一样的 告他们 没错 告这群混蛋 没多久 黑客帝国黄牛票就被炒热起来 说实话 这事儿对秦宇来说 来算是一件好事 吃瓜群众看见 居然什么电影 居然还有黄牛票 一些平常很少看电影的人 也会有好奇心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扩大黑客帝国的受众群体 可对院线来讲 那就是灾难了 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收到了超过一千多的投诉 甚至有人直接检举到了光点那边 这个把院线吓坏了 他们也很委屈 真不是我们的锅子 我们又没参加黄牛票 那玩儿能赚多少 院线做的是长久生意 没那么短事 票全是一些黄牛买的 院线也没规定 一个人就只能买一张票 人家要包一个厅 省时又省力 我们总不能拒绝吧 很快发布通知 告诉大家我们没参与 但网友们根本不信 反而投诉还越来越多 黄总 快想想办法呀 再这样下去 咱们要被罚了 几个副总酬的不行 谁能想到会是这样 明明是赚钱的好时候 可竟然有人要搞他们 这要是光点还有市场监督局罚单下来 每个几百万根本下不来 这还不算 要是亭业整顿更惨 对呀 早知道就该听情语的 咱们多弄一点3D荧幕 老王你现在说 这个有个屁用 马后跑 我之前就说了 你说个屁 好 那 新工院线的黄总和赤道 特末的 都火上眉毛了 你们还潮有病吧 这样吧 赶紧去发布道歉通知 表示黄牛票的事 我们院线没参与 抓几个典型送去减肥皂 把责任先甩出去 然后这一个星期告诉下面的人 只要是来买黑客帝国3D票 一个人只能买两张 万一有人重复购买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 只能这样做 交引院的经理盯着点 一张两张就算了 要是大量兜售 或者他们参与进去 给我全部送出去当靶子 特末的混蛋 黄总知道 这黄牛票一定有自家院线的经理参与 回头被抓到 弄死这些混蛋 好的黄总 现在也只能这样 几个副总赶紧下去 小李 这盒茶叶给那位李先生送去 让他帮忙 还两天助理 掂量了一下手上茶叶盒 一下子就懂了 这份量可不是什么茶叶 指不定是什么好货 行 我马上去众人走后 黄总才松了一口气 越想越后悔 早知道就该听秦宇的话 这要是被人抓到了小辫子 真给星空院线停工整顿两天 特么的 能把他气死 不过黄总的担心还是多余了 其他院线可没空给他找麻烦 都在处理自家的事 星空院线被投诉 他们就没被投诉 怎么可能 赶紧找关系 处理了再说 另一边 秦宇可不知道都这么晚 一种院线大佬还仇的不行 还以为他们在数钱 酒足饭饱之后 让饭店的工作人员 将他送到了柳诗诗的社区 他打算给柳诗诗一个惊喜 悄悄摸到房门口 掏出钥匙打开房门 看了一眼 客厅没开灯 不过浴室的灯还是亮的 虽然喝了酒 有一点迟钝 但秦宇也很快反应过来 嘴角露出笑容 这女人应该也是看了首日票房 才准备休息的吧 她从轻轻打开浴室的门 烟雾缭绕中看见一个曼那身姿 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走过去一把就抱住了 然后贴住耳边说 诗诗 我来帮你 说完秦宇开始忙碌了起来 但浴室里的纳闸吓坏了 她刚刚和柳诗诗看完首日票房 惊讶的不行 秦宇的鬼骇客任务 破了华国的单日票房记录 将近七千万呀 刚才她幻想着 要是自己能成为骇客任务的女主角 能怎么样 女人嘛都是爱幻想的 那肯定能一举成名 可转念一想又失望的不行 怎么可能 秦宇连柳诗诗都没选 怎么会选她 就算是自己送上门也不可能 不过那扎也不气馁 再等等 等到和柳诗诗关系再好一点 看看能不能让柳诗诗 帮她从秦宇哪里弄个角色 那扎野心也不大 一个小配角都行 但谁能想到 她还没说 人家郑主就找上门了 那扎才看了电影 秦宇的声音简直不要太熟悉 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心里慌得不行 赶紧扒拉秦宇的手 诗诗 别生气 我这不是来了吗 乖一点 一会儿给你好吃的 说着秦宇把那扎在怀中 亲了一下她的小脸 瞬间那扎明白了什么 说实话那扎心里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转过头去 真要是被秦宇那个以后自己 但当秦宇准备下一步的时候 身为女人她还是忍不住了 赶紧出声道 请道别 我不是诗诗姐 听到这话 秦宇酒一下子醒了一半 摇摇头 睁开眼睛仔细看了看 发现确实有点不一样 有诗诗身材更丰满一点 一把将这女人转过来 那扎羞的不行 赶紧捂着 低住头不敢看秦宇 耳朵都红了 那扎 你怎么在这里 晚上我和诗诗姐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就一起回来了 秦宇看着这女人翻翻白眼 你倒是挺大方的 劳资进来这么久 便宜占了个便 你也不出声 再晚一点 今天你怕是得交代在这里 被水冲了一会儿 秦宇酒也渐渐行了 也算准那扎心里在想些什么 圈里想讨好她的女人简直不要太多 每天信箱里都会收到很多小明星的履历 还会附带写真集 微信上也不少 只要能加上的 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福利 秦宇不说话 扎低个头也不敢出声 看到了什么 脸越来越红了 头抬起来听到秦宇的话 那扎犹豫了一下 慢慢将头抬起来 秦宇上手摸着那扎光滑的小脸 然后抬起她的下巴 虽然这动作有点侮辱人 但那扎依然没开口 你今年几岁 二十手放开吧 那扎眼神中闪过一丝坚定 慢慢放开手 秦宇也没多说 直接将那扎抱在怀中 然后叼起她的小嘴 那扎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只能配合秦宇 几分钟后 将这女人已经快站不住 秦宇放开她说 骇客任务下映之后 记得来首都一趟 秦宇捏着那扎的下巴 记者穿好看一点 嗯 秦宇笑了笑 拍了拍这名女子的小脸 然后离开了浴室 哎 你不是不来吗 柳诗诗感觉有人抱着她 吓了一跳 睡意瞬间就没了 看见是秦宇才松了口气 不来怎么行 我听说女人再来大姨妈前两天都很急躁 秦宇捏了捏柳诗诗的小脸 一脸坏笑 要是没错的话 你应该没两天了吧 怀中的柳诗诗听到这话 瞬间脸就红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吐槽秦宇 可仔细想了想 好像还真有点道理 就离谱 讨厌了 你听谁说的 才没有 我不相信 给我检查检查 看你有没有钱坏事儿 滚蛋 有诗诗修得不行 忽然又觉得有点奇怪 秦宇身上怎么诗诗的 又赶紧摸了摸秦宇的头发 想到了那扎 急忙道 喂 你洗得澡 是啊 怎么了 你家浴室还不能用呀 那你没 有诗诗想问秦宇 该不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可转念一想 应该是没遇到 那扎回房间 秦宇才进去的 不然他一定能听见动静 算了 别乱来 那扎在隔壁房间 今天我和他一起去看电影来着 秦宇笑了笑 心里也暗倒 我不只知道你家小姊妹在隔壁 刚才还碰到了 你家小姊妹还挺懂事儿 被占了便宜 居然一句话也不说 那你应该跟你自己说 我又一般又不出声 秦宇才不管那么多 这样还更刺激 隔壁房间 那扎躺在床上 过了好一会儿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依然上下起伏着 心里很激动 我以后算是秦宇的人了吗 那扎觉得自己应该会有点生气 毕竟刚才在浴室 秦宇对他可不怎么温柔 甚至还检查了一遍 之后才说让他去首都 这种做法对一个女人来说 是很过分的 但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现在不但不生气 反而内心缓暗自窃喜 时不时还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我真的那么剪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是没办法 要是拒绝的话 我可惹不起秦宇那扎赶紧安慰自己 可骗的了 别人骗不了自己啊 诶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希望之后那家伙白调就行 正当那扎收拾好心情 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什么 红霞慢慢布满了整张脸 赶紧用被子捂住头 多是成年人了 那扎该懂的都懂 四日 昨天虽然睡得很晚 凌晨四点才睡着 不过 秦宇一觉睡得很香 直到早上十点才被柳诗诗叫醒 两人一边吃着早餐 秦宇环四处看了看 奇怪道 你不是说你小姐妹也在吗 怎么不叫人家一起吃 柳亦飞轻轻咬了一口三明治 然后美目刮了秦宇一眼道 人家早走了 都怪你 害我丢了大脸 早上柳诗诗送那扎走的时候 那扎看他的眼神可不一样 有些陌生 柳诗诗也气得不行 明明都告诉秦宇那扎在隔壁 这家伙一点也不收脸 脸都丢光了 哎呀 怕什么 人家那扎又不是小孩子 懂得都懂 说不定人家比你会的姿势都多 才没有 那扎人很不错的 很乖很乖嘛 秦宇心里暗暗道 确实挺乖的 脚踏干嘛就干嘛 都不带反抗的 秦宇想着既然柳诗诗 把那扎当成妹妹看待 以后钱脆让那扎叫自己子敷算了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 你干嘛 不许惦记人家 柳诗诗见秦宇发呆 赶紧提醒 别人不知道 柳诗诗还不知道吗 秦宇花心的厉害 行 我保证不主动 不过要是有人送上门 那可不怪我了 你想太多了 真以为自己是人民币 人人都喜欢你啊 那扎才不会 秦宇吃过早餐和柳诗诗 温存了一会儿秦宇回到旅馆 众人也准备出发今天的路演 到时没发现秦宇去偷偷打猎了一波 路上 秦岛 早上院线的道歉声明 你看了吗 笑死我了 不哥我也看见了 举报的网友好多 真搞笑 谁叫他们不听秦岛话的 李冰冰聊了聊头发 看得秦宇一眼继续倒 早就和他们说了多弄一点三 第一荧幕 他们不相信 活该就是 冰冰解说的对秦宇倒是没跟住吐槽 不过心里一阵爽快 当初在骇客任务发布会的时候 秦宇就提醒过那些混蛋 他们不听 之后过年他又提醒了一次 做的人还是很少 只有万达稍微多弄了一些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骂死活该 秦宇想着自己要不要找三叶出口气 停业整顿就算了 毕竟他也有损失 不过罚这些人几百万还是没问题 谁让你们这群混蛋不听他的话 好了 继续吧 今天跑完 晚上环得去荣城 大家加油 世情倒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四天已经过去 而骇客任务的票房没有丝毫下跌的趋势 甚至星期天环突破了7300万 又一次成功刷新了单日票房记录 现在上映四天票房已经破了三亿大关 总票房3.08亿 直接下退了人家地心力险截二 本来环球和新线觉得应该没事 隔了一个星期能有什么事 但没想到骇客任务会那么猛 现在上映成不成炮灰 他们不敢说 但肯定会被碾压得很惨 好莱坞的人也不傻 骇客任务本来就他们的电影好多了 再加上人家主场优势 打个锤子 优了 丢脸就丢脸吧 反正也就是被嘲笑一次 光线和秦云文化自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 狠狠在微博上宣传了一波 震惊 骇客任务吓退好莱坞大片 一大波网友纷纷前来吃瓜 看完之后乐得不行 不管怎么样 嘴里如何骂华国怎么不好 但其实多数人的心里还是有民族自豪感的 只是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有些失望 但现在看到秦云的电影直接喝退了好莱坞大片 但凡是一个国人都会觉得自豪感爆棚 庞福打了一场打胜仗 哇啊 琴岛威武 今天要喝一杯 黑客帝国可真厉害 那么的 直接把地心给吓跑了 哈哈 笑死我了 同意 看见地心撤荡 真是笑的不行 我还以为这货要硬钢 毕竟明天就要上映了 没想到跑了 真没意思 我还等着黑客帝国把好莱坞大片打得落花流水呢 这该死的环球竟然这么没骨气 跑 逃兵逃兵家 一 真把人家当傻子呀 换我我也跑 什么鬼呀 四天三亿 你马 打你妈个锤子 傻子才不跑 说的对 大家这么激动的时候 大家再去支持一波拜 现在三帝已经不紧张哥 是啊 兄弟们 这不支持 我去 你两个水军吧 加一 太明显了 不过说的还是有道理 我还没看过三帝呢 骇客任务因为地心撤荡热度又一次爆发 隔天票房来到7200万 竟然还上升了 看得圈里人瞬间成呆逼 还能这样 卧槽 什么鬼 这下只要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骇客任务的脚步 地心撤荡 下一个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是环太平洋 相隔了20多天 中间这20天 骇客任务要杀疯 同时 乔森这边也气得不行 他知道秦宇很鬼 没想到会这么鬼 他接到华纳那边的电话 秦云文化来了一波人 在好莱坞大肆吹噓骇客任务 尤其是地心撤荡之后 吹得更厉害了 之后看了电影 他们也觉得是一部好电影 联络秦云文化的人非常多 华纳要是再不出手 福斯 环球 索尼 迪士尼这些人可不会客气 甚至CEO杰夫告诉乔森 必须马上行动 赶紧将骇客任务收入囊中 乔森没办法 只能行动 森迪 秦 他们现在在哪里 乔森很无语 现在秦宇根本不在首都 现在还在路眼 他还得去找 部长 现在可能在航程 或者山城 具体 我们这边也没得到准确消息 因为害怕泄露 被围观 一般都是秦早上才决定的 乔森 见乔森面色不佳 助手赶紧又说 先生可以给秦打电话呀 不行 这种事在电话里哪里说得清 亲自去才算诚意 这点你必须记住 华国人很看重一个词叫诚意 之前秦宇和布朗合作 布朗是亲自从好莱坞过来的 森迪听到这话 点点头 确实如此 到底是在山城还是航程 很大可能是在山城好 我们立刻行动 是 部长 到了山城 乔森一行人赶紧联络当地合作商 气得要死 人家秦宇他们已经去了航程 想了想 乔森还是决定休息一天 但没想到第二天去航程的时候 秦宇他们已经录演完上飞机了 一连追了三天 最后乔森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询问秦宇 终于在骇客任务上映十天的时候 彭城见到了秦宇 咖啡厅 安静的包厢里 秦宇看着杂志 时不时来上一口咖啡 然后加了一块糖 特么的 什么破咖啡 三百多一杯 还没冰红茶好喝 环兰山呢 外国人就是能吹 什么冰美式 秦宇前世上班的时候买过一字 该怎么形容这味道呢 反正他活了几十年 没吃过这种苦 要了精命的那种 倒是旁边的柳一飞 看着手机喝着咖啡 笑得像是个二傻子 乐得不行 注意一点 什么事这么好笑 牙花子都笑出来了 讨厌 柳一飞赶紧收了收 嘴角又不自觉扬起了笑容 拿起手机 在秦宇面前晃了晃 一脸的一道 你看咱们电影上映十天 票房已经破了七亿 七点三耶 我粉丝们都说我演得很好 以前只是那些导演耽误了我 其实我的演技在同龄人之中 是最好的 但柳一飞觉得粉丝说得很对 她可是科班出生 出道就是女主角 之后的几年也一样 之所以后面铺了几年 是因为遇到了一群傻叉导演 不然的话 以她的演技和条件人气 早就该超过那几个大花 还用等到现在 柳一飞之前还怀疑自己 真是不应该 我果然是最棒的 秦宇嘴角抽了抽 草点太多 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吐槽 看柳一飞这样该不是当真了吧 这也信 难怪她这样渣男能活得这么好 全部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女人没脑子呀 实话实说 在秦宇看来 柳一飞的演技和人家大花 比起来差远了 就连小花中 柳一飞的演技都是垫底的存在 没柳诗诗好 也没赵丽颖好 甚至比不上人家杨米 之所以骇客任务的女主角 会选择这女人角色适合度上 柳一飞很占优势 这女人身手很不错 还有个原因 自然是柳一飞能帮她赚钱哥 演技 你有个锤子的演技 你高兴个屁呀 7.3亿了 想好到时候用什么姿势了吗 你喜欢后面还是前面柳一飞 混蛋 一边去 柳一飞脸红的不行 秦宇怂怂间没理着女人 反正到时候除非你跑路 不然绝对跑不了 柳一飞想想已有点害怕 过了一会儿轻轻拉了拉秦宇的衣角商量道 要不我帮你吧 不要那个 秦宇轻轻摸着柳一飞的小脸 一脸温柔的说 不要 我就要你 呜呜呜 放心吧 我会下手轻点 不过你最好准备一点止疼药 柳一飞 果然笑容不会消失 她只会从一个人的脸上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 柳一飞搭了个脸 秦宇笑得很开心 没过一会儿 郑主到了 秦岛 柳小姐 好久不见 秦宇看着风尘仆仆的乔森 还有她的助手 又差点笑出了声 她也问了知道 这家伙又多倒霉 跑了好几天才追到 坐吧 我的朋友乔森 要不要来一杯咖啡 荣幸之志 没过一会儿 傅生将咖啡端了上来 一开始两人也没聊电影 天南地北 什么都聊 慢慢的乔森觉得惊讶的不行 眼前的秦宇知识面很广 完全不像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秦岛 你为什么觉得漫威会跌入深渊 现在漫威可红火的不行 很简单 他们太助急了 而且 米国那边你比我清楚 为了迎合政治正确 塞进去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秦宇撇撇嘴 看似公平公正 其实已经走路歪路 还有我听说迪士尼那边缓准备将斯加丽和小罗伯特换掉 秦宇看向乔森笑着说 你信不信只要他们敢 那么这复联会跌一半这个 乔森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也知道漫威那边的难处 要是不换人 那么高昂的片酬恐怕会让电影帮溃 可要是换了的话 又害怕观众接受不了 秦宇看着乔森纠结的样子很好笑 这个世界比前世漫威要走的快不少 现在已经复联3已经上映 前世好像是17年才上映的 不过倒也没影响什么 剧情都差不多 之所以过了快两年 复联4都还没出来 就是因为紧不起 小罗伯特还有史加丽和克里斯太贵了 现在还在谈判中 明年都看到复联4都算好的 不过紫属金没啥看头 复联前三部倒是不错 后面的就有点拉胯 乔森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择 应该还是会保留吧 真要是换了人 恐怕很多影迷难以接受 行语点点头 乔森不愧是华纳的精英 判断力很强 好了 乔森 不说其他 你是想谈黑客帝国海外上映的事 懒得和乔森闲扯 秦宇决定快刀斩乱吗 早点将这事谈拢 其实他也很重于华纳 在好莱坞几大公司之中 华纳算是最早进入华国的 而且算是对华国比较友善的 听到这话 乔森也正惊起来 甚至还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伸手道 钱 请收版权合作开发 不过在华国内属于我 周边400万美金你们可以买断 其他版权收益我要60% 乔森听到这话皱起了眉头 秦宇的条件不算苛刻 但绝对不低 而且很多都是掐在密门上 想答应 乔森又觉得亏 秦 为什么要不周边分城 乔森 秦宇看向他 脸上满是细垢 我听说上部哈利波特似乎又亏了乔森 好 这个条件我可以答应 不过15%的分城 还有60%的收益太多了 13和50%如何 秦宇自然不会同意 开什么玩笑 等了这么久 就涨了两个点 做梦吧 要不是他没有海外管道 他不会和华纳合作 他可以保证的 就算是这个条件 华纳也能赚不少 比他都赚得多 两人拉扯了半天 最后乔森也没办法 好莱坞那边福克斯 已经有人准备来华国 现在福斯的CEO邓文帝 可是华裔 在华国人卖不浅 他可不想被截胡 秦 你的条件我可以答应 但需要一份对赌协议 需要黑客帝国海外票房 达到2.5亿 不然我们只会付出 刚才我说的条件 可以秦宇点头答应 但秦宇也不傻 提出自己的条件 不过要是票房达到2.5美金 我要求分成提高两个点 版权收益也提高两个点 乔森也很牙疼 眼前的秦宇还真是寸步不让 虽然他有着优秀的谈判技巧 甚至比很多专业的谈判专家 还要厉害 但很可惜 这些都用不到 因为主动权不在他手上 选择权也是一样 纠结了一会儿 乔森点头道 这条件我基本上同意 不过还需要华纳总部的同意 可以 秦宇点点头 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快一些 最近福克斯还有布朗 和我联系了很多次乔森 我知道了 最迟在明天晚上就能得到结果 两人握了握手 之后乔森带着助手离开 秦宇看着两人的背影 嘴角微微上扬 他敢保证华纳一定会同意 这条件并不苛刻 至于2.5亿美金的对赌 也不算难 前世黑客帝国 就算在千禧年初上映 也在全世界狂拦了 四个多亿美金票房 华国可没贡献什么 现在过了十多年 就算那帮大鼻子脸盲 2.5亿还是没问题的 呀 秦宇 你要发财了 我有份吗 旁边的柳亦飞虽然一直没出生 不过全城都看在眼里 要是骇客任务 全球票房真能达到2.5亿 就算刚刚是达到 那光是票房分成都有4000多万美金 换算成人民币 那就13亿啊 秦宇文化投资一半也有1.5亿 柳亦飞忽然觉得自己好穷 真的好穷 你想要 柳亦飞赶紧点头 那晚上在房间等我 咱们一次十万 去你妹的 才十万 老娘没那么廉价 秦宇看着休目的柳亦飞 心情大好 直接将她抱在怀中啃了起来 柳亦飞不断地拍打着秦宇 不过慢慢地也软了下来 没办法 习惯了 过了好一会儿 两人分开 柳亦飞眼镜里满是水雾 不过居然朝着秦宇伸出手 给我十万 你亲了我好久 给个屁 做梦吧 我又没上你 无耻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骇客任务》 已经上映二十天了 但是票房居然还有三千万 这个数字很难想象是一部 上映了快二十天的电影 甚至是7月15号 也就是上映十三天 《骇客任务》成功破了十一大关 然后妈花了半分钟的时间介绍 很多观众看见之后 又一次去电影院刷了一遍 虽然很轰动 但也只是前戏 今天才是真正的大头戏 《骇客任务》 在情云文化 光线还有华影的努力下 上映二十天票房 已经来到了十三亿七千六百万 距离华国票房记录 也就是卡车司机 08年创造的一千三百九十八亿 就剩下不到两千五百万 很有可能在今天 就能破了卡车司机的记录 情云文化周胖子 还有王长女 他们花了重金 不断地在网路上 号召大家去支持《骇客任务》 让新的记录 就在今天诞生 这手段的确老套的不行 可观众们买单呀 谁不希望华国票房记录 是由自己人创造 而且秦宇路人员非常好 今天去支持骇客任务的人非常多 甚至很多人跑着 连着刷了两遍 晚上 今天也是路演的最后一天 江城希尔顿酒店 秦宇带着众人 结束一天的路演 回到房间 所有人的脸上 已经抑制不住激动的神情 不止如此 秦宇刚到饭店不久 王长店 于东 赵挺甚至就连周胖子 还有张明都来了 我去 这么郑重 秦宇看向几人 有些惊讶 那可不 王长女笑得很开心 秦岛 这可是华国电影业的大事儿呀 哈哈 没想到 虽然还有我光线的一份功劳 于东赵挺也深以为然 昨天看见票房的时候 他们忍不住了 赶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然后急忙往江城跑 就是为了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好了 王老哥 秦宇翻翻白眼 虽然他也很激动 不过没那么夸张 看了看后面问 三爷不会也来了吧 秦岛你还别说 三爷本来是想来的 不过这老家伙年纪大了 坐飞机身体不舒服 手下的人劝了半天 他才放弃 害怕在路上撬辫子 哈哈 在场的人都笑得很开心 秦宇也没多说 只是悄悄把手机的录音打开了 王长刚治老一八三小子 敢这样说三爷 回头可以殴他一笔 行吗 大家休息 小白去给大家弄点茶来 要不先吃饭 秦岛 吃什么饭呀 明天没路眼 今天破了记录 咱们决战到天亮 施压秦岛 这时候哪里还吃得下去 在场的所有人白白手 他们现在根本不饿 就算是饿 也感觉不到 还有不到两个小时 或许华国新的记录就会诞生 他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大功臣 以后走出去面子大聊去了 吃不下 根本吃不下 随你们便 秦宇坐在沙发上 其他人也赶紧聊了起来 客厅里满满灯灯都是人 之后张静的老婆 廖凡的女友 还有不哥的老婆 还有徐震 郭凡都来了 虽然秦宇的总统套房面积不小 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 还有几个小孩子 竟然还有一点装不下 而且几个小孩 桓非常喜欢年秦宇 桓问他墨镜和风衣去哪了 秦宇赶紧摆摆手 然后蔡少芬把孩子带到一边去 熊小孩什么呢 他才不喜欢 不过这倒是让秦宇想起了前世大活的一个综艺 想出回头给弄出来 那玩意可赚钱的厉害 还有向往 跑男啥的 回头都交给周胖子 要他找人弄出来 那玩意一记的广告费都是天文数字 秦宇 你不喜欢小孩 柳一飞抱了抱几个小孩 然后坐在秦宇身边 喝了一口果汁问道 还好吧 不喜欢太吵的 而且那又不是自己的 我喜欢干嘛 听到这话 柳一飞想起之前 秦宇常说把他肚子弄大的事有些脸红 偷偷看了一眼秦宇 心里暗暗道 要是真的生个孩子一定非常好看 秦宇你喜欢男孩儿还是女孩儿 怎么 你想通啊 秦宇看着柳一飞 目光往下撇了撇 今天穿得不错 小短裙外加丝袜 神仙姐姐你可真会穿哦 我才没有 你别想 今天我把门锁死 我看你怎么进来 秦宇没说话 但心里暗暗道 办法都了去了 你今天要是能跑掉 我秦宇的名字倒过来念都行 都一年了 马上要进军国际 可没空跟你玩 秦宇可没开玩笑 几天前秦宇就已经和华纳签了合约 条件和之前商量的出入不大 后天 黑客帝国就会登入米国 要是反应好 三天后就会全球上映 到时候忙得不行 哪里有空跟你调情 说说嘛 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肯定男的呀 听到这话 柳一飞皱了皱小鼻子说 针锋见你 你知道个屁 男的多好 没事打着玩 没听过一句话嘛 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的 小男孩随便打 女孩儿可不好下手 柳一飞 孩子就是哪来玩的 那不然干嘛 秦宇理所当然道 柳一飞狠替意后 秦宇的孩子难过 摊上秦宇这个不靠谱的爹 另一边 不只是秦宇他们对票房很好奇 娱乐圈 网友 甚至很多资本都非常关注 微博上 网友们比秦宇他们更急迫 我去 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还没出来呀 说的对 今天我可是又去支持了一次秦宇 这破纪录功劳 绝对有我一份 千你这算 啥看看我 今天包了一个厅 请我们全班看电影 我去 楼上的 求报大腿 嘉一网友们欢乐得不行 杨密加热巴也是一样 密姐 你说黑客帝国能破纪录吗 哎呀 好紧张呀 你说可以破吗 热巴坐在沙发上 又赶紧刷新了一边网站 转头看着杨密问 杨密已经无语了 光是这一个小时 热巴就已经问了他不下十遍 神经病呀你 老娘可没空跟你玩 这几天杨密也忙得不行 倒是多亏了秦宇 还可任务爆火 许多资本投行都看见了娱乐圈的潜力 原本和资本那边的谈判将持住了 可前几天人家同意 杨密赶紧调整公司部署 将增加的股份狠狠消了一大截 当然增加肯定是不愿意 但他也没办法 杨密绑住热巴 现在家行只能靠这两人 要是增加不愿意 那么杨密抽身走人 他损失更多 无奈之下只能答应 多拿了一些钱 不过股份和管理权让出了一大半 这几天杨密处理事儿都快忙疯了 热巴这纯女人缓反他 密姐你说话呀 破破破个锤子呀 你自己没长眼睛呀 等一会儿不就知道了 坐在沙发上的热巴愣了一下 随即渲然若气 密姐 你骂我 我要去晴云文化 杨密 好了 应该可以 杨密气得胸疼 每次都是这招 但杨密还不得不吃 如果热巴跑了 他对赌就难了 别哭 啦 密姐 我们不是要搬家吗 要不回头我们搬到晴云公司旁边怎么样 杨密起身直接去了卧室 心里暗暗道 班尼妹 杨密可不傻 他恨不得离晴云文化又远越好 最近家行旗下的艺人都在蠢蠢欲动 真要是搬到了晴云旁边 指定三天两头往晴云文化跑 别回头搬过去还没一年 公司的人都跑光了 再说了 离得远杨密有时候觉得还好 不用想太多 要是离得太近 他都怕自己忍不住 别回头天天都去送跑 那他妈丢死个人 同时 魔都 柳诗诗和那扎也在关注 诗诗姐 你别紧张 一定可以的 那扎看着柳诗诗手都快捏红了 赶紧安慰 我没有了 只是有点老而已 虽然那扎年纪小 不过他又不是傻子 还冷这都七月了 魔都热得不行 看着柳诗诗那扎不由想到了十多天之前的事 小脸泛红 晴云那家伙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两个小时 声音就没停过 那扎都担心柳诗诗会不会当场过世 说实话 那扎都有点害怕 自己这小身板真要失去了 手都不会被晴云玩死吧 赶紧看向柳诗诗问道 诗诗姐 你身体可真好 柳诗诗有些没反应过来 随即想到了什么 瞪了那扎一眼 瞎说什么呀 那扎鼓了鼓嘴小声道 那天我都听到了 你们动静也不知道小一点 别乱说 那天我们只是在锻炼而已 没钱吗 那扎 我是小 不是蠢 运动 练腰 看着那扎满脸不相信的表情 柳诗诗实在忍不住了 急忙道 好了 像你还家的 也不知道害羞 不许说了 好吧 其实那扎 幻想请教一下 虽然 最近他也在上网研究 但总没有柳诗诗 亲身得来的经验那么丰富 可惜 柳诗诗太害羞 一点也不说 时间缓缓流逝 凌晨的钟声早已响起 依然许许多人没有入眠 尤其是圈里的人 大家都在等待破纪录的一刻 手机上已经编辑好恭喜的简讯 只要一破 立刻就会送情语 不得不说 娱乐圈的人呀 一个个都是人精 饭店里 比起之前也已经安静了不少 小孩不知道什么创造历史 玩累了之后 就被饭店的工作人员带走 秦宇感觉清静了不少 其他人也都没说话 票房马上出来 所有人都在整理自己的情绪 等住一会儿爆发 哇 秦宇我好紧张呀 我的妈呀 李冰冰坐 赶紧跑了过来 气氛好紧张 虽然大家都没说话 但总感觉是在暴风雨之前宁静一样 怕什么 今天不破明天也一定行 你们呀就是太住急 人生嘛早早晚晚都一样 只要你不住急 那么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在最好的时区里 做人 好了 李冰冰白了秦宇一眼 你这家伙大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 对了 上次给你说的设想不想试试 我工作室里你公司不远 要不回头我带周野那小姑娘来看看你 李冰冰真的忍不住了 最近晴天娱乐动静有点大 周胖子已经开始招兵买马 听说 准备涉及小荧幕和综艺 秦宇人脉可比他身后多了 李冰冰想着要不来个借机生诞 让秦宇帮他养那小女孩 至于被玩几次 无所谓 女人吗 总有那天的 考虑一下哦 那小女孩还是黄花大闺蜜 第399节 到时候再说 时间差不多了 秦宇懒得和李冰冰这老宝多岁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想让我帮你养女儿 信不信回头我把你女儿给拐走 郭导 把电脑拿过来吧 好的秦导 郭凡赶紧将电脑放在秦宇身边 瞬间房间里的人都站了起来 等了这么久 终于要来了 见证历史 房间里满是呼气的声音 十多双眼睛里也满是激动 赶紧凑在秦宇身边 听着秦宇敲击键盘的声音 感觉一声都敲击在众人心上一样 旁边的李冰冰紧紧抓着秦宇的手 已经快忍不住了 秦导 能行吗 小明哥看着秦宇认真问 秦宇环顾四周 发现所有人都看向他 眼神和黄小明一样 认真 严肃 不知道为什么 秦宇感觉肩膀上多了一份沉重的期待 或许在他看来这只是平常的一次数据 毕竟前世他已经知道这记录会被打破 所以不觉得稀奇 但现在的众人并不知道 秦宇长舒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贯的笑容 看向小明哥说 一定能做到 下一秒所有人脸上绽放出笑容 他们相信秦宇 说完秦宇点击刷新 下一秒 网站更新 7月2013日 星期四 单日票房第一 骇客任务 单日票房4100万 累计票房14.17亿 单日票房第二 还太平洋 单日票房2800万 累计票房5600万 单日票房第三 所有人呼吸一致 新的记录诞生了 秦岛破 啦 黄渤看着数字 眼珠等的老大 还多了2000万 华国新的票房记录诞生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一股爽感 从尾椎骨一直到后脑 爽得不行 甚至有种做梦的感觉 秦岛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们真的做到了 黄小明看着秦宇 激动得不行 没有 小明哥 我们确实做到了 从此阿凡达的记录 已经成为了历史 我们还能继续刷新 这个记录爷 秦岛牛比 牛比 不行了不行了 你们带药了吗 我心脏有点受不了 王长女看着数字 激动得不行 赶紧捂着自己胸口 她年纪其实也不小了 说实话 也不缺钱 钱也赚够了 今天能破了记录 自己也算是大功臣 甚至老了 想起这一刻 嘴角也会扬起笑容 以后走出去和人家吹牛 有能显摆显摆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是笑得不行 老家伙 你要是侦探在这里 那就好玩了 好了 大家一起来纪念一下吧 徐震早就架好了摄影机 然后赶紧跑到众人身边 柳一飞看见之后 急忙推开张艺山 然后坐在秦宇旁边 其他人也一样 赶紧站好位置 脸上都带着激动兴奋的笑容 徐震大吼道 大家一起跟我喊 秦岛牛比 秦岛牛比 咔咔的一声画面定格 徐震赶紧将照片弄出来 然后传给每一个人 说 每个人都记得要发微博呀 快点快点知道了 等我一下 咦 我的手机呢 秦宇本来也是想发的 可刚刚掏出手机 这玩意就跟一个震动棒一样 不停地抖着 一看 里面的简讯疯狂涌进来 只要是有秦宇电话号码的人 都传了祝福的简讯给他 一条接着一条 不知道的还以为中了病毒 秦宇白眼一番 看向一旁的李冰冰说 手机借我一下 你自己不是有吗 李冰冰奇怪道 秦宇没说话 只是把手机给李冰冰看了一眼 瞬间 李冰冰哈哈大笑起来 冰冰姐 什么事这么好笑 是啊 冰冰姐 你们自己看李冰冰抢过秦宇的手机 上面还在不断跳着简讯 环发出嗡嗡的声音 见状 所有人都忍不住了 房间里一时充满欢乐的声音 我还有一个 给你李冰冰 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递给秦宇 秦宇直接将手机丢到一边 不是他不想回 只是把这手机品质一般 已经被卡片的当机了 赶紧将照片上传 然后感谢了一番观众 好了 大家走吧 秦宇大手一挥 今天我请客 大家随便吃 秦宇虽然 抠但现在是当然不让 这次他要是再不请一次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秦宇竟然要请客 我是不是听错了 我曹 我真的是在做梦呀 黄渤一脸惊讶道 秦宇脸一黑 没好气的派了一下这货 你他妈什么意思 在剧组我还少了你一口吃的 好呀 秦宇请客 这好不容易遇见一次 今天大家可不要客气 是啊 不用客气 人家秦宇有钱人 你们忘了15亿吗 没错 今天要狠狠在秦宇一顿 同意 一时间众人纷纷举手道 秦宇也不管 你们随便吃 就你们吃的还不够我钱 放在银行那天的利息 一群人浩浩荡荡 跟住秦宇离开了房间 而另一边 今天绝对是娱乐圈的大日子 秦宇他们发了微博之后 圈里的明星有一个算一个 都在转发秦宇的微博 顺带恭喜秦宇一波 无数明星都参与了进来 杨幂 恭喜秦宇 新的时代来了 热巴 秦宇最棒 破纪录了 A 李清 恭喜骇克帝国 破纪录 恭喜秦宇 邓潮 恭喜秦宇 竟然没喊我 秦宇过分了 你你 恭喜秦宇 一路长红 甚至连峰小刚 陈凯歌 国师等人都纷纷发了微博 恭喜秦宇 虽然人家疯到 不大愿意 不过嘛 陈凡直接抢过手机 帮封小刚发了 陈凡可不傻 不管封小刚和秦宇私下关系怎么样 这种娱乐圈的大事儿 必须站好 别回头传出封小刚跪舔米国 那才玩独子 这是大事 网友们也是看呆了 圈里无数的明星都在参与 一个接着一个就没断过 只要是你能叫出来的明星 都在恭喜秦宇 连湘江那边很多天王天后都参与了今天 彭扶这一天似乎成了秦宇的捷径一样 绝了 真的太绝了 我去 幸好劳子没睡 我靠 好多明星 全部都在恭喜秦宇 谁说不是呢 我关注了三十多个明星 范胖 朱炯 我去 怎么连博老师也在恭喜秦宇 这有什么稀奇的 秦宇在樱花国那边人气也不错 你们忘了之前今天魔道团 很火的在樱花国 好了别扯了 话说今天算是娱乐圈最盛大的日子吧 那可不是这都多少年了 从好莱坞电影进入咱们国内开始 票房记录就一直都是被他们霸占 之前是大船 之后又是阿凡达 这一次咱们华国终于站起来了 新时代要来了 同意 秦宇这家伙是真的没吹牛 黑客帝国足以封审 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好片子 甚至票房比黑客帝国多的也会有很多 但在我心里 黑客帝国永远是最好的电影 加一无数的观众都身以为然 他们也知道骇客任务有许多缺陷 但瑕不掩鱼 至少他现在像一道利剑一样 劈开了笼罩在华国电影业上的阴影 将近20年 华国再终于拿回自己的宝座 这种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以后的电影很多都能超越骇客帝国 但是在意义上没人能比得上 秦宇要是现在退出 那么直接封神不为过 后来者想超越他 票房上或许不难 可要动摇他的地位 基本上不可能 这就好比是少年时代的白月光 或许那女孩儿没有那么漂亮 身材也没那么好 只是那不经意的回眸一笑 就抓住了你的心 而这一抓 就是整整一辈子 长大了之后 会遇到很多很漂亮 身材也非常火辣的女孩 但你还是会想起年少的时候 那道白月光 似乎永远不会忘记 呼 三爷你没事吧 欢迎办公室 王秘书吓得不行 面前的三爷面色通红 眼睛还不断往后翻 他真的怕三爷一步留神抽过去了 真要是如此 那可就闹大了 死不死的先不说 传出去要笑死人呀 我没事真没事吗 王秘书有点不相信 滚蛋 说了没事就没事 三爷瞪老王秘书一样 转头看向荧幕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秦宇好 做得好 真他妈给我长脸 三爷其实之前去找秦宇 没想到要怎样 别说是破记录 就是破十一 他都没想过 只是想着 能有今天魔道团那么好 就满足了 而且非常满足 没想到秦宇竟然给了他 这么大的惊喜 破记录呀 而且是华国的票房记录 把卡车司机拖下水 身为华影的董事长 其实他一直看不惯这部电影排在第一名 还不止他 上面的领导也不愿意看见 可能又能怎样 既不如人 只能认栽 三爷以为这辈子恐怕都看不到超越的那一天 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快 秦宇就做到了 说实话 之前秦宇说的他觉得都是在吹牛 谁想到 这小子以后可有福了 好了 赶紧去给我联络老张 我要跟他通电话 王秘书 三爷算了吧 这都深月了 人家领导都睡了 叫你去你就去 废话那么多干嘛 他一个都快入土的老家伙 哪有那么早睡 我不是还睡吗 好吧 对了 再去和晨曦一下 让他给我个面子 明天 或不是今天的妖妈新闻多留点时间出来 好的三爷 还有去和电影报说一声 看看秦宇有什么时间合适 去采访一下 明白看着电话接通 三爷赶紧抢过电话 转头说 滚吧你 哈哈 老张 你看了吗 张领导同时 杨幂家 坐在沙发上的杨幂 看着客厅里转来转去嘴里 还在哇哇大叫的热巴 眼睛里满是冷意和愤怒 啦啦啦 我老公破记录呀 啦啦啦 我老公破记录呀 以后圈里谁还敢不给我面子 啦啦啦 我老公真棒 十分钟后 捂着耳朵的杨幂受不了了 从房间拿出一个网球拍 他已经受过热巴了 这半年来 这女人一直把他当成女仆一样使唤 招数都一样 一个不开心就要去晴云文化 杨幂心里暗倒 今天就算和热巴鱼死网破 也要揍他一顿 啦啦 蜜姐 你拿网球拍干嘛 热巴笑着说 这么晚还要打网球吗 不打网球 杨幂冷冽道 我答 你 什么 热巴还没反应过来 杨幂朝着热巴的屁股就拍了下去 杨幂你干嘛 你打我 我要去晴云文化 热巴看了一眼自己的屁股 在家里穿的又不多 屁股蛋上都是印子 你去吧 叫晴云把违约金给我就行 臭女人 老娘好吃好喝招待你 还给你股份 处处让着你 你还不满意 今天我和你拼了 老娘公司不要了 再吵啊 你喂 蜜姐我错了 别打了 我年纪小 原谅我一次 忏悔还不行 热巴也不傻 这时真把杨幂给惹毛了呀 太晚了 我送你去上帝那里忏悔吧 蜜姐 痛 一时间房间里鸡飞搞跳 没过一会儿热巴就被杨幂按在沙发上 画面实在太残忍 让人不敢直视 有事是家 那扎看着荧幕上的数字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真的破了 4100万 今天去支持晴宇的人格外的多 晴宇打破了阿凡达的记录 恐怖 那扎又想起之前晴宇的话 心里决定了 一定要去 而且是要把自己打扮得飘飘亮亮送过去 他不管了 这大腿我抱定了 死也要抱住 他就不相信 晴宇真的舍得把他玩死 爽一次和无数次晴宇心里还是有数的 诗诗姐 恭喜你啊 恭喜我干嘛 不是我拍的电影 有诗诗忍不住嘴角露出笑容问道 诗诗姐 你就别装了 晚上我都听到了 你喊了好久 哪里有 有诗诗瞬间脸就红了 他没记得有多久呀 应该没有吧 我这嘴巴的 还说没有 我一晚没睡着 最后嗓子都哑了 有诗诗 讨厌 不准说这样 好了我送你回去 今天我和你诗诗姐 你传授一下经验败 我还没有 我有个屁的经验 快走 不要了 同时 晴宇一行时多人大吃大喝起来 晴宇作为导演自然是被大家一起灌酒 一杯接着一杯 就没停下来过 似乎是来者不拒 桌上热闹的不行 但躲在一旁的柳亦飞乐的不行 晴宇已经摇摇欲坠 脸红红的 眼睛都眯了起来 嘴角露出笑容 暗暗道 嘿嘿 说大话 就你这样 还想玩老娘 玩个屁 躺在床上不动 你也不行 继续喝 今天露演结束 老娘就回家了 我就不信你敢到我家里来 嘿嘿 笑什么呀 这么开心 来喝一杯 李冰冰拍了一下柳亦飞 虽然两人关系不怎么样 不过今天开心 难得翻旧账 好啊 柳亦飞也没拒绝 反正 晴宇已经麻了 索性就和李冰冰喝了两杯 两个小时后 柳亦飞晃了晃脑子 她虽然喝了一些 但不多 只是稍微有点头晕而已 看了一眼其他人 大多已经晕了过去 饭店的工作人员就大家带回房间 晴宇也一样刚刚才被郭凡送回去 回房间 洗个澡 美美睡一觉 然后明天早点跑 柳亦飞笑得很开心 拿起自己的包包就离开了 隔得不远 晴宇房间 郭凡放下晴宇就离开了 黑暗中 晴宇躺在床上 虽然酒量不错 但喝的确实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灌她 脑子都有点不清醒 不过嘛 她可没忘了今天该收的东西 心里默念了一句 精力要水服用之后 慢慢的人清醒了不少 又过了一会儿 恢复到最佳状态 随即晴宇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柳亦飞那蠢女人 恐怕还在高兴吧 正好 给你一个惊喜 简单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晴宇拿上柳亦飞房间的房卡 离开了自己房间 深夜的走廊上 一个人也没有 没过一会儿晴宇就到了地方 轻轻一刷 房门打开 柳亦飞房间里 客厅和浴室的灯是亮的 晴宇也没当自己是外人 直接坐在了沙发上 瞧着二郎腿 看了一眼旁边 真邋遢 旁边还有柳亦飞脱下的衣服 腿袜还有衣服什么的 捡起来丢到一边 晴宇可没什么特殊的癖好 而且别以为神仙姐姐 真的是一尘不染 香香的 怎么可能 袜子穿久了也臭的不行 科学都有研究 女人的脚臭的程度 还是男人的七倍 只是人家爱前进而已 天天换 不像是有些老哥 洗了袜子都能立起来 就离谱 破纪录了 我是圈里第一女辛辣了 坐在沙发上的晴宇听着浴室传来 柳亦飞那奇葩的歌声 贴了撇嘴 这女人唱歌也一般 比人家李清差远了 幸好没把童话证给你 不然亏得不行 等了一会儿 晴宇都有点不耐烦了 浴室的水声慢慢停了下来 这下晴宇来了精神 看着门 过了一会儿门被慢慢打开 雾气一下子涌了出来 从里面缓缓走出一个妙龄少女 穿着一件白色睡衣 正在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脸上绽放着笑容 柳亦飞还没发现晴宇准备往卧室走 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转头一看 晴宇一脸微笑地看着她 还回了挥手道 嗨 洗前进了吗 柳亦飞一下子愣住了 手里的浴巾也掉在地上了 眼睛瞪得老大 脸上的笑容也凝固 怎么不唱了 继续啊 晴宇笑着问 你怎么会 你不是喝醉 不对 你怎么进得我的房间 柳亦飞有点语无伦字 她甚至已经买好了机票 就明天九点 现在都快天亮了 几个小时她觉得晴宇肯定醒不过来 可没想到 面前的晴宇根本就没有一点喝醉的样子 眼神非常精彻 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晴宇可不管已经呆滞的柳亦飞 慢慢来到她身边 然后一把抱起了她 手感别提多舒服 柳亦飞很会保养自己 身上的皮肤很好 而且刚洗完澡 香香的 别 放开我 晴宇 柳亦飞反应过来 晴宇已经抱起了她 紧张得不行 看着晴宇一脸祈求 我承认之前是说话有点大声 放我一马吧 不要要不我们慢慢来 先谈恋爱 一步一步 反正不住急 你想得美 今天呀 你逃不掉的 说完晴宇拖着柳亦飞的钉 一脚踹了卧室的门 趴在晴宇身上 柳亦飞能预感到之后会发生什么 身体都在颤抖 很紧张 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还有一点点期待 赶紧晃着头 推着晴宇说 晴宇 我还没准备好 真的晴宇看着近在咫尺的柳亦飞 小脸上的肌肤吹淡可破 轻轻摸着她的小脸道 要是什么都准备好就完了 意外和明天 你永远不知道谁先来 见见 别害怕 闭上眼睛就行柳亦飞 下一秒晴宇叼注着女人的小嘴 天空高高悬着的月亮似乎是看到了什么 害羞似的躲在了云层后面 只是微微露出一丝月牙 彭扶还在偷看 四日 晴宇醒来的醒来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中午 睁开眼睛 发现神仙子子正挤在自己怀里 睡着的柳亦飞比起醒住的似乎漂亮一点 弯弯的睫毛时不时抖动一下 显得格外可爱 整个人全搜在她怀中 怎么看怎么喜欢 没再继续打扰她 晴宇看向系统 激动不已 叮 恭喜宿主拾取掉落的薄金宝箱 叮 开启宝箱 恭喜宿主获得精修版加勒比海盗无不取 叮 恭喜宿主获得身体强化卡 叮 身体强化成功 瞬间晴宇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在膨胀一样 好像在被拉伸 内裤和衣服有点乐得慌 赶紧跑到浴室 镜子前 晴宇看着里面的自己 身上肌肉比之前大了不少 不对 晴宇摸了摸 要紧实很多 一块一块棱桥分明 你妈 这么夸张 晴宇低头看了一眼 不对 我好像也长高了一点 比了比镜子里面的自己 晴宇之前裸足身高是184 现在感觉至少长了两公分 握了握拳 感觉力量也大了不少 乐得不行 玩了一会儿晴宇感觉这奖励很不错 非常好 老祖宗都说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 人家司马懿为什么能夺权成功 不就是人家身体好 熬死了曹老板 又熬死了曹老板的儿子 孙子 最后弄死了人家曾孙曹石毛 要不是身体好 司马懿怀想夺权 做梦吧 曹老板的孙子他都对付不了 有看向脑海中的另一个奖励 加勒比海盗无不许 秦宇嘴角的笑容 那简直比AK还难呀 这可是加勒比海盗 钱是火的不要不要的 但这个世界他还没听过 之前其实他是有想过 要把加勒比海弄出来 但最后也想想算了 零零散散倒是看过五部曲 但那么长的时间 能记得住的屁 根本不行 而且 这还是金修版 这下进军国际的本钱 有了秦宇可没怀疑 加勒比海盗的魅力 在前世这是一个 创造了百亿美金的计划 没错 就是百亿美金 不只是票房 还有周边 下线 最重要的是 加勒比海游乐场和游乐园 这玩意才是真正的大头 看了两眼 秦宇将剧本叫丢到系统里 还早 不急 回到卧室 拍了一下柳一飞的订 起来了 都快下午了 柳一飞捂住自己的屁股 睁开眼睛 狠狠瞪了一眼秦宇 可刚准备开口 突然看见秦宇那完美的身材 整个上身的肌肉一块一块的 像是有一位记忆精湛的大师 亲手雕刻上去的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柳一飞很想伸手摸摸 不过往下一看 一下子脸红了 一边去流氓 秦宇可不惯着柳一飞 轻轻将她拖了过来 小声在她耳边说 你要是再不起来 我就再来哥 昨天我感觉还没发挥好 走开了 走开了 柳一飞赶紧推了秦宇 还没发挥好 那你还是发挥好了 老娘是不是就得去见太奶奶 别欺负我了 我好疼 你也不知道体谅我 秦宇看见柳一飞一副委屈的样子 想了想还是算了 确实柳一飞昨天有点惨 行 今天就算了 你休息一天两天 柳一飞看着秦宇认真道 一天不行也行吧 两天秦宇倒是无所谓 反正现在确实没啥事可以做 正好录影完 是应该休息一下 柳一飞眼珠一转 赶紧又说 我要休息三天 很痛的不是三天 是一个星期 我妈妈说了 女孩子还恢复元气 你去给我弄点红枣粥来 秦宇听到这话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你跟我这得寸进尺呀 可以 还得有小面包 再给我撒一点芝士 对了再来一杯牛奶 温度在50度左右 还得 诶 你干嘛 秦宇柳一飞 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秦宇好欺负 还要喝牛奶 50度 行今天让你喝个够 50度的没有 37度的多的是 也没小面包 香肠将就住吃吧 呜呜呜 我不要了 你放开我 多久能上班 至少五天吧 不要 四天 三天总行了吧 你再欺负我 我真哭了 柳一飞似的哭了 她以为可以用这个拿捏秦宇 没想到人家压根就不吃这套 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给我到公司报道 不然的话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秦宇捏了捏柳一飞的小脸 昨天连我一小半的功夫都没发挥出来 你想体验一下什么是残忍就试试 保证让你终身难忘 知道了 见柳一飞答应 秦宇低头亲了一会儿才放开这女人 我们来吧 柳一飞要是好好说 别得寸进尺 休息一个星期也不算啥 谁知道这女人竟然耍小聪明 一会儿是三天 一会儿是一个礼拜 秦宇保证 这女人休息了一个星期之后 又会找其他理由 说不定连怀孕都能想出来 索性对她狠一点 反正这女人身体好 秦宇可明白得很 柳一飞的身体素质 在她所有女人都是一顶一的 别说是三天 一天就差不多恢复了 理解来了 有什么需要你和她说 我走了 说完之后 秦宇穿上衣服 拿上手机离开 床上的柳一飞 看着秦宇离开的背影 像是一只被抛弃的小猫一点 柔弱无助 混蛋 无耻 不要脸 流氓柳一飞咬着牙说 忽然间她明白了一句话 所有东西都是有代价的 虽然她现在名气大增 风头无量 微博的粉丝数量翻了一倍 在回约度上 比几个大花还要忙 但自己存了二十多年的宝贝没了 混蛋秦宇 你信不信老娘惹急了 给你生的孩子 天天揍她 柳一飞寂寂败坏道 但转念一想又不大愿意 听说生了孩子之后 女人老得特别快 那才是真正的元气大伤 算了 忍忍吧 也只有四年了 四年之后我就踹了那混蛋另一边 秦宇可不知道柳一飞幻想着四年后踹了她 真要知道也不介意 来完四年也够了 到时候神仙姐姐也老了 这俗话说得好 没有女人永远18岁 但永远有18岁的女孩 到时候再重新找就行 回到房间收拾了一番 秦宇下楼将黄晓明 廖凡等人送走 好了彬彬姐再见 嘿嘿 秦宇 李彬彬眨了眨眼睛 面带微笑 说好哥 有空我带那妮子来找你 行啊 你不怕我拐走了就行 秦宇拍乐一下李彬彬的小脸说 李彬彬 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他还真没想过这种可能 别回头 秦宇连郭带人都弄走了 不行 回去得好好想想 走了 秦宇你真混蛋 李彬彬催了一口 赶紧跑 秦宇看着李彬彬的背影 笑得很开心 吓吓也好 省得你整天拿来诱惑我 真以为我是什么良人 不过 秦宇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和李彬彬关系不错 这种事还是做不出来的 送走了众人 秦宇带着周胖子回到首都 至于柳一飞也不用担心 现在柳一飞可是理解的摇钱树 会照顾好他的 到了首都已经差不多下午7点 稍微跟周胖子交代一下 秦宇就回家了 家里的小白鹿催了很多遍 如果再不回去 秦宇都担心那小丫头要去江城找他 而另一边 晚上7点20 杨妈新闻 主持人康慧脸上带着激动的笑容开口 我们来关注一下时事热点 近日我国著名导演秦宇拍摄的黑客帝国 于昨日票房突破14亿 来到14.17亿 打破了国内的票房记录 秦宇导演是一位可敬的艺术从业者 也是一位天才导演 想象力和艺术造诣都是个国内顶尖 下面是记者从电影院了解的情况 画面一转 镜头下 电影院里面人间接种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不远处售票员正在奋力工作 一副热闹的样子 黑客帝国成功标志着 我国电影行业的突破性进展 也标志着我们娱乐业迅速发展 更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下面让我们目光投向扶贫基层 杨妈新闻刚过不到半小时就上了微博热搜 文友们激动的不行 比起上次的新闻 这次杨妈新闻可用心多了 不止全部介绍了一遍 还有影片 而且整整有50秒 50秒A 差不多是30分之一 想想华国多大 这已经是相当高的荣誉 我去 秦宇这次牛比大了 50秒介绍 换做我 家里的祖谱都能重新写 同意 我特别要是能做到 以后祖谱的名字从我开始写 做梦吧你们 买不起镜子撒泡尿也行呀 将近20年国内那么多导演 就秦宇一个人做到了 真以为很容易呀 加一 说实话 杨妈并不过分 秦宇这次做的事可不一般 很长面子 很提民族自信 虽然现在是和平年代 真刀真枪打恐怕很难 可文化战争也不会忽视 这个说法我同意 你国能做的事 我们华国也能做到 甚至还能做得更好 以后谁还敢说 咱们华国人拍不了大片 我反手就把黑客帝国 摔在他脸上 狗再叫 说的对 就冲秦宇这个 以后他的电影我都支持 加一 这下秦宇赢麻了 打破阿凡达记录 一时间收割了一大批忠实的影明 以后 只要是他拍的电影 只要是品质不差 观众闭住眼睛都会买单 这可不是小事儿 不管是风小刚 张艺某这些人都是用了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才做到的事 秦宇用了三部电影就做到 不可谓不厉害 圈里人也乐得不行 秦宇破纪录 上杨妈新闻 作为同行自然很高兴 但一个人比你强一点点的时候 你可能会嫉妒 但当人家比你强一点点的 那就只剩下崇拜 不只是这些实际的好处 也不少骇客任务的成功证 年料华国是可以诞生大片 而且 现在院线还在不断扩建 说不定还真能有超过 20亿30亿票房的电影 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诱惑下 许多资本开始投资娱乐圈 娱乐圈许多艺人公司身价开始成长 名气越大 成长越多 这可是实实际际的好处 圈里没有一个人 不感谢秦宇 以后啊 秦宇在圈圈里 不管走在哪里 都会有人热情接待他 另一边 彭城 例会上 小马哥狠狠夸奖了张鸣两句 在场的高层都很羡慕张鸣 甚至有点嫉妒 这小子运气可真好 随便选了一个公司 竟然爆了 虽然骇客任务赚的钱 他们拿不到 但在场的众人也不是傻子 都是精英 眼光都很长远 这不是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吗 再说了 人家秦宇文化 已经准备开始设计小荧幕 准备组建综合性娱乐公司 有秦宇在 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腾讯的人已经收到了 其他资本的报价 手上30%股份 要是愿意 现在出手 20亿都有人买单 半年不到赚了5亿 赢麻了 当然这不可能 他们和秦宇文化有合同 秦宇有对赌协议 腾讯也有股份协议 5年之内 秦宇文化的股份是不能卖的 就算要出手 也只能秦宇买回去 价格每年最高上涨10% 不过就算没有这个 腾讯也不傻 卖个屁啊 腾讯又不缺钱 5亿算什么 这时腾讯生态链的补充 打死他们也不会卖 早上的例会结束 张明笑着准备离开 张总你等一下哦 好的 这已经是这家伙第二字被单独留下来 马总 张明激动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 抢票票APP开发好了吗 小马哥问 这玩意儿也就是上次秦宇提到 专门抢票的APP 开发倒是不难 难的是怎么和院线对接 院选也不傻 凭什么把这玩意儿让给你们 正当我们看不出来 这玩意儿有多潜力 之后还是秦宇帮了忙 毕竟腾讯和院线可没啥交情 可秦宇有啊 最后的结果是腾讯分肉 大家都占了一点 秦宇文化也分到了一点 才终于把这事弄好 已经好了 这环得多亏了秦宇 说服了国内排名前20的院线 基本上涵盖了国内90%的大萤幕 小马哥点点头 对于分肉他并不排斥 商业本来就是合作 你不分 等到APP上线 阿里 千度 还有国内的网络公司 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给你仿制出来 到时候咋办 所以分肉是好事儿 别人想参与进来也没用 人家院线也不会轻易答应 小马哥点点头 继续吻 回头多去秦宇文化那边多走走 秦宇这小子鬼惊鬼惊的 咱们虽然不参与具体经营 可回头要是被那小子耍了 可不行 小马哥担心秦宇文一花接木 现在给秦宇文化 掏妹眼的资本可不少 有些甚至实力 不必腾讯弱 我知道两人聊了一会儿 最后小马哥想到了什么随意道 对了 秦宇那十五亿用来干什么了 没看见他有什么动作呀 也没 啥 还不错 这小子倒是会赚钱 小马嘀咕了一句 好了 你去忙吧 是 另一边 回家的秦宇才休息了一天都没 下午的时候就被周胖子喊到了公司 秦宇 上次你交代的事已经差不多了 办公室里 周胖子将资料递给秦宇 新圣院县现在固定资产 差不多只有五亿 还有两个多亿的外债 账上基本上没什么钱 那老小子还骗我 做梦 我找人全部算清楚了 一个子儿都不少 看着文件秦宇摸摸下巴 脸上露出笑容 新圣院县 前世他没听过 肯定是之后被收购了 这老板也是个人才 什么不玩要去赌 还把自己的公司给抵押了 要是这家伙不干这事 趁住东风能赚不少 行吧 就这样 最高就三亿 现在可没人愿意借这烂摊子 你去谈 越低越好 没问题说实话 周胖子觉得三亿都用不到 那老家伙最近被追得紧 不还钱 债主就雇人到电影院捣乱 明明黑客 帝国能赚不少 偏偏因为这事没多少观众 愿意去折院县 亏大了 对了 秦宇 华纳那边传来消息 明天就会举行首映 他们想让你去过去一套 最好还把柳亦菲 黄小明 张静三人也一起带过去 算了 懒得去 拒绝吧 这些天累得要死 谁去呀 周胖子还想劝劝 不过看秦宇这样 想想还是算了 二十多天的路演也够辛苦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 秦宇文化不能一直靠你衬住 准备培养几个新人导演 周胖子看向秦宇 秦宇你有什么电视剧剧本吗 电视剧呀 秦宇眉头微微皱气 他倒是从饭胖身上 耗了一个不错的电视剧剧本 蓝牙榜 但这玩意儿 他才不愿意帮新人练手呢 开什么玩笑 狼牙榜在后世虽然也被诟病 但不管是收视率 还是网络播放量 都是名列前茅 卖的版权可是天价 玩意儿用来给新人练手 秦宇可没那么大方 这样吧 我之前看过一个很不错的魔幻小说 叫什么无心法师的 你可以去买一下 回头我帮着改编一下 应该能行前世的无心法师 还是很火红的 陈妖娜大罗莉 演得可真不错 月起罗 算是他的代表作 野心胖子走后 秦宇也在琢磨 回头得找个人把一些版权给买过来 他差点忘了这些 鬼吹灯 盗墓笔记 百叶追凶 还有网路小说庆余年 豆魄 啥的 话说现在马铃薯好像还没写完豆魄吧 等等也行 这些东西再等几年那都是一大笔财富 随便一个卖个八位数就不是问题 甚至有些上意也是轻轻松松 像是鬼吹灯和盗墓笔记 这两大爱 屁 简直就是宝藏 不行 不能用秦云文化的名义来买 找悄悄找个人去买 秦宇本来还想找周胖子去收集 但一想到秦云文化还有腾讯的股份 立刻就打消了主意 开什么玩笑 自己苦哈哈赚钱 腾讯就在背后捡钱 那怎么能行 到时候高价买给秦云文化 他自己左手到右手还能赚一笔 想到这里 秦云脸上露出了笑容 老板 你想到了什么呀 这么开心 白露进来看着秦云问道 没啥 只是发了点小财 小财 白露也没多想 还以为秦云说的是骇客任务 老板 外面徐震和赵丽颖来了 叫他们进来吧 秦云也大致能猜到这两人来干嘛 徐震的剧本昨天晚上他看了 和前世的人在囧图区别不大 不一会儿徐震还有小圆脸赵丽颖走了进来 徐震脸上满是笑容 手里还拿着东西 赵丽颖也差不多 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秦云 心里也很感叹 这一转眼之前 占他便宜的秦云就已经成了大导演 骇客任务一举风神 赵丽颖感慨不已 老板 恭喜了 竟然又上了妖妈新闻 这是要老板你作为典型呀 徐震巴拉巴拉说了半天 这马屁拍还真的不错 一看就是思想没少练过 一边的赵丽颖都看呆了 你妈 这么甜 老娘不会呀 要不试试 不过 赵丽颖还是在心里摇摇头 算了 他实在有点拉不下脸 好了徐震 你的剧本我看了 整体不错 不过那段收留孤儿的情节 可以稍微删除一些 用力有点过了 秦云看过剧本 也看过前世的电影 人在囧图都挺好 可就是那段收留孤儿的戏 有点过了 本来就是喜剧 没必要弄得那么悲伤 喜剧吗 不要掺杂太多的东西 好的情导 我懂了 徐震可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开什么玩笑 人家华国票房记录 保持亲自帮他修改剧本 说是金玉良言也不为过 这要是不改 那不是傻子是什么 再说了 电影肯定是秦云文化投资 他就投了一点而已 秦云还能害自己不成 我算算时间 秦云在心里默默念着 现在是7月 过年不到8个月 人在囧图主要角色就两个 很好拍 这样吧 你看看能不能在春节前后上映 不然的话 你就只能再等一年了 老板你放心 绝对可以 徐震可不笨 再等一年 那他还不如去死了算了 郭凡那家伙已经开始 把他当下人使唤 在公司 徐震想反抗也没用 实力说话 人家郭凡已经证明了自己 他呢 啥也没有 再不做出点成绩 别回头给人笑死 所以徐震就算是拼了命 也要在春节当上映 不过秦导 你手下的老手借我用可以 不过他们可不好管 没事我去跪着求他们情语 商量好之后 徐震开开心心里开 心里也发了狠 今年春节当 必须智冷起来 不然这冒牌导演的名号 算是坐实了 徐震走后 赵丽颖心里也在感叹 秦云文化公司的气氛 真是活跃 比起其他娱乐公司 要有活力得多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面前的这个人 对面的秦宇 看向赵丽颖嘴角露出笑容道 小圆脸想通了 赵丽颖 本来以为秦宇成了大导演之后 会改一点 没想到还这样 你才小圆脸 你全家都小圆脸 以前他还可以回嘴 现在有求于人 只能前瞪秦宇两眼 秦导 别说了 之前商量的事我答应你 把工作室挂在秦云文化级下 30%的股份只需要200万就行 200万也只是向征信而已 赵丽颖也没想要多少 不然的话 他的工作室就算只有他一个人 那么至少也是九位数 30的股份至少两三千万要是值的 更别说最近他身价 还因为资本的流入涨了不少 但似乎他低估了秦宇的无耻 这货200万也不想出 200万呀 可现在秦宇文化没钱呀 无耻 赵丽颖看见秦宇一副为难的样子 真想跳起来敲秦宇的膝盖 秦宇文化会没钱 你在逗我 股份卖了15亿 最近 骇客任务14亿票房 好吧 就算是骇客任务的票房没出来 那唐炭呢 唐炭也有7亿多的票房 会有鬼呢 你看我干嘛 秦宇摊着手 一脸无奈 真没钱 周胖子花了一个亿买了这五层楼 徐震那边又得花两三千万对了 咱们秦宇文化准备弄一部电视剧试试水 那边也要两三千万 还到建银行不少 要不你借我点 赵丽颖心里暗道 我借你个锤子 你要不要 就算是这样 他也不相信 秦宇没钱 绝对有钱 秦岛 那公司账上有多少 你不会想一分钱都不出吧 赵丽颖咬牙切齿道 小白 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 白露正在偷笑呢 一看秦宇点 他愣了一下说 这个还有一百万 秦宇眉头一皱 继续问道 你再好好想想 听到这话 白露都醉了 老板是不是太过分了 一百万都不给啊 人家好歹当红小花 人气不错 路人员也挺好 这样白嫖人家不好吧 对了 今天还有一笔支出 我没看到 就剩下不到五十万了 那个丽颖 就五十万了 要不你等等 等黑客帝国票房下来了 我们再商量 赵丽颖拳头都捏紧了 我 赵丽颖 当红小花 五十万 秦宇 你死不死啊 老娘去参加个活动 不止这点 行 你狠 白嫖老娘 给我等 那就五十万丽颖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其实吧 我 不用考虑了 秦岛签约吧 赵丽颖也不傻 不怕黄花菜都凉了 现在盯着秦云文化的人 尤其是想进来的人不要太多 不过这照 他已经给秦宇记下了 行吧 你去找周胖子 秦岛再见 再见照丽颖走之前狠狠瞪了秦宇一眼 然后扭头离开 才刚关上门 白露就忍不住了 笑得可开心了 老板你也太坏了吧 就给人家五十万 少了一百五十万 看把人家丽颖解气的 我都怀疑他要跳上来打你 秦宇捏了捏白露的小脸 一百五十万不是钱啊 这么多钱都够你是一辈子手抓饭了 没听人李首富说 钱都是省出来的 人家哪有说过这话 白露低声道 好啦 回家吧 今天白赚了一百多万 外加一个当红小花 秦宇起身 脸上满是笑容 白露多弄两个菜 好呀 另一边 大洋彼岸 骇客任务已经在北美宣传了好几天 效果还真不错 毕竟秦宇也不是无名之辈 去年的今天魔道团 在米国也有将近一个亿美金的票房 这可不少了 很多米国佬对秦宇的印象很深 不只是因为秦宇是导演 之后扒出来人家还是编剧 主演 自编自导自演 才华洋溢 华纳注重宣传的也是这一点 把秦宇塑造成一个天才导演 很多影迷都非常感兴趣 这也是米国的传统 他们很喜欢那种天才 就算是有怪癖的天才也是一样 很多像是贾伯斯 很多米国人崇拜他 甚至觉得他的偏执也很可爱 天才嘛 都有一些小怪癖 不然为什么叫天才 华纳总部 晚上零点首映 华纳这边也专门举行了一个会议 会议事例 杰夫坐在上面 看向华纳的一众人问道 黑客帝国你们都看过了吧 听到这话 在场的高层有些尴尬 没错 他们都看过了 怎么说呢 好 特别好 比环太平洋好多了 身为资深的电影人 他们又不是没长眼睛 现在华国那边 骇客任务还没下影 上映了20多天 竟然和他们 环太平洋差不多 昨天骇客任务2700万的票房 还太平洋3000万 就差了不到300万 要知道人家都已经上映23天了 就离谱 幸好没有跟人家一同上映 不然 裤衩都能亏掉 众人纷纷看向 坐在一旁闭目养神的乔森 这家伙救了他们一次 史蒂夫 你怎么看 制片部负责人史蒂夫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妈呀 脸红的不行 之前他可是极力反对的 但他不傻 身为华纳的精英能去能 而且反正现在华纳都已经和秦宇合作 我就当做之前的设美发声 杰夫先生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去和院线商量一下 2000块首映荧幕太少了 史蒂夫一脸激动 我看了黑客帝国 秦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绝对的电影天才 我们应该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虽然黑客帝国还有几个小时才会上映 但我有信心能取得好成绩 还有史蒂夫继续说 我听说秦拒绝了来米国录演 这不行 秦必须来 大家别忘了黑客帝国还有 这才是第一步 之后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拱手让给别人 让秦宇来到米国 来到好莱坞 让华纳成为秦的朋友 华纳是最早进入华国的电影公司 我们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友谊 我相信只要我们摆出诚意 秦是不会拒绝的 而我作为华纳的制片部长 唯一不容辞 史蒂夫说完之后 整个会议是鸦雀无声 甚至连众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在场的高层看着史蒂夫眼神都相当奇怪 惊讶 古怪 敬佩 破气 要是他们没记错的话 只是在半个月之前 这伙还在会议上大力反对和秦云文化合作 甚至提出在华国和骇客任务中打擂台 脸上满是高傲 根本看不起秦宇和他的骇客帝国 甚至觉得人家是信尽之辈 现在竟然Shit 史蒂夫你真不要脸 甚至连一项很镇定的杰森都睁开眼睛看了史蒂夫一眼 似乎是重新认识了这位华纳的制片部长 倒是坐在上面的杰夫听到这话很高兴 作为华纳的绝对高层 史蒂夫很合格 不要脸 这对于一个精英来讲是必要的 能屈能伸才是真正的男人 史蒂夫说得很好 你们觉得呢 听到杰夫的话 在场的高层要是还不明白那就真的杀笔了 人家史蒂夫先生已经给了他们一次当场教学 Boss 我同意史蒂夫先生的话 秦他确实一个天才 我建议再投入300万作为宣传资金 是的Boss 对于人才华纳一向很重视 我愿意和史蒂夫一起去华国 我同意 我建议马上和院线联系 我相信黑客帝国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想象的丰厚利润 说得对 美国对于华国的功夫本就好奇 黑客帝国里面的打斗戏非常精彩 我相信他们会爱上的 在场的高层开始吹了起来 不得不说能坐华纳高层的位置 对于如何吹嘘每个人都很精通 翻来覆去把秦宇吹了个遍 和一个月前简直判若两人 好了诸位 增加宣传资金的事可以商量 不过零点排片已经确定 如果上座率和影迷评价高 明天可以增加 不用太急 姐夫摆摆手 继续说 不过史蒂夫先生你要去华国这点 我不能决定 你得和杰森商量 一进这社之前一直都是由杰森负责 我也很希望你们能把情带到美国来 史蒂夫听到这话并不意外 赶紧看向杰森 眼神中满是祈求 杰森我恳求你让我去华国一次 我想当面和秦道歉 黑客帝国实在是太美了 我想问他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想和他一起交流一下电影的发展 可以吗 在场的高层没说话 转而看向杰森 这看似只是一次去和秦宇见面的机会 但实际上意义重大 要是黑客任务真的成功 那么秦宇地位将会增加 从华国到好莱坞没有任何问题 华纳还有好莱坞其他电影公司都会很欢迎 虽然美国歧视依然在 但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能给资本赚钱 别说你是华国人 就是你是一头猪 一只狗 他们也会把你当成上兵 资本主义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一个潜力无穷的导演 对于华纳高层的祝福也非常大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脉 对于史蒂夫以后的晋升有着很大的作用 当然对于杰森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都想看看杰森会如何选择 到底是拒绝还是同意 甚至连上面的几乎也很感兴趣 坐在位置上的杰森沉默了一会儿说 史蒂夫先生 秦性格比较奇特 我担心你和他会发生冲突 不如还是算了吧 过两天黑客帝国在北美票房达到预期 我再去一次华国即可杰森也不傻 他可不想把秦宇让给史蒂夫 我知道 可是杰森我是一个敏感的人 我真的想当面和秦道歉 当初差点因为我的原因和秦产生矛盾 史蒂夫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请求你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不如这样吧 我作为你的助手和你一起去如何杰森 虽然杰森的氧气功夫不错 但也在心里把史蒂夫骂了个遍 无耻至己 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之前他还奇怪为什么史蒂夫屁本是没有 为什么能坐稳制片部长的位子 现在他懂了 这家伙不要脸的 杰森长输一口气 史蒂夫的理由太充分 他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还是只能点头答应 既然史蒂夫你如此诚意 那我可以答应 不过希望你遵守游戏规则 我一定遵守 我却只是道歉而已 有对了 在华国应该叫负金请罪 史蒂夫笑着说 在场的其他高层也笑了 史蒂夫会遵守游戏规则吗 挥个屁 别看现在答应的很痛快 回头要是有机会 一定会暗中勾搭琴 真要是遵守游戏规则 史蒂夫也走不到这一天 杰森虽然聪明 有能力 但他低估了人性的无耻 史蒂夫会很好的给杰森上一课 那好 就这样决定 不过先等等 杰森这两天 你先负责将黑客帝国的宣传铺开 我希望你能给我带来惊喜 好的 BOSS在华纳的另一次宣传下 你国很多民众都来了兴趣 打算今天去看看这位 来自华国的天才导演 又拍出了什么好片子 佩妮 走呀 今天晚上我请客 我们一起去看黑客帝国 然后晚上去酒吧 玩怎么样 可我的小组作业还没完成 哎 辛迪 要不下次吧 走吗 大美妞辛迪拉着自己的好友 那个事情哦 上次的今天魔道团 你忘了吗 拍得非常好 我看了一些华国同学他们说的 在华国黑客帝国 反响也特别好 甚至还打破了 他们国家的票房记录 这个 佩妮其实也很喜欢琴 上次的魔道团 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而且这次的骇客任务 也是情自编自导自演 看了一眼自己的作业 佩妮纠结了一会儿说 好啦好啦你别拉我 我去还不行吗 不过说好你请客 去酒吧就不用了 晚上再请我吃一顿就行 没问题 走吧 很快两人收拾好 半小时后来到附近的电影院 哇 人不少哎 佩妮看了看四周 我记得上次情电影上映 都没什么人 一个电影院就几个人 辛迪听到这话也笑了 确实 当初魔道团上映 是真的没几个人 200多人的影厅空空荡荡的 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不过这次来的人还不真不少 那当然 你看 辛迪指了指旁边的海报 上次情的电影差点没上去 现在居然排在第二 很厉害的 是啊 走吧 我已经订了两张三地票 马上要开始了 两人取好票后 又买了一些爆米花和可乐 十分钟后进入影厅 辛迪环顾四周 发现人可比上次多了 至少已有百分之七十的上足率 辛迪 人不少 哎是啊 一会儿还有人 两人小声说着悄悄话 过了一会儿 全场的灯光熄灭 字幕开始出现 两人一边吃着爆米花 一边看着大一幕 但就在他们还在小声聊天的时候 电影开始了 柳一飞饰演女主角 清末一上来 就把所有人吓到 林立高超格斗技能 让所有米国佬瞪大了眼睛 这也太帅了 之后的快速追逐戏 更是如此 尤其是柳一飞和张静 齐齐跳过高楼的时候 三地视角下吓坏了众人 甚至在影厅 由米国佬直接爆发了国骂 Shit 最后看见女主角逃脱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辛迪 那女人是谁啊 好漂亮 好厉害 华国女人也这么厉害吗 佩妮背下的 有点说不出话来 刚才短短的不到两分钟的镜头 高潮叠起 看的人简直挪不开眼睛 有可能吧 毕竟华国是个神秘的国家 不过应该是特效 不然十多米宽的楼 怎么跳过去的辛迪也很惊讶 秦的导演风格依然如此 一开头就是王炸 剪辑的风格也是那么快速 看得让人目不暇挤 对了 最后那女人怎么没死 她去什么地方了 我也不知道 接着看吧 过了一会儿 随着秦宇饰演的江城出现 辛迪和佩妮 还有在场的人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秦宇玩得太大了 骇客任务意思竟然是这个 原来人类所在的世界 竟然是虚拟的 是一个由AI创造的虚拟世界 所有人包括主角 都是生活在虚拟世界 这脑洞 他们没见过呀 好莱坞不是没有关于 AI科幻片 有 而且不少 但没有一个创意 能和骇客任务相比的 都是一些AI和人类 真刀真枪的干 哪有像这样的脑洞 全球虚拟 人类被AI当成养分 S HIT 绝了 整个影厅 除了电影的声音 其他没有任何一点身影 大家都在认真看电影 几分钟之后 当秦宇饰演的主角 吞下红色药丸 出现在现实世界的时候 全场的观众 发出惊呼 一眼望去 现实的世界 似乎变成地狱了 被撕裂的大地 昏暗窒息 住处都是残垣断壁 没有一丝一毫生机 人类是真的输了 第411节 这还没完 更让所有人难以接受的是 在这样的大地上 整齐的摆放着 无数的培养敏 而每一个培养敏中 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 看到这一幕 一些感性米国老 差点哭了出来 绝望 深深的绝望 人类输了 当成了养料 一辈子都无法走出 这样一个培养敏 母体剥夺了 人类的一切可能性 不管你在虚拟世界中 多么牛逼 多么厉害 那永远都是假的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不管多长十年 都无法逃脱这个牢笼 这对于标榜 向往自由的米国老 简直比杀了他们 还难受一万倍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愤怒 情绪也彻底被电影掌控 之后 秦宇饰演的男主角 学完所有技能 带着所有人 在虚拟世界 大杀四方的时候 在场的影迷激动得不行 甚至有人大喊 杀死那个混蛋干死他 精彩的打斗过程 还有直升机 加特林的狂轰乱炸 看得众人直呼过眼 还有那拳拳倒肉的对战 说实话 米国老还真没见过 如此精彩的打斗 不少人惊呼刚复 Chines刚复 影厅的观众 完全没察觉到时间流逝 电影来到尾声 当秦宇饰演的主角 穿过大反派 客警投资的身体 最后进化成救世主 电影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当电影定格的一刻 所有人都猛了 这就完了 不是还有母体吗 可过了一会儿 彩蛋亮了起来 这下观众惊讶的脸上 又露出笑容 原来这是个系列电影 后面还有 《骇客任务2》 重装骑士 下一秒全场的掌声响起 看完后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兴奋和激动 甚至他们很难想象 这是一部华国电影 该怎么说呢 不管是在剧本构思 电影拍摄 还是在特效上 都和好莱坞大片一样 甚至于在动作设计 还有脑洞方面 更是出彩 完全颠覆了他们 对华国电影的印象 虽然也有精彩过瘾的打架 但是更加出彩的是 剧情设计和想象 和他们之前看过的 华国电影完全不一样 没人会喜欢那种 慢吞吞的电影 虽然电影已经结束 不过走在路上 观众们还在不断讨论着 甚至有人 幻想模仿一下 秦宇的子弹时间 兴奋的不行 辛迪和佩妮也是一样 佩妮 怎么样 这次来的不亏吧 我早就和你说过 秦是一位天才导演 黑客帝国拍得太好了 该怎么说呢 我无法形容 很震撼 比魔道团还要精彩 辛迪激动到 我知道了 确实很精彩 不过就是情态可恶 我好想看之后的剧情 佩妮很郁闷 第一部虽然也很精彩 可没眼人都能看出来 更加精彩的第二部 重装骑士 已经暗示了 这肯定是和AI的大战 里面又会出现新的能力呢 好奇的厉害 我还不是一样 不过没办法啊 电影就那么长 总不能拍四个小时的电影吧 也不是不可以了 你好 两位美丽的小姐 我是来自华纳的调查员 可以请你们 简单做一个问卷调查吗 我没有小礼物放 上 当然可以 两女笑着说 然后拿起问卷 看到第一个问题 两女都毫不犹豫的选择S家 之后的选择也都是好的 甚至辛迪还在问卷最后写下 希望骇客任务第二部 能尽快上映 十分感谢两位美丽的小姐 请你们收下这礼物 谢谢辛迪刚准备走 忽然回头道 先生你们可以联络琴吗 调查员也愣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个或许可以 那你们华纳可以告诉秦宇 让他早点拍摄重装骑士吗 我很期待第二部 我也是 可以你也赶紧说 听到这话 刚刚看过 骇客任务的观众 也纷纷凑了过来 先生 我们也一样 为什么只有一部 对呀 而且刚刚是断载最精彩的部分 母体呢 Shit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说的对 强烈要求秦赶紧拍摄第二部 一群人纷纷抗议 华纳的调查员也忙了 像是这种事他做了一辈子 调查员也没见过两次 而且居然是一部华国电影 眼看着局面要失控 调查员赶紧说 好好 诸位我的要求我已经收到 我回去之后肯定会上报 华纳会紧急和秦商量 你们放心 或许秦已经在设想第二部 也不是不可能 你们也知道 他是一位天才导演 见调查员答应 众人才慢慢安静下来 可欣迪并不满意 身为南加州的高材生 他很清楚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只是托词而已 还得靠自己 佩妮晚上帮我个忙 什么呀 我们一会儿去这样 然后这样 佩妮听到之后 眼睛一亮 赶紧点头答应 航部只是洛杉矶这件戏院 在美国一共有超过700家戏院 2000多大荧幕一起上映 许多美国老看完后和心地他们差不多 美国老懂得都懂 显得很喜欢琢磨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情语的骇客任务 简直戳中了他们的G点 科幻 AI 虚拟实境 这你妈神奇的东西都凑在一块上去了 谁不喜欢 晚上的时候 美国最大的电影论坛烂番茄上 已经有不少推荐骇客任务的贴文 来自华国的天才导演 无与伦比的想象力 骇客任务是我看过最精彩的科幻片之一 贴文一发 很快就有很多人点了进来 电影好看吗 真新闻 琴虽然很不错 不过华国似乎没什么科幻片 同问 看了好多推荐的帖子 不是水军吧 绝对不是 相信我你们可以去看一次 真的很精彩 琴 将一切我喜欢的元素都融入到了黑客帝国之中 很震撼 尤其是回到现实的一刻 我简直难以相信 是的 我也看了 说实话 意外的好 该怎么和你们形容 这部部电影能帮你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甚至我都有些害怕AI继续发展下去 我们人类真的是AI的对手吗 bro 我看过一篇文章 具体什么忘了 不过其中有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也许人类真的只是地球的一个过渡产品 碳基生物就是为了诞生西极生物而诞生的 或许人类的使命就是为了创造AI这言论一处 一时间看到的米国佬们都被震惊到 人类只是过渡生物 终极使命就是为了创造出西极生物AI 这简直害人听闻啊 凭什么 很多网友站出来反驳 一时间吵翻了天 许多围观的米国佬也惊讶到了 这你嘛 你们吵什么吵 到底电影怎么样啊 说说枪 不过看着大家吵得这么热闹 一群人也很心动 应该很不错吧 不然的话 哪里会闹得这么凶 而利边辛迪和佩妮回到警示后 看见这么多人在网络上安利 脸上也满是笑容 骇客任务越火 对他们计划就越有利 辛迪 我建议我们再等两天 现在看过的人还太少 真要是游行的话 参与进来的人不会很多 等几天看过的人多了 我们再来如何 好 这样吧 你去忙你的小组作业 我先在校园论坛上 给大家推荐一下 行申业 华纳总部 杰夫还有杰森 还有史蒂夫 和几个高层都还没走 他们还在等着票房和统计数据出来 这对于接下来 华纳要不要扩大宣传和戏员数量 有着指导作用 而且最重要的反而不是票房 而是评价 只要观众的评价好 那么一样可以加大推广 没多久 杰森就收到了手下收集的问卷调查表 而且已经做好数据了 看完之后 杰森脸上露出笑容 哦 说说吧 杰夫坐在椅子上 点燃一根雪茄 饶有幸取倒 史蒂夫还有其他两个高层 也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杰森看向图表认真道 我们一共发行了2000张问卷 收回来1900张 有效问卷有1805张 其中评分在A以及A以上的评价 占了95% 剩下的C的只有仅仅不到50张 而且这50张中有不少是故意给的 骇客任务一 他们觉得太短 不过瘾 听到这话 在场的人都笑了 都看过电影 他们也知道 骇客任务一 其实只是人类和AI大战的序幕而已 真正精彩的应该是后面 但在这里 许多人不满他们也能理解 其中S三个等级的评分 更是有70%杰森 说完之后看向杰夫 我手下的人给的评价是 一流的商业大片 建议立刻扩大宣传和影院规模 杰夫点点头 这个评价很中肯 并没有任何夸大 史蒂夫还有其他两位高层 也非常兴奋 就算是不看零点票房 光是这评价 就足够他们冲一波 骇客任务绝对能让华纳转翻 其中史蒂夫更是兴奋 偷偷看了一眼杰森 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小子 多谢帮我发掘了一个天才导演 这人我要了 至于你吗 虽然聪明 不过太年轻 等我成了CEO 那你就是我的制片部长 史蒂夫在杰森说完之后 赶紧说 Boss 我建议立刻扩大上映规模 2000块荧幕太少了 刚才我看了网络上网友 对于黑客帝国讨论非常多 论坛上有很多人都在自发推荐这部电影 Boss 我同意 我也同意史蒂夫意见 先不急 扩大是应该的 杰夫抖了抖烟灰 继续说 不过要扩大多少 还得再等零点票房出来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 Boss一名 史蒂夫赶紧拍马屁道 是我住捷了 杰夫笑笑没说话 可心里暗暗道 你这老家伙真的住急吗 旁边的杰森也看出来了 可没办法 他的个性可没史蒂夫那么无耻 只能在心里暗骂这家伙两句 明明是劳资 在辛苦统计数据 关你劳小子什么 无耻 过了一会儿杰森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美国虽然也有统计票房的网站 不过华纳的实力更强 可以提前知道第一轮的统计讯息 虽然会存在一些误差 但一般情况下差距不大 为我知道了 十分感谢杰森挂了电话 看向杰夫说 Boss 统计数据已经出来说 杰夫也把雪茄放在一边 其他几人也竖起了耳朵 骇客任务 零点票房308万 上座率在81% 今日票房排名第十 听完之后 杰夫鼓起了掌 在场的众人也一样 作为华纳的高层 他们对于票房数字敏感的 不能再敏感 81%的上座率已经非常惊人 票房308万 单管票房在4000左右 要是上映一天 那绝对能上万 这可是非常不错数据 好莱坞电影 单管票房一天能上万的电影 真的不多 杰森这次黑客帝国能成功 你功不可莫Boss 这是我应该的 杰夫也没多说 起身道 史蒂夫你立即和院线联系 首日排片必须翻一倍 4000块屏幕必须给我拿下来 越多越好 是Boss 杰森 宣传继续保持 不仅是在线下 线上也要大力推广 电影论坛 社交网 一个不能少明白 你们两人立即去联系海外 三天之后 黑客帝国在全球铺开明白 都去忙吧 是Boss 另一边 秦宇道士150 很舒服 公司周胖子先是把无心法师的版权弄到手 然后开始圈里招人 卯油条不要 专门招新人导演 当然他也不傻 不会去找刚毕业的 而是跑去华谊 成天 光线这些公司去挖人 这些公司眼光可不错 能进入的新人要不就有关系 要不就是本事 挖几个倒是轻松的很 只是之后一定会被骂得很惨 不过周胖子不介意 不就是被骂吗 以前当经纪人的事天天都是被骂 这算啥 徐震那边也在锦楼秘谷 开始准备拍人在囧图 找了半天 秦宇给他推荐了王宝强 一看合适的不行 前一到账就开始立想 剧本也送去审核 理解这边等柳一飞身体好了之后 就开始带着他四处捞金 柳一飞现在可是正当红 骇客任务中 秦宇把他拍得非常好 简直不要太美 商演的价格也从之前的70万左右 暴涨到100万 甚至一些大型活动出来的更多 理解高兴坏了 甚至暗戳戳给秦宇传消息 想会有秦宇一起商演 柳一飞的价格高 秦宇价格较高 杨诚那边有一对土豪儿子结婚 要是秦宇愿意和柳一飞一起出息 那他们可以给400万 两个人一天400万 这捞金的速度简直是夸张 不过秦宇依然拒绝了 他赚钱是为了享受的 跑那么远何必呢 反正有人给他赚 神仙姐姐多跑两个不就有了 顺手环把赵丽颖推给了理解 虽然赵丽颖有自己的工作室 但和柳一飞差别不大 一起带着 治愈原来的经纪人 负责一些工作室的安排就好 在家里已经待了两天 快乐的不行 哎呀 真不行啦 怎么睡个午觉有这样了 李清轻轻推着秦宇 小脸上还是红韵 秦宇上午来 吃了午餐不够 还要吃他 两人玩闹了很久 本来以为已经好了 没想到下午才睡了一个小时 就又被秦宇拉了起来 行吧 不过这次给你记下 下次不准跑 秦宇发现自从用了身体强化卡之后 效果很明显 非常明星 李清中午我都翻白眼了 怀中的李清听到这话 才松了一口气 轻轻捏着秦宇的肌肉道 老公 你最近是不是好像健身 还有我怎么感觉长高了 李清有些疑惑 身为秦宇的女人 她的感受很明显 你说呢 健身还不是便宜了 你秦宇捏了捏李清的小脸 讨厌了 李清拍拍秦宇的手道 别玩了 我晚上还得去公司开会 秦宇想想算了 回头去找杨幂玩 好几天没开跑车了 有点想念的慌 陪我再躺躺 好 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儿 李清走后 秦宇收拾好 也准备离开 就打了半场不过瘾 本来是准备去杨幂 没想到周胖子打电话说 华纳的人来了 让他去公司一趟 他解决不了 想了想 秦宇还是回公司 晚点再开跑车也不迟 来到办公室 发现白露这妮子坐在沙发上 笑得很开心 怎么了 白露 什么事这么开心 老板 你怎么自己的电影也不关注一下啊 你看看黑客帝国 在米国的票房都出了 首日和零点加起来 一共有1400多万 第二天 也有1300多万数据特别好 我看烂番茄上 好多人都在夸你 大家都说 你是来到东方的导演天才 秦宇撇撇嘴 他以为是什么呢 就这 骇客任务 在米国不火问题好吗 本来人家就是好莱坞的电影 秦宇改的也不多 剧情紧凑了一点 动作戏加入了更多的华夏分元素 电影的主题思想又没变 怎么可能不火 小女子 高中都没毕业 看得懂英文吗 讨厌 老板 不准提这个 白露憋憋嘴 我之后有好好学习的好吗 喜行行 你最乖 一边去 有客人要来了 知道了 另一边 秦云文化门口 刚结束一场活动 回到公司的柳亦菲 有点奇怪 喂 周总你站在这里干嘛 没事 你进去吧 柳亦菲憋憋嘴 他可不走 是不是有好东西 不然周胖子一直站在这里干嘛 说说嘛 什么事啊 看你高兴的 黑客帝国在米国反响很不错 华纳来人想和秦云商量一些事 你别堵着我 人家快来了 见状柳亦菲眼睛一亮 走 走个屁 老娘才不走 华纳竟然来人了 这是要分钱吗 这次不能少了我 秦云那家伙太可恶了 完了老娘几天不打电话不说 还派老巫婆在第三天就托他去商演 老娘才刚恢复好吗 可恶 我陪你一起等 周胖子也没办法 翻白眼道 行 不过一会儿你别乱说话 人家是高层 放心 我又不傻办公室里 秦云还在处理事情 小颜脸 你明年年初的时候把事情都推推 到时候有好事找你 赵丽颖眼睛一亮道 你新电影 新电影个屁 秦云翻翻白眼 他新电影还没想好 不过已经有了决定 本来上次就准备去混个奖 但被三爷给当我了 这次不能再耽搁 先拿个奖再说 之后恐怕就没啥时间了 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商业片上 你其实更适合小荧幕 有部大制作等你 赵丽颖听到这话也不觉得失望 他可比柳一飞聪明多了 看不起小荧幕 傻子 一部爆款剧不比电影捧人差多少 而且时间也要不了那么久 拍摄也更轻松 干嘛不要 他进入娱乐圈就是为了赚钱 可不像是柳一飞天天在做梦 好的商量好之后 赵丽颖准备离开 可还没走 周胖子都带着乔森 还有史蒂夫两人走了进来 后面环跟住一个柳一飞 秦云也奇怪 给了周胖子一个眼神 庞福在说你怎么把这女人带了 周胖子怂怂肩 表示没办法 有好事儿 柳一飞鼻子比谁都领 秦云摇摇头 美大力这女人 赶紧露出一副笑脸 起身说 欢迎你我的朋友乔森 秦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两人拥抱了一下 脸上的笑容都非常真诚 灿烂 都是演技派 谁也别说谁 这位是秦云看向一旁的史蒂夫一祸道 他不傻 这人和杰森一起来 但一点也没有作为下级的感觉 甚至刚进门的时候还是走在杰森前面一点点 有哪个助理会这样做 真要保证你三天不到就会被扫地出门 杰森还没说话 一边的史蒂夫就开口了 脸上满是激动的笑容 秦 我是华纳的制片部长史蒂夫 Oh my God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的黑客帝国拍摄的太美了 可以说是黑色的艺术 史蒂夫巴拉巴拉说了一大推 秦云听着都有点尴尬 特么的 大鼻子你真能吹 遇到同行了 不远的休息间 柳依菲和赵丽颖也在偷听 本来听到这米国老是华纳的制作经理 还有点惊讶 虽然他们没去过好莱坞 但也知道 一个制片部长地位有多重要 简单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二把手 拥有很高的实权 但接下来的社却让他们三观尽毁 这么甜 你真的是制片部长 开玩笑吧 对了 秦 我来这里最重要的是 向你道歉 史蒂夫将前因后果快速过了一遍 诚恳道 希望秦你能原谅我之前的永远无猪 听到这话 秦宇警戒性一下子起来了 卧槽 这米国老有点东西啊 能屈能伸 身为华纳的绝对高层 竟然这么拉得下脸 是个人物 赶紧客气道 史蒂夫先生 不用如此 要是换位思考 我想我也会和你做同样选择 不行秦 这个给你 史蒂夫将一张卡片给了秦宇 这个是洛杉矶科夫高尔夫俱乐部的勃金卡 算是我的赔礼 你一定要接受 不然我心有不安 唐边的杰森听到之后 虽然面不改色 但内心直骂娘 史蒂夫这家伙混蛋 竟然还有准备 这张勃金卡可不简单 最高等级的会员 发行量很少的 去的话可以享受极致的服务 说是高尔夫 但懂得都懂 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 这个 好吧 谢谢你 我的朋友史蒂夫 快请做秦宇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应该是好东西收下 这老小子明白着 就是和杰森有些不对付 正好可以利用一下 秦宇才不管他们之间的矛盾 他只管自己能得到好处就行 三人坐在一起 杰森赶紧接过话题 趁秦宇不注意 狠狠瞪了还是蒂夫 可人家压根不搭理 秦 黑客帝国在米国的反响很好 两天半的票房 接近三千万美金 华纳希望你可以去米国 进行几场路演 秦 你放心一切花费 都由华纳承担 而且每进行一天的路演 我们会额外给你一百万美金 应该不需要我去吧 我看这评价也不错 最近也没什么竞争对手 虽然钱不少 但秦宇还是不想去 秦 华纳能争取最好的最佳排片 就只有不到15天 现在是最好的宣传时机 在最短时间里打开市场 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秦宇撇撇嘴 这对他来说好处不大 赚也是替华纳赚钱 凭什么自己要出大力 说实话 15天也够了 米国那边上映的电影 可比国内多了 15天差不多也有两亿票房 海外盒差不多 就算是差一点 也有三个多亿美金 还要啥自行车 现在他国内跟机环不太稳 没那么急着去好莱坞 柳一飞看着秦宇不答应 急得不行 去米国路演呀 还可以赚钱 秦宇你傻呀 干嘛不去 柳一飞真恨不得替秦宇答应 倒是赵丽颖大致猜到了秦宇的想法 不太想让华纳占便宜 100万一天 说实话真的不多 华纳绝对能赚好几倍 感觉诚意不够 倒是旁边的史蒂夫笑了 杰森你还是太年轻 这点钱对一般人来说很多 对于秦宇算什么 还是我来吧 钱 不知道你对好莱坞怎么看 秦宇看了史蒂夫一眼 点头道 世界电影中心 秦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去好莱坞 绝对是够资格的 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你件事 如果路演去米国 你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华纳可以免费帮你发行 而且首映不会低于2000块大荧幕 不需要一分钱 作为交换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以后 在海外 华纳有优先发行的权利 秦宇听到这话 真的心动了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 是他征战好莱坞的底牌之一 但问题是去的话他没跟机 不止拍摄很困难 而且人家发行方人家也不傻 一定会分走一部分版权 这是好莱坞发行公司的规则 这才是秦宇担心的 加勒比海的版权啊 就算是被分走十分之一 他也心疼 可要是有了史蒂夫这话 那至少第一部版权全是他的 到时候 华纳想收入囊中不给一个满意的价格 秦宇就卖给迪士尼 也算是乌龟原主 史蒂夫你这话是认真的 当然 史蒂夫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会吃一次大亏 赶紧摇摇头 怎么可能 他不相信秦宇第一次来美国拍摄的电影 就能达到骇客任务的高度 我也是小伙 甚至很有可能是亏本 还能交换到骇客任务的优先发行权 赚大了 好 那我答应了 旁边杰森惊呆了 杰森其实算是个善良的人 他想提醒一下秦宇 别看史蒂夫很大方 免费帮你发行 但很多导演 在世界范围内 只要不是好莱坞正统出身的导演 第一次去好莱坞 都会水土不服 这是好莱坞多年总结的经验 一般来讲至少也要等到第二步 甚至是第三步才会慢慢起来 可要是还适应不了 那你只能离开 虽然秦在华国拍摄的德西应手 但去了好莱坞 真不一定的 史蒂夫这家伙是在挖坑呀 那好 我们可以写进合同 你放心 我会立刻和华纳总部联系 他们绝对不会拒绝可以 见旁边的杰森想说话 史蒂夫皱着眉头 杰森你想干嘛 难道你不相信秦能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 杰森 他倒是不怀疑要是秦适应之后 会在好莱坞混得好 但第一片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杰森不用担心 我相信自己好吧 我没有意见杰森摆摆手 事已成舟 他想提醒也没什么用 甚至还可能得罪秦宇 何必呢 两人商量好之后 又聊了一会儿将时间安排好 路演的次数不多 就六天而已 之后 秦宇将两人送走 柳亦菲和赵丽颖虽然听了整个过程 但说实话没太听懂 他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秦宇要去好莱坞录影 至于其他 有些不懂 甚至觉得秦宇占了便宜 倒是周胖子听了出来 他去了好莱坞很多次 了解不少 秦宇别说了 我心里有数 你去送送两人 那好吧 周胖子走后 秦宇没管柳亦菲和赵丽颖两人 心里乐得不行 他都想着自己要不要直接好莱坞 拿奖的事放在一旁 很纠结 可仔细思考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去混个奖 现在的时间刚好 7月欧洲三大奖都是在5月左右 将近一年时间拍摄《楚门的世界》 绝对是够了 至于能不能拿奖 秦宇觉得应该没那么连黑 甘娜 威尼斯 还有柏莲总是能混到一个吧 不挑的 另一边 柳亦菲也挺高兴 一把拍在赵丽颖小屁股上 你还不走 在这里干嘛 柳亦菲想赶紧把这女人轰走 600万美金 他要分钱 这女人在这里干嘛 想付我的钱 做梦 柳亦菲 你干嘛 赵丽颖气得要死 小心我揍你 柳亦菲扬起自己的小拳头 对于这个来分自己资源的赵丽颖 她可没啥好感 你 赵丽颖衡量了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她充其量也就6000 面前 这女人至少1万以上 惹不起 好你不吃眼前亏 哼 走就走 不过柳亦菲你别太嚣张 忘了之前你过的什么日子吧 那又怎样 老娘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 你个二线女星 别碰刺我赵丽颖终于知道柳亦菲为什么人缘那么差了 二线女人 但柳亦菲仰着头 你要比比微博的粉丝量还是知名度又或者是其他 我都可以 哼 给我等住 赵丽颖狠狠瞪了柳亦菲一眼 随即转头离开了办公室 柳亦菲一点也没放在心上 见人走了 赶紧来到秦宇面前伸出手道 我的那份呢 你这样欺负赵丽颖就不怕人家报复 刚才的一切秦宇都看在眼里 但她也没阻止 对待公司的艺人秦宇态度是不管 保持一定的公平 让他们自由竞争 你要是输了 那就发愤突强 只要不过线 良性竞争对公司的发展也有好处 我会怕那小圆脸 柳亦菲很不屑 现在她热度 在一众女心之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连大花都差了一点 更别说小花了 秦宇笑笑没说话 话说的有点早 人家赵丽颖可不简单 柳亦菲这样轻视人家 迟早有一天要吃大亏 千万别低估了女人的报复心 一个个狠着呢 好了 别转移话题 一共600万 我要的不多300万美金 我们一人一半 听到这话 秦宇慢慢起身来到柳亦菲身边 仔细观察了一下 上次被秦宇开发了之后 柳亦菲身上的气质确实变了一点 以前是清纯灵动要多一点 现在嘛 身上弥漫着不少知性女人的气息 各有各的好 柳亦菲看着秦宇朝她走过来 意识到了什么 你干嘛 你真想一人一半 柳亦菲感受到秦宇身上的气息 有些发软 不过还是绝强道 当然 那好 给你一般不过 秦宇低着头在柳亦菲耳边低声说了一句 瞬间柳亦菲脸红的不行 连脖子还有耳朵都红了 混蛋 我说过你跑不掉的 说完一把将柳亦菲抱在怀中 亲了上去 没多久 柳亦菲就软在秦宇身上 放开我了 这还是在办公室呢 原本秦宇都打算带着女人回家 不过嘛 一听就是在办公室 那就更好玩了 快走两步将办公室的门给关上 柳亦菲看着傻了眼 这家伙想干嘛 该不会 秦宇你想干嘛 要么你猜 柳亦菲 同时 赵丽颖本来都准备回家 可想起之前秦宇和周胖子说的什么无心法师 琢磨了一下 觉得自己可以试试看 他可不傻 要是没记错 这是秦宇亲口让周胖子去买的版权 秦宇的眼光可不低 多半是好东西 要不去问 秦宇应该还没走吧 赵丽颖看了一眼手表 朝着秦宇办公室走去 到了地方 敲了敲 没人吗 赵丽颖有些奇怪 明明灯还是亮着的 可不见人会话 又敲了两下 还是没动静 想了想扭了一下门把 发现根本转不动 赵丽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耳朵贴在门上 果然 声声入耳 我靠 还神仙姐姐呢 屁 骚货一个 赵丽颖催了一口 不过秦宇这家伙还真是会玩 突然间赵丽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以后柳亦菲这女人再敢要五和六 信不信她吧 这是给传出去 人人都爱的神仙子子泽泽私底下竟然是这副样子 简直比人家陪酒的小姐姐还要会哦 小女子 和我玩 给我等着 想好之后 赵丽颖也没继续听 毕竟也是二十多岁的年纪 真以为她那么能忍啊 再听下去 可就要出丑了 另一边 神通广大的记者已经翻墙把骇客任务在美国上映的消息传了回来 骇客任务在国内基本上走到尾声 上映了28天 单日票房已经只有500万左右 总票房来到了15.7亿 加上有延迟密钥 16亿不是问题 要是运气好 17亿也不是不可能 这已经非常让网友们自豪 当国内的导演还在为破10亿挣扎的时候 人家秦宇已经朝着20亿发动了冲锋 差距简直不要太大 但更加惊人的是黑客帝国在美国的反响也特别好 上映两天 记者们已经忍不住 开始吹起来 骇客任务在美国受到热捧 两天狂澜三千万美金 秦宇来自东方的天才导演 消息一出 尾观的吃瓜群众激动的不行 真的是假的 两天三千万美金 特么的 好莱坞大骗也不过如此吧 三千万美金 A相当于两亿人民币 卧槽 卧槽 真的假的 这群记者别又是在骗人吧 靠 别乱来 黑客帝国真要那么火 还是在美国 沙雕记者 博人眼球而已 本人留学生 帮你们看了 零点票房加上首映两天是2700万多一点 火倒是挺火的 没错 我刚才也翻墙看了 昨天票房排名第四 就在饥饿游戏后面 这些记者的一天到晚就知道乱说 非要说三千万 真实报道不行吗 就算是2700万已经非常厉害了 嘉一网友们听到这话 倒也没生气 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不错呀 算是三天加起来都已经2700万 而且昨天还在美国电影排行排名第四 周很厉害的 2700万也很不错了 超乎想象 说的对 四舍五入记者也不算乱说 秦宇为此 以后谁还敢说 咱们华国人玩不起大片 玩不起科幻 黑客帝国了解一下 希望国内的娱乐公司 好好跟人家秦宇学 第一天就知道要拍什么艺术 那玩意儿哪有大片好看 加一圈里的人看见之后 也激动的不行 对秦宇倒没有什么极度傻的 差距太远 极度不了 倒是对张静 黄晓明这些人极度的不行 这些家伙运气可真好 拍一部电影竟然成了国际知名演员 两天在米国就有2000多万的票放 凭价还那么好 还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 骇客任务肯定也会像魔道团一样 全球铺开 到时候知名度不说扩散到整个蓝星 但在东亚这个地区绝对没问题 便宜占大了 一部电影吃一辈子呀 大家又开始纷纷打听了起来 请倒下电影怎么说 圈里的娱乐公司也一样 不过他们比演员胃口大得多 既然你秦宇都能拍大片 脑门为什么不行 一部骇客任务投资收益简直夸张 就算在国内也能几亿 还别多收国外 于是乎 圈内很多娱乐公司开始研究起来 没错 他们要拍大片 赚大钱 能不能赚钱现在还不知道 但圈里的编剧可高兴坏了 因为秦宇的原因 他们的单价暴涨 为了要弄到一个好的剧本 有些资本什么开出了天价 华裔私下直接传出消息 如果有过关的剧本甚至给票房分成 成天 光线 这些大型公司也是 秦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还挺开心 华国的编剧其实一直都是被压榨的对象 地位太低了 剧本资本可以改 导演可以改 制片可以改 甚至连一些演员也可以改 这你妈改来改去还能看个屁 编剧 一剧之本 地位确实应该再上升一些 不然没有一个好故事 是绝对拍不出一部好的电影 另一边 秦宇带着刘亦飞在米国已经开始了录演 华纳似乎是低估了秦宇在米国的人气 当第一天两人出现在电影院的时候 差点引起了暴动 兴奋的米国佬纷纷往台上冲 跟住一起来的杰森那才是被吓尿了 华纳也没想到秦宇那么受欢迎 赶紧找人把秦宇还有秦宇怀中的刘亦飞救出来 这要是出了事 华国官方都会责问 你们是不是玩不起 怎么国家好不容易出了宝贝 结果路演被你们米国人给踩死了 华天下之大击 官方不生气才怪 之后的几天 路演华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每次路演都会带上好几个宝权 不然生死难料 一直到了第六天 剩下最后一天的路演 中午 秦宇拍了拍神仙子子的屁股 起来了 手都酸了 秦宇揉了揉手臂 神仙子子睁开眼睛一脸不屑 你手酸酸什么 昨天我嘴不酸吧 混蛋说起这个秦宇倒是笑了 甚至连睡意都没了 捏了捏柳依菲的小脸道 你还记得之前说过什么吗 不是一辈子也不会吗 神仙子子翘脸微红道 混蛋别捏了 我要去洗澡 身上都是你的东西 秦宇倒也没拦着躺在床上 拿起一旁的笔记本看着 邮件来了米国已经好几天 不得不说效果还是很好的 路演之后米国票房一路涨 现在米国上映10天 票房已经来到了1.41亿美金 昨天单日票房1460万 仅次于神头奶爸1562万 米国票房排名第二 海外票房也很棒 在秦宇来米国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全球上映 华纳的底蕴确实厉害 全球超过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比上次磨道团可厉害多了 上次磨道团全部加起来也才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之前杰森说的 华纳可以让磨道团票房上涨一到两成是真的没开玩笑 全球票房上映7天 华纳那边统计大约在1.2亿左右 有误差也不大 毕竟那么多国家统计票房确实有点难 全部算起来差不多也就是2.6亿美金 这个数字真的不低 华纳预计米国这边骇客任务大约会落在2.3左右 全球票房会多一点 估摸住会在2.5亿5亿美金 想到这里秦宇嘴角露出笑容 差不多5亿 我这也算是华国第一份了吧 但在秦宇开心的时候 柳亦飞急忙忙从浴室里冲出来 面色慌张身上就围着一条浴巾 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小脸不是勾引人犯罪吗 倩倩你会的吗 虽然时间有点晚 不过我们抓紧一点应该没问题 见秦宇要扯自己欲惊柳亦飞气的不行 混蛋你别过来都什么时候了 你看看酒店下面来了很多游行的人 大鼻子游行又不是什么新闻 这不是日常操作吗 别管他们咱们继续秦宇一把将柳亦飞抱在怀中 水水嫩嫩的可真好 别乱捏柳亦飞拍了一下秦宇作乱的大手 可人家游行是讨伐你啊 他们要看黑客帝国2 他们觉得你是故意的 最精彩的剧情放在第二部 还说你给他们造成了精神伤害傻 听到这话秦宇整个人都傻了 这尼玛叫什么事儿 米国老脑子有毛病吧 我的电影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还精神伤害 你他们怎么不说魔法伤害呢 他们有病吧 你难道不知道米国这群影迷是最难伺候的一群人 秦宇放下神仙姐姐 来到窗边果然饭店外面来了很多人 已经把酒店给包围了 一个个嘴里环喊着重装上阵 秦宇一脸黑 上你嘛 脑子有毛病吧 柳一飞也来到秦宇身边 手里环拿着平板道 秦宇 你完了 我看你是走不出米国 你看推特上有人发布了消息 他们说你要是不给黑迷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就不让你离开米国 已经上了推特的热榜 下面留言的人超过了60万 转发量也有40多万 你死定了滚蛋 白了柳一飞这沙雕一眼 秦宇拿起桌上的手机给杰森打了过去 秦对不起突发事件 我们马上将影迷驱散 我们这边也联系了洛杉矶警方 会马上将你解救出来 这个不助急杰森 要不你们华纳弄个直播 我看这挺有意思的 电话那头的杰森愣了一下 随机很快反应过来 秦你是想 这么多人多好的宣传点 说不定还能自己一下票房 好 我们马上去联系 一个小时后 我会来酒店 我们再商量 不带几个安保来没问题 秦宇挂了电话 脸上露出笑容 可旁边的柳一飞看啥了眼 他本来还准备看笑话的 没想到秦宇脑子反应这么快 没怕就算了 竟然还想着利用游行的人来一波宣传 果然是天生的奸诈小人 想看笑话 秦宇看向柳一飞 给我过来吧你 秦宇抱着神仙子子就开始啃起来 这女人就该好好收拾 一天到晚就想着她倒霉 小丫头你年轻了一点 呜呜扁 我还腾着呢 秦宇我恨你 一个小时后 杰森来到饭店 还有点担心 秦你这方法不错 可问题是一会能行吗 你也知道米国人杰森虽然没名说 不过意思到了 米国老这群人可是固执的厉害 现在米国还有很多人相信地球是平的 没错就是地球是平的 甚至还特别成立了一些地平协会 就离谱 真要是平的 人家老爱和牛顿的棺材板都压不住 放心吧 没问题 秦宇对于和沙雕谈话很有心得 你们直播弄得怎么样 已经开始了 在华纳有线电视频道 看的人还不少 不过下面的人也越来越多 不只是洛杉矶 米国很多地方都在游行 你们米国老 还真贤杰森 再等等 人再多一点下午三点 游行的影迷已经将饭店整整包围了两个半小时 人也越来越多 本来只有不到200人 现在密密麻麻起码有700多人 不远处 华纳的记者正在及时报道 各位观众 黑客帝国的影迷们已经整整呆了两个小时 人数现在已经快1000人 来自华国的天才导演到现在都还没出来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位天才导演到底会做些什么 一旦处理不好将会是一次重大公关危机 记者生情并茂 说的就好像是要世界末日 不过效果很不错 很多观众都被吸引了过来 说失率不断暴增 倒是有些人开始骂娘 福斯还有迪士尼的负责人看见之后 气得要死 这明白着就是在炒作 不然为什么过了快三个小时 是秦宇和华纳的人还不出来解决 甚至还把卫星车开了过来 不就是想把游行的事给闹大吗 替成本都没有广告 真特么不要脸 好莱坞懂的人不少 可也没办法 人家运气好遇上了能怎么办 福克斯和迪士尼只能祈祷华纳和秦宇搞砸 不然他们的饥饿游戏 还有神通奶爸可就危险了 这是想争个第一啊 又过了十多分钟 饭店聚集的影迷已经超过1000人了 或许真正的影迷不多 很多人都是来凑热闹的 米国老妈懂得都懂 一天到晚闲得慌 记者看着有惊呼 Oni shit 刚才我的助手告诉我 在整个米国已经爆发了20多次游行 米国各地都有这位天才导演真的要小心了 一旦处理不好 结果很难预料 黑客帝国实在是太棒了 我也理解这些影迷 说实话要不是我是记者 我都想参与其中 然后把这位天才导演赶紧送回去 把黑客帝国第二部赶紧排出来 我们要看人类和AI的大决战两家电影公司 已经彻底无语了 这华纳的记者句句不离骇客任务 简直离谱 这么粗暴的炒作方式 你们这些蠢货真的会买单吗 还别说 真会 很多在看直播的观众 看见如此火辣的场面都忍不住想去看看 之前他们听说是华国电影没怎么在意 可以看见大家都喜欢 甚至不惜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游行 他们也动心了 想知道什么电影竟然能让这么多人疯狂 虽然粗暴了一点 但效果还真好 又来了 秦终于出来了 赶紧的 送我过去一点好的 闲着现场 秦宇和杰森一起从旅馆走出来 后面跟住十来个保全人员 杰森之前在上面看着还没觉得傻 但到了饭店大门口 突然有点虚 一千多人可不是开玩笑 密密麻麻的 心里暗暗道 早知道就应该多带几个保全 倒是秦宇不怎么担心 影迷们也不傻 冲上来干嘛 真要是把他弄坏了 谁去拍电影 脸上带着笑容 来到中央 下面游行的影迷纷纷激动起来 大喊道 秦 黑客帝国2什么时候才能上映 秦 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秦 我是电影的粉丝 请问你打算什么拍摄 秦 黑客2中会发生什么 母体是什么样的 以下很多粉丝甚至穿着一身大衣 很多女粉丝甚至环穿着皮衣 全是骇客任务迈出的周边 秦宇看着都想问你们不认吗 洛杉矶这鬼地方别说是夏天 但冬天也热得慌 好了 各位安静一下 秦宇拿起一旁早就准备好的麦克风 你们放心今天我绝对不走 你们的问题我都会一一回答 见秦宇答应 在场的人才慢慢安静下来 一千多双眼睛盯着秦宇 旁边的杰森也很佩服秦宇 一千多人啊 这样看着她 秦宇竟然一点也没慌 光是这心理素质就很厉害 一般人还真不行 就你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次的游行应该是这位美丽的小姐组织的吧 秦宇看着最前面脸上 画着骇客任务logo的Cindy微笑 Cindy也没想到秦宇会猜到是她 看着秦宇一副渣男笑容 Cindy一下子就脸红了 心里暗道 这男人真的好帅呀 笑得好好看 没事我不会怪罪你 秦宇看向在场的所有人 其实看着大家都喜欢黑客帝国 甚至出来游行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开心 非常开心自己拍摄的电影能得到观众的喜欢 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设 谢谢你们说完秦宇还相助众人感谢道 别说是在场的一千多游行的影迷 就是很多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去对这位来自东方的天才导演 也多了不少好感 堵了人家的门 人家不但没怪罪 甚至表示感谢 将心比心 他们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更别说人家还是天才导演 竟然这么谦虚 宛如真正的身世 真能装 卧室中 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的神仙子子哭诉 秦宇刚才为了赶时间可一点也没留情 差点把她送走 现在还火辣辣腾的厉害 这货刚才还骂人家沙雕 不干正事儿 现在转头就开始夸了起来 可恶的家伙不要脸现场 下面很多影迷320都有点惭愧 秦 对不起是呀 我们不该用这种方式 可千万别道歉 最近有点忙 回头我会开通一个推特及时回复大家的消息 秦宇赶紧说道 然后又将麦克风递到心地面前问道 这位美丽的姑娘 你可以提问了 放心 我肯定都回答 绝不隐瞒 我是你的影迷 从魔道团开始的 我只是想问你 黑客帝国二你打算什么时候拍摄 现场很多人听到之后也赶紧看向秦宇 这个问题很简单 秦宇起身笑着说 剧本我已经大致写好 偷偷告诉你们 第二步是大场面 还会引入几个新角色 行 什么大场面 很简单 在第一步中有提到一个喜恩基地 那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第二步是男主角带领仅存的人类和AI的一次大战 因为场面宏达 需要准备的道具很多 还有特效 所以会久一点 希望大家能理解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也点点头 确实如此 如果筑记拍摄搞砸了他们更加舍不得 毕竟是仅存的人类基地 我想应该会有很多不同的人吧 秦宇听到这话笑了笑 虽然这家伙说的很委婉 但他还是听懂了意思 其他人也一样 是的 在剧中我准备加入一个女性角色 这个女性非常有魅力 是对主角有深刻影响的人 而且和主角还有一段感情纠缠 不过我也不知道好莱坞这边的女星 能不能看上我这小导演 要是有合适的话 我希望能有一位演技出色性感美丽的演员能够参与 那么将不胜荣幸在《骇客任务2》中 本来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女配 前世是由贝鲁奇饰演的 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还有点迷糊 不过提起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那很多人就不会陌生了 贝鲁奇可是被誉为天生有物的女人 性感就是她最知名的标签 但现在肯定不行 人家现在已经50岁 实在有点不合适 秦宇想着合适的话 可以找一个好莱坞女星 赚钱吗 不寒颤 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直接全球上瘾 人家好莱坞可以做 咱们为什么不行 还别说底下的影迷们真的很吃这套 钱你是认真的吗 对啊 钱 不是在开玩笑 一拳人纷纷激动到 当然 你们可以帮我去找找 回头我会把要求放在推特上 大家都参与参与 或者弄个投票也行见状 所有人都开心不行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惊喜 性感漂亮 演技好 秦导你别说 好莱坞最不缺的就是性感漂亮 演技好的女星 至于看不上 开什么玩笑 现在黑客帝国 在米国还有全球范围都在热影中 好莱坞的你明星又不傻 怎么会看不上 甚至秦宇还可以慢慢挑 好的各位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钱 你有女朋友吗 啊 这个倒是还没有 秦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我们华国有一句话 叫低头不见脚尖 那便是人间角色 下面的米国佬还没反应过来 过了一会儿才领悟秦宇意思 Shit 玩文字游戏 不就是大胸吗 不愧是大导演 说话真有水平 一场成精的采访居然发表会 看着天快黑了 影迷们才慢慢散去 走的时候还乐的不行 嘴里怀念着要再去看一次电影 秦你可真厉害 直播的收视率爆了 而且华纳传来消息 今天订票的观众很多 基本操作 对了直播的广告费分我一半 不然小心我去告你们华纳有线电视台 秦宇看了一眼旁边的卫星车 收视率那么高 这些家伙赚翻了 走的时候还不知道打个招呼 真以为我没看见呀 杰森 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 不过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会增加一个角色 骗人的 秦宇白白手 也不算骗人吧 反正有合适的 不要骗仇的可以考虑 其他的就算了 好莱坞这边规矩太多 我可不想伺候大爷 听到这话 杰森差点想骂娘 你怎么可以把骗人说的这么理直气壮 第423节 甚至刚才环和人家影迷们讨论选谁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是骗人 杰森敢保证刚才的影迷99%都当真了 可这家伙 可事情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你要是反悔 不用那么担心 下一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映 到时候人家早忘了 真要是记得 大不了我弄个大龙套就行 理由多的是 秦宇才不在意 他来好莱坞是赚钱的 不求站着把钱赚了 坐着赚钱也行 跪着赚钱 那就算了 对于喜欢自己电影的人 不会在乎那么多细节 要是故意捣乱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 到时候宁愿让出一点利益 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对了 你提醒了我 回头去推特上搞个什么投票 让影迷们参与进来 咱们还可以捞一笔杰森不说话了 本来他已经觉得自己不要脸 是米国精英败类 可比起秦宇来 查得还太远 这家伙比他还像是米国精英败类 不但要骗大家 还要弄投票收割票房 简直就是把无耻发挥到了极致 忽然间他想起之前秦宇和史蒂夫的约定 或许那老家伙会输得很惨 秦宇虽然是第一次来好莱坞 但他的个性混好莱坞简直是如鱼得水 好人在好莱坞是活不下去的 越无耻混的越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一定弄好 晚上还要录演吗 录演个屁 我没找你们华那都要宣传费都是好的 秦宇瞪了杰森一眼 那行我走了 拜拜说完之后 杰森带着人就跑了 他还真怕秦宇找他要钱 另一边到了晚上 华那还真的在推特上弄了个投票 花了不少钱把热度炒了起来 许多看过的观众也纷纷开始将自己喜欢的女性弄上去 投票最多的没啥意外 是人家斯嘉丽绰号黑寡妇 秦宇不要性感漂亮吗 斯嘉丽不要太适合 后面还有不少安妮海瑟威 小妙丽的饰演者沃特森 飞红女沃尔森 南非美钻赛龙 黑珍珠哈利贝瑞 人寰真不少 连影迷们为了这事还炒了起来 大家都希望在自己喜欢的电影里 看见最喜欢的女明星 这事而不追星的人 理解不了 可对于追星的人来说 那可是真正的大事儿 热度甚至一度冲到了前三名 之后被投票的许多女星也参与了进来 他们也不知道 这位来自华国的天才导演是在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不过嘛 无所谓 蹭热度而已 他们也懂 赶紧发布推特 史嘉丽 骇客任务我也非常喜欢 秦是一位极具才华的导演 希望有一天能和她合作 安妮海瑟威 有我吗 其实我还一直没试过科幻片 如果我可以和秦合作 我想我会很开心 小妙力 我很喜欢骇客任务的画面 很帅气 有机会很愿意跟秦合作 参与的好莱坞女明星非常多 甚至连秦宇和华娜都没想到 竟然会这么火爆 带动当天的票房上涨了30% 单日票房来到了1600万 超越迪士尼上映的神偷奶爸 成为单日票房冠军 看着热度维持个两三天不是问题 起码多赚上两三千万的票房 意料之外的惊喜 数日 杰夫将今天的好莱坞时报丢在桌上 上面大大标题写着 骇客任务在米国上演了一场黑色风暴 登顶单日票房冠军 坐在椅子上看着下面的史蒂夫还有杰森 想了想问 杰森秦是认真的吗 打算和好莱坞合拍《黑客帝国2》 坐在一旁的杰森嘴抽了抽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犹豫了一下说 BOSS 秦似乎是在骗人 他根本就没打算引入好莱坞女星 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听到这话 旁边的史蒂夫瞪大了眼珠 他全程看了直播 在直播中秦与绘声绘色将角色说的那叫一个完美 性感漂亮同样是高手 身手很厉害 甚至说和男主角有感情纠葛 说的相当详细 没想到 这货是在骗人 混蛋 你这不是欺骗老实人感情吧 现在闹的这么大 怎么收场 坐在椅子上的杰森也脸也黑的不行 他其实也当真了 他不怕影迷杀了他 秦说拍摄至少一年半两年后才会上映 恐怕到时候有迷们都忘了 无所谓 无止 不知道为什么杰夫心里蹦出这个单子 小看这家伙了 你去争取一下吧 要是真合适 可以让秦加入一个这样的角色 那恐怕有点难 他说好莱坞明星不好伺候 都是大爷 除非不要钱他才会考虑 杰夫史蒂夫 算了随他去吧 配合到是没问题 不要钱那肯定不行 现在还早也不住击 杰夫也没想那么多 反正到时候真要是合作 华纳也是秦宇的手好了的选 真要是合适 这钱其实华纳愿意出来的 至于原因吗 懂的都懂 最后一个事 杰夫这事你必须去争取一下 杰夫认真道 Boss请说 骇客任我的庆功宴 你和去秦宇商量 让秦宇在好莱坞举办 这也算是华纳展示肌肉的机会 务必极力争取杰森也明白 别以为 人家娱乐公司都很傻 闹出一点屁大的事都要举办庆功宴 不是浪费钱吗 还真不是 这时再向外界展现自己的实力 还可以顺便拉拢合作伙伴 一举两得 就算是公司资金紧张 这种事也少不了 好比是红楼梦中 明明贾府已经快撑不住 快要完蛋了 但依然每天都在铺张浪费 为了就是向外界传达一个讯息 贾府没有一点问题 这样才有可能在最后的时间找到出路 不然一旦有衰败的迹象 很快就有人跑路 落井下石的人也会不少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尽全力争取中午 一架飞机宛如利剑一样划破洛杉矶的长空 朝着大洋彼岸飞驰而去 颇等仓中 柳亦飞还在和秦宇闹着脾气 秦宇你混蛋 回去之后 这次赚钱的钱我要多分一份 三百万美金的通告费 还有你那广告费我也要分一半 他觉得自己亏得要死 路言六天每天被秦宇当成熔白球一样玩 秦宇还贴心的教了他 许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的知识 只是方法略显有些简单粗暴 亏马了 现在他感觉整个人没啥力气 眼皮很重 甚至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削了 就离谱 喂 柳亦飞你是不是过分了 秦宇捏着这女人的小脸 路言的钱确实有你一份 这没问题 可广告费关你啥事 那是我自己辛辛苦苦赚的 别说这钱还真是不少 华纳有线电视台一共收了500万的广告费 分了他250万美金 还有影片之后的版权 他们也买断又给了秦宇的100万 300万50万美金 这趟米国没白来 先不管增加的票房 来转一圈也赚了将近1000万美金 你那是赚吗 分明就是在骗人 黑心钱 那你还要 我又不介意 柳亦飞认真的说 我发现了以前做人太正直 行不通 世界上像你这样无耻的人太多了 以后我也要做一个无耻的人 以后你每上我一次 我就收费100万 听到这话 秦宇眉头一皱 一把捏住了下巴 眼神变得犀利起来 柳亦飞也意识到了什么320嘟囔道 就你而已 别人不会了 这才乖嘛滚蛋 柳亦飞心里暗暗道 真是个混蛋 老娘你也要管 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 见秦宇这么紧张 柳亦飞还有点小开心 那你是答应了 下次上你的时候给你 秦宇才不傻 开什么玩笑 一字100万 你柳亦飞有那么值钱吗 M 还真说不好 你先存100万吧 预存可以打9折哦 不用 我买东西不喜欢打折的 做梦 必须预付 不然你肯定耍赖 不会的 我是个正直的人 不会才怪 你昨天还骗了那么多人 我才不相信你 快给钱 在秦宇和柳亦飞极限拉扯的时候 国内已经刮起了风暴 昨天骇客任务的票房登顶米国单日票房第一 1600万美金 打败了饥饿游戏2和神偷奶爸解锁了另一个巨大成就 微博上已经成了欢乐的海洋 骇客任务强势登顶 天才之路仍在继续 看完微博的网友激动的不行 民族自豪感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什么文化自信 要是你处处都比别人弱 那培养个屁呀 有些专家一天到晚就知道忽悠人 培养文化自信很简单 我比你强自信就来了 骇客任务这次登顶一时间让国人感受到巨大的自豪感 啥也不说了 刚看完秦岛厉害 加一居然能米国登顶还是一部华国电影 我去秦宇是真牛比呀 不过有些人可不这么认为 切不就是在炒作吗 有啥了不起同意 看了华纳和秦宇联手炒作而已 一群人不知道在激动什么 这言论一出 网友们瞬间怒了 炒作 那你炒作一个给我看 兄弟们快来看 这里有两条牧羊犬 看见了看见了 我去 好久没见这么杀笔的牧羊犬炒作 哪部电影不炒作 说的好像其他电影上映不炒作一样 楼上的说的对 这种牧羊犬我见的多了 看见人家米国爸爸就摇尾巴 我的建议是直接死刑同意 幸好是和平年代 要是在一百年前 我就代表党国枪毙你们两个汉奸加一 这边建议也是直接枪毙好了 别吵了 本人黑客已经锁定了两位的IP 建议直接报警 这两人我看怕是间谍吧 好 加我一个我也来 还没等网友们行动起来 有人直接注销了账号 网友猜测 还真有可能是行走的50万 这年头 华国每年都能抓出几十上百个出来 见怪不怪了 另一边圈里人已经麻木了 琴与骇客任务封神 他们怎么打 虽然只是单日票房第一 可圈里没有一个导演能做到 别说是单日票房第一 很多导演连在米国上映都做不到 很多电影白给人好莱坞公司上映 人家都嫌弃 有些导演已经绝望了 倒是演员们开心的厉害 琴与越厉害对于他们来说越好 看看最近的张静和柳一飞就知道了 柳一飞就别说了 之前胡的厉害 就剩下一个神仙姐姐的名头 这几年扑接的不行 现在呢 一部骇客任务直接登顶 人气爆炸 听说已经有好几个奢侈品代言联络上了人家 给的代言可不是什么华国代言 而是亚洲代言 虽然就差了两个字 但差距大了去了 另一个则是张静 这家伙以前只能说勉强强 二线演员而已 要不是一个西装暴徒的人设 可能只能算是三线 还没他老婆 蔡绍芬名气大 但现在一部骇客任务 直接让张静成了国内五星代表人物 就连甄子丹都比不上 片酬涨了好几倍 说时一部登天也不为过 黄小明 黄渤这些人也受益不少 这让秦宇回来之后就被烦得不行 很多人明里暗里都在打听他下一部电影 在家里躲了好几天也没消停 但公司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骇客任务的庆功宴 他不得不去秦宇办公室 躲了几天的秦宇坐在椅子上 里面 秦云文化的骨干们都来了 周胖子 经济负责人理解 郭凡 徐震最近已经开始拍摄电影到时缺席 小助理白鹿 柳一飞还有赵丽颖 说说吧 庆功宴怎么办 华纳那边想让我们去好莱坞举办 现在票房破两亿 海外也有将近两亿 华纳可以全权负责 秦宇刚说完 周胖子便举手道 刚才腾讯娱乐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也可以负责操办庆功宴 保证是华国最盛大的庆功宴 一切花费由他们出 我这也有 郭凡说 华纳那边也希望能接手庆功宴的任务 保证不会让咱们失望 还有呢 白鹿看着邮件道 光线 博纳和万达给咱们发了正式的邮件 希望这次由他们负责庆功宴安排 其他人听着有些牙疼 庆功宴倒是成了一个香波 博 华纳 华颖 腾讯 还有光线这几家都抢着要举办 这花费可不小 你们是真的舍的 台上的秦宇也有点无语 说实在的 他还真想把这项任务甩给其他人 不管谁都行 骇客任务这次的庆功宴很麻烦 票房这么好 要是弄寒酸了人家会怎么看 方方面面都要照顾 很费精力 这还不算完 花费也是一项天文数字 至少一千万打底 但问题是秦云文化也要宣传呀 你们怎么看 其他人没说话 看向周胖子 一般这种事都是由他负责 秦云也看向周大庞 首先华纳可以排除 如果真的去好莱坞举办 恐怕不太好 黑客帝国的意义重大 最好还是在国内举办 也后无所谓 但这次必须在国内 秦云点点头道 继续 第二个腾讯恐怕也不行 真要是去了彭城 别回头还以为咱们秦云文化 是腾讯娱乐子公司 这个不好 最后往常吐他们想捡便宜 更是不行周胖子看向众人道 这要不就是我们秦云文化自己来 不过花费的时间要久一点 要不就和华尹一起来 这样会快得多 也能卖三爷一个面子 柳亦菲的郭凡等人听完指点头 这两个选择都还不错 转头看向秦云 如果自己举办需要多久 秦云这几天闲在家里 已经把楚门的世界剧本看了好几遍 打算早点拍摄 别回头没赶上欧洲三大奖才亏 所以要是时间来得及 暂时自己举办最好 可能要半个月 那和华尹一起呢 五天时间足够 他们有专业的人行 合就和华尹合作举办 不过咱们要占据主导权 秦云环顾四周 白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你去盯着那群人 这种事交给白鹿最合适 别看白鹿平常挺文静 在大家面前也很乖 但之前可是作为秦云的助理 助理妈懂得都懂 要应付很多麻烦事 秦云作为艺人很多事不好开口 白鹿就会站出来 有一次直接和三个助理在后台吵起来 小白鹿一战成名 三个人都没吵过白鹿 之后只能把C位让给了秦云 像是这种事很多的 让白鹿去 秦云文化吃不了亏 而且人家白鹿本来就是女孩子 可以不讲道理的 好呀 老板 你放心我一定安排好 去吧 去和华尹对接 是看着白鹿离开 众人脸上满是羡慕的表情 秦云对那小妮子可真好 这种大事儿都交给白鹿 到了这里 例会差不多结束 大家都准备离开 秦云想起楚门的世界 需要一个真实拍摄的桃花园 教助周胖子说 胖子 你回头赶紧去给我找一个小岛 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我有用 最好是风景和建筑都漂亮一些的 你听到这话 在场的人都停了下来 怎么说呢 柳一飞屁股刚离开椅子 听到秦云说这话 立刻又做了回去 赵丽莹也是一样 其他人都差不多 纷纷转头看向秦云 眼睛里满是激动 喂 你们看我干嘛 秦导 你这是要拍新电影 郭凡问 赵丽莹和柳一飞眼睛都亮了 这尼码大好事儿呀 新电影 最近圈里人都在打听着 柳一飞也问了秦云很多字 可秦云一点也没透露 好了 不是什么大片 秦云翻翻白一眼 这不是时间差不多吗 我准备了一个冲奖的电影 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个 以后恐怕什么时间了 柳周三大奖 柳一飞可不傻立刻开口 没错 那我要演滚 你不行 秦云瞪了柳一飞一眼 骇客任务给柳一飞没问题 毕竟角色很适合 但楚门的世界 柳一飞能演谁 初恋还是楚门的妻子 哪个都不行 楚门的妻子需要很高的演技 要把那种挣扎还有做做的样子演出来 就柳一飞 她可以个屁 秦云打算好好挑挑 冲奖A 还是认真一点 我为什么不行 秦云懒得离柳一飞 转头看向周胖子道 去吧 好好找找 早点找到也能早点开机 别回头耽误了时间 没问题 交给我三天之内就能搞定 周胖子激动的不行 柳周三大奖项呀 秦云肯定盯上的不是小奖 要不就是最佳导演 要不就是最佳电影 要是能拿到 秦云这大导演就能彻底做事 现在其他导演酸就酸 在秦云没拿到最佳导演 要是能在欧洲三天奖上混到一个 那谁还敢说 国内就人家凯歌混到一个棕楼树大奖 也就是最佳电影 其他人可都没有 而人家已经骗吃骗喝了几十年 秦云有信心骂的 问题不大 这个剧本探讨的东西很深刻 三个电影节 我应该不会那么脸黑吧 那好 我马上就去找说完后 胖子一溜烟耳就跑了 郭凡还有理解过了一会也离开 秦云在思考着 楚门的世界主要演员就五个人 楚门 楚门的妻子 楚门的好友 他的好友和楚门的妻子 在现实世界居然还是一对夫妻 不得不说这么构思是真的牛逼 最后就是导演 也就是整个楚门真人秀的总策划 他收养了楚门 让他成为全世界的大明星 但楚门自己却不清楚 他一切人生都是一场真人秀 全世界有超过70亿人看过楚门的直播 不得不说这很讽刺 最后就是楚门的初恋 这个一直想把真想告诉楚门的好女孩儿 很善良 要不这导演就直接选择导演吧 去找找张艺某和凯爷看看他们谁有时间 秦云心里诞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还真不错 本色出演也算是不错的噱头 那牛头人选谁呢 要不去找封小刚 秦云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不过想想还是算了 年纪差距是一方面 他害怕封小刚把剧本看完之后真的找他拼命 那老家伙脾气不好到时候再说还早 慢慢选但在他准备离开回家的时候 忽然发现柳一飞和赵丽颖两人还没走 不止没走 两人还在沙发上推起 小圆脸和要和我争 你这是找死是不是 柳一飞柳眉倒数恶狠狠的瞪住赵丽颖 彭扶下一秒就会抱起揍人一样 神仙子子可不傻 秦云虽然拒绝了他 但他才不会放弃 可以拿奖的电影啊 谁不要呢 身为明星 有时候一些能得奖的电影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能提升逼格 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那么多演员明明身价不菲 但还是会选择演出一些文艺片 就是因为这个 柳一飞觉得自己百搭哪里会不适合 大不了回头在剧组被秦宇多玩而已 反正都已经被玩了 一次和一百次差距应该不大吧 你才给我让开 柳一飞你在这样别怪我不客气 没听秦导说吗 这是文艺篇充讲的 你那演技上去也是丢人滚蛋 老娘演技好得很 我的粉丝都在夸我演的好蠢货 那是因为你长了婊子脸 你以为那些粉丝喜欢你演技啊 傻子 人家可没那么单纯 指不定忽悠你去拍写真啊 赵丽颖这话是真的威力不小 差点把神仙姐姐整破坊 你想忽悠我 你们这些人总是因为我的颜值 而忽略我的演技 柳一飞这一本正经的话 差点没把赵丽颖给气笑了 你是多比吗 柳一飞我送你四个字 你知自信 你以为你演技真的好 好个屁 演了几年还是个花瓶 要不是黑客帝国你占了身手的优势 缓卖了身 就你 老娘都比你有机会 赵丽颖 我嫩死你 这下她真的破坊了 身手就要教训赵丽颖 赵丽颖也不怕 已经做好准备 要是柳一飞敢动手 就朝着这女人的鼻子来上一拳 好了 秦宇走过来抓着两人的小手 然后一人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 柳一飞倒是无所谓 晚上的时候被打习惯了 赵丽颖则一脸哀怨的看着秦宇小脸泛红 秦宇不管那么多 早就想试试你小云脸的手感 你们怎么吵我不管 不过不准动手 玩相扑可以 不准来其他 打破相了怎么办 两人关系好不好 无所谓 主要是破相了 可是会影响捞筋的 可那女人秦宇瞪了柳一飞一眼 柳一飞尤其是你 别乱动手 我警告你 赵丽颖要是被你打伤了 以后不仅要赔钱 还得把赵丽颖损失的钱全部给我赚回来 别想休息了 喜心厌就你滚蛋 柳一飞狠狠瞪了赵丽颖一眼 拿上自己的包包就走了 看见柳一飞走了 赵丽颖抱着秦宇的手臂甜甜道 谢谢老板谢个屁 秦宇捏了捏这女人的小圆脸 别说手感还挺好的 小圆脸你也小心一点 别去自闹柳一飞 你以为你刚才真要是动手 有那要果子吃 还想偷袭人家 人家柳一飞能把你打得叫爸爸 不会吧 哪有那么厉害 赵丽颖嘴角抽了抽 骗你干嘛 那女人我教的 别说柳一飞要是在古代说不定还是个女侠 很适合练武 像你这样的 人家打三个轻轻松松赵丽颖 心连暗道 算了以后还是小心点 替得神仙姐姐整个一暴力狂 老娘是文化人 不跟那女人一般见识 时间过得很快 一转眼快到了骇客任务庆宫宴的日子 怀影那边虽然电影拍的确实拉胯了一点 不过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很是擅长 4天时间就已经准备差不多 直接在首都郊区租了一整块旅游度假村 地盘可不小 2000多亩 这地方平时是用来给那些有钱人休闲度假的 算是个俱乐部 里面什么都有 小型高尔夫球场 露天游泳池 还弄了个人造温泉 宴会厅 作为庆功宴 排面上绝对没问题 不管是装潢还是风景都是顶级的 而且人家还是看在秦宇的面子上才答应的 同时也就在昨天 骇客任务差不多也在米国走到尾声 上映25天票房2.7亿美金 还有5天的时间 3亿恐怕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还觉得惋惜 差一点点能破3亿的 秦宇看着有些想笑 惋惜个锤子 赚大了好不好 光是米国本土 他就能捞着4000万美金 剩下一半还有2000万 这还没算其他地方 现在全球除开米国和华国其他地方 已有2亿左右票房 等到下一个时候 票房赚个5000万不是问题 这还是美金 还嫌计少 秦宇开心还来不及 而另一边 圈里人也相当激动 尤其是演员 周胖子去找场地虽然没大张旗鼓 圈里但关注秦宇文化的人可不少 一看周胖子这动作就知道不对劲 仔细打听了几天 果然秦宇已经有拍摄新电影的打算 而且目标是欧洲三大奖 想要坐实这大导演的称号 一时间内地的演员们纷纷开始行动 庆功宴就是很好的机会 就算没有接到邀请函 他们也想办法混进去 所有人都没怀疑秦宇能能力去冲击奖 别忘了人家秦宇出道拍摄的是什么电影 烹然心动 在某种程度上那可以算是文艺片 要不是时间来不去欧洲走一圈 捞这小奖不是问题的 这次专门准备的冲奖的电影 那肯定是有东西 嘉行 杨蜜和热巴正在对峙 蜜姐 你这次别和我抢 你已经演过一次了 该我了 热巴发觉自己似乎被骗了 秦宇之前是忽悠她的 也不算是忽悠 反正她的演技怎么也提不上去 但女主角就别想了 这次的机会她得把握住 热巴 你让我一次 我还没去过欧洲电影节 要不下次我让给你 热巴滚蛋 我还没去过呢 杨蜜 你已经有了那个什么三生三世 还要和我抢 那怎么能一样呢 三生三世是电视剧 这个是电影 杨蜜微笑道 要不下次电视剧我让你 你想的美 做梦吧 那就320个评手段 杨蜜笑了笑 热巴狠狠瞪了一眼 杨蜜父亲离开 看着热巴的背影 杨蜜笑得很开心 让 开什么玩笑 别说热巴是跟她一个公司的 就是闺蜜 亲子妹 杨蜜也不会让 冲击欧洲三大奖呀 要是能拿到角色 万一 说万一弄到个最佳女主角 那不是赚到了 别看柳一飞现在很厉害 人气很高 甚至高的离谱 可要是和三大奖项的最佳女主角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 也不一定 看个人拿到奖项可以吃很久 就比如某个沉迷于艺术无法自拔的导演 一开始可能比不上爆款的电影女主角 但胜在稳定 以后这辈子也有保障 数不定老了还能混个编制啥的 真正的好东西 就算是没有 那么弄到一个提名也不错呀 但不只是杨蜜和热巴 圈里的女星们都已经开始行动 一边准备参加庆功宴 一边私底下找老师磨练演技 准备试镜 最后也找人打听电影的类型 忙得不行 8月20号 晴空如洗 下午5点 郊外度假村来来去去很是热闹 许多穿着精致的小姐姐穿梭在宴会厅前 一边布置场地 一边忙着将精致的菜肴和香槟摆放好 而巨大的宴会厅面前 早就已经准备了一张鲜红的地毯 度假村可比城市里要方便得多 要是你愿意铺一条1000公尺的红地毯都行 之前华影环建议弄一个300公尺的 骇克肉那么厉害 300米不算啥 晴宇看见直接给撤了 300米 疯了吧 那么长何必呢 就和平常的一样就行 人该高调的时候就高调 低调的时候就低调 这样才能长久 度假村一处别墅中 三爷 晴宇还有骇克任务等一众主创人员都在 把家打扮的人摸狗样 笑着交谈着路眼结束以后的收获 怎么说呢 赚大了 小明哥 听说你最近又入股了两个服装公司 什么时候也带我呀 黄渤一脸羡慕道 哎呀 我那知识玩玩 赚不到什么钱 旁边里冰冰撇撇嘴 胡有鬼呢 小明哥 我打听过了 人家一年销售超过了三亿 服装公司可是暴利 起码一年能赚好几千万 以后还能慢慢做大 小明哥听到这话 赶紧摆摆手 冰冰姐 那谁知道 投资嘛 有亏赚很正常 说不定明天破产了也不一定切 众人比试看了一眼黄小明 倒是一边的柳一飞看起来很古怪 他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骇客任务明明是他人气最高 和情侣差不多 为什么自己没赚到那么多钱 弄了三个代言 还有一些商演全部加起来也才不到七千万 扣一半也之后三千多万 人家黄小明随便入股一家公司就能赚那么多 一时间柳一飞感觉自己好笨呀 没赚到钱 好了好了 你们别说我了 问秦岛拜 秦岛可是弄了个院线 那才是赚大钱呢 我这就小钱 全部加起来还没人家秦岛一个人赚得多 听到这话 众人将目光放在一旁的秦宇和三叶身上 两人正在聊着天 秦宇听到这话之后 翻翻白眼 看向众人道 那破院线有个屁用 现在翻新 赚钱 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 你们就别问我了 一度仔细见状 众人更是鄙视 秦宇比黄小明还无耻 这次不少人都知道秦宇捡了个便宜 明明价值好几亿的院线 被秦宇2.5亿就拿了下来 没错 翻新确实需要不少钱 可之后就是赚大钱 现在电影业这么红火 秦宇出手最快 赚的绝对也最多 秦岛 纸条明路败 我们也想玩玩投资 是啊 秦岛 帮忙 就看着钱一天天贬值难受呀 一拳人看着秦宇 外形人都佩服秦宇拍电影的能力 可内行人才知道秦宇的眼光有多好 之前投资了一些钱在天工一彩 现在骇客任务一出来 特效很棒 天工一彩虽然没上市 但估值涨了不少 还有现在新出了一个APP 抢票 虽然现在还在推广阶段 但谁都能看到里面的潜力 秦宇文化在里面已有股份 还有很多 黄小明还委屈 圈里人传他是投资天才 每次投资都有回报 可比起人家秦宇来 差的太远了 简直不是一个量级 秦宇才是真正闷声发大财 买房子 秦宇就说了三个字 秦岛就房产 不对啊秦岛 现在很多专家都在唱衰房产 不少人质疑 听到这话 秦宇笑了笑 看着众人说 你们只要记住一句话就能赚钱 一切专家提倡的都不要去做 绝对亏钱 如果专家大力唱衰的 那还可以试试一群人愣住了 倒是一边的三爷皱起了眉头 作为小高层 他还是有发言权的 俊你的秦宇 别乱说话 人家专家哪有那么坏 三爷一开口 瞬间众人眼睛一亮 秦宇也朝着众人神秘一笑 如果这环不明白 那大家就真杀笔了 一群人心里想着回头 赶紧囤几间房子 三爷看见也是气得肝痛 走吧 一群人掉前眼里面 说完主着拐杖气呼呼离开 秦宇也挤身赶紧扶着三爷 众人跟在后面 低声交谈着 你们觉得怎么样 肯定能行 秦宇很少骗人 而且三爷可可 那投资啥地方 那还用书吗 张艺山你真杀笔 肯定是一线城市呀 小明哥说的对 首都好像限够了 咱们去摩都 带我一个 伯哥前面 三爷听到后 还气呼呼的 三爷别气了 知道你刚正不阿 不过上面发财 大家一起跟住喝点汤 很财正常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三爷还不服 你小子就确定一定能涨 回头再给你来个金融危机 我看你怎么办 三爷 一般金融危机是有周期的 早住呢 而且08年的 不叫金融危机 那是次贷危机 之后才是金融危机 三爷 三爷懒得和秦宇说 这家伙鬼得很 想忽悠这小子 简直做梦 三爷 一起走吧 你也好久没走红地毯了 这次你的功劳最大 别看外界都传黑客帝国秦宇的功劳最大 其实三爷的功劳更甚 骇客任务前期的准备 那可是真的要人命 要不是三爷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准备 骇客任务根本拍不出来 诶 算了 我年纪大了 懒得走没事我扶着你就行 秦宇继续劝说着 诶 行巴黎一边 宴会厅外面已经布置好 巨大的宴会厅坐落在一处花檐之2.8中 五彩缤纷的花朵盛开 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清新的花香味 有资格走红毯的嘉宾正在外面坐着等候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矜持的笑容 而红毯两边早就已经挤满了记者 这次秦云文化倒是没有限制 毕竟地方大 多少记者都装得下 只要你是正规媒体都能来 这下记者圈砸了锅 来的记者非常多 你三层外三层将地毯两面包围起来 还在不断推积着 诶 刘哥 这下秦云是真的牛逼了 你国那边票房都快三亿 赚翻了呀 小李很受伤 明明自己也是传媒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不比秦云的背影差 可现在一个成为全球知名的大导演呢 一个现在还是狗仔 说是天壤之别也不为过 你受伤个锤子呀 圈里的导演才受伤好了 刘哥摇摇头 秦云一部电影让内余所有人都难以忘其向背 听说好几个导演都快抑郁了 就你 连给人家秦云提鞋都赶不上 刘哥 打人不打脸懂吗 我这是在提醒你 你知道你人和人最大差距是什么吗 出生败 小李撇撇嘴 有人生在罗马 有人一生都是牛马 刘哥摇摇头道 小吉 人和人最大的差距其实是脑子 当你的财富和脑子不匹配的时候 你赚的钱会以各种方式流出去 我刘哥混了这么多年也看懂了 脑子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一天到晚叫嚣着没遇到伯乐的人 多半自己也不是什么千里码 只要你脑子够用 在这个时代随便都能衣食无忧 可我 小李还没说完 刘哥就瞥了他一眼 不说厉害 只能代表你做题厉害 或者就是运气好 可不代表你脑子好用小李扎心了 好了 秦云来了 全场的音乐响起 秦云牵着三爷走上红毯 一时间 众人赶紧拍了起来 这个是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骇客任务最大的两个功臣携手并进 一老一少 像是在传承什么 意义绝对重大 拍了两张之后 刘哥转头看向小李 看见了吗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脑子 秦云带着三爷一起走 知道了 秦云这家伙真是特么的聪明 这下在圈里谁敢惹他 刘哥笑笑没说话 地毯上 秦云小声道 三爷怎么样 够热闹吧 还不错 三爷脸上满是笑容 骇客任务能成功 他确实挺高兴的 对了 你小子下部电影真要去充奖 三爷有点担心 那玩意儿十三可不容易 要不我去帮你找贾张可那混蛋 听到这话 秦云笑了 三爷说的混蛋 确实挺混蛋的 贾张可可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 最叛逆的一代 混蛋 是说那全家伙拍的都是一些地下电影 什么是地下电影懂的都懂 贾导可是能让自己的老婆和男演员拍激情戏的伟大导演 拍的电影没有一部能过审 不过确实有东西在欧洲那边拿了不少奖项 算了吧三爷 那全家伙可不撩你 你放心 我这骗子绝对够硬 忽然间秦云看着三爷 有种奇怪的感觉 三爷这样子似乎很适合演楚门的世界的导演 比张一某还有凯也更适合 毕竟是当领导的 天然有种上位者的气势在 再说秦云也担心三爷的身体万一拍着隔屁了 那才郁闷 行既然你有信心 那我就不管了 有什么忙随时来找我 好的 谢谢三爷 两人聊着的差不多 地毯也差不多走完 三爷直接进入宴会厅 秦云则是来到一旁的采访戏 底下的记者又蜂涌了过来 比起之前唐探 骇客任务不一样 要说唐探之后 秦云只是国内天才导演 潜力无限 那么现在秦云是真正把这份潜力兑换了出来 这次来参加庆功宴的就没几个导演 倒不是他们极度秦云 只是吧 看着心痛 差距太大 有种一辈子活在狗身上的感觉 所以钱脆不来了 现场的工作人员赶紧维持秩序 就你吧 大家别急 给人家小女孩一个机会 一群记者也麻了 看着人家小女孩穿着腾讯的工作服很无言 秦云这家伙成了大导演 还是这么不要脸 小女孩也很激动 赶紧问 秦导 这次黑客帝国国内票房突破16亿 海卫票房5亿美金全部算起来 差不多7.5亿美金 已经进入全球票房排行前50 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已经前50了吗 别说秦宇还真没关注过 是啊 排名第49仅此于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战》 听到这话 秦宇想了想说 黑客帝国一直是一个开始而已 作为导演我的目标是星星和大海 不能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 永远向前看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才是最值得期待的 华国的未来 秦导 我相信你能创造更大的神话 谢谢下面的记者都快忍不住了 够了吧秦宇 吹也吹够了 该轮到正事儿了 腾讯的记者下去之后 后面的记者可就没那么客气 开什么玩笑 大家都知道 刚才那小女孩在跟秦宇唱双晃 哪有娱乐记者这么问问题的 秦导请问你下部电影是打算冲击欧洲三大奖吗 没错 秦导据我所知 欧洲三大奖并不排斥商业片 但显有商业片能去的好成绩 你认为你能行 没事要是拿不到奖 就当是去旅游一圈儿 秦宇才不傻 这群记者一看就没憋什么好屁 想会我当靶子 刀傻呀 我不接招看你怎么办 提问记者还真就麻瓜了 秦宇你这家伙怎么不配合 之前票房不是挺能吹的 秦导难道你就没有一点信心 没有啊 我只是玩玩 拍商业片太累了 打算拍点自己喜欢的电影 不求票房也不求奖项 就想图很酷 说完秦宇微笑的看着记者 你再来 我都接着 可是秦导你的很多粉丝都很支持你 你难道要辜负他们期望吗 那感谢粉丝的支持 之前我就说过奖项这东西只是导演的点缀 其实比起拿奖 我更喜欢得到观众和粉丝的喜欢 这才是一个导演的最高荣誉 你们觉得呢 记者不要避连 记者真是傻了也 你这让我怎么玩 吸你个锤子 你要是不想拿奖 干嘛还去参加影展 直接上映不就得了 场面话倒是说的一套一套的 秦导 那电影的类型是什么真人秀 听到这话 记者们真是蒙比了 甚至怀疑自己之前得到消息是不是假的 电影还有真人秀这个类型 我们可是娱乐记者 秦宇 你别忽悠人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拜拜说完之后 秦宇转头离开 不跟这群沙雕丸了 没啥意思 秦宇之前一直有自信 那是因为票房这东西很好估计 可奖项懂得都懂 特么的 黑得很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能拿奖 但要去尝试能拿到最好 拿不到 那他以后也不玩了 黑成这样 跟你玩个锤子 老子赚钱去了 而且拍楚门的事件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赚去天价广告费 楚门所处的小岛本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里面的日常很多 置入广告 简直不要太自然 他打算这次赚一笔大的 目标广告费一个一起步 越多越好 尚不封顶 秦宇倒是高兴了 但记者们觉得被耍的厉害 喂 咋办 老周 秦宇这家伙不接招 还能怎么办 走 枪就炒作真人秀吧 不然连饭都吃不上 秦宇这家伙太鬼了 本来还想架他起来 可这家伙太聪明 你们说秦宇是不是玩真的 就是想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 不可能 秦宇比你想象的更加功利 不会做这事儿 现在他一部电影至少能赚九位数起步 谁和你玩呀 听到这话 众人觉得也有道理 想了想算了 赶快走吧 等到秦宇新电影试镜的时候 再摸进去看看有没有新的热点 另一边 秦宇已经开始接待起来 国师好久不见可不改呀 秦导 张艺某看着秦宇脸上也满是复杂 你别我更适合国师这称号 国师可别乱说 我年纪还小 国师还是你来吧 滑头张艺某笑了笑 聊了两句便进入了宴会厅 看着张艺某的背影 秦宇笑得很开心 别以为国师是什么好东西 一旦戴上这头衔 别的导演是60分就及格 甚至还能被夸两句 但你是国师几格线就得80分 这是观众公认的 张艺某最近愁的不行就是因为这个 快一年没拍电影 不是不拍 是真不改呀 要是拍次了 回头骂他的人数不胜数 凯爷 程凯哥和程鸿联手走了过来 看见秦宇之后非常开心 秦导 你想去拿奖 有这个想法 秦宇有些奇怪 凯爷这么激动干嘛 小秦啊 你要去冲奖项找我呀 剧本写好了没有 要不要我帮你改改 你呀还是太年轻 那群大鼻子的爱好我懂 回头记得来着 我 我帮你改 要拿奖 拍的时候不要像是你之前一样那么简单 凯爷激动的不行 你得多弄几条线 最好还是藏着几条线 这个我擅长 这样吧 要不回头我来剧组 帮你把控一下怎么样 秦宇脸上笑得很开心 心里都快骂娘了 让你来 让你来环步把我的电影搞得乱七八糟 凯爷 你放过我吧 虽然我确实是想去拿奖 但那也只是天头 对于票房我也有追求的 凯爷 这个不好吧 我听说你最近不是在拍道士下山吗 太麻烦了 没关系 耽误几天没事 咱们关系这么好 我来帮你两天应该的 秦宇是真醉了 凯爷 我是真不需要你帮 这样吧 凯爷 你来帮我就算了 太麻烦 而且人家投资人也会有意见 这次郭凡会作为我的副导演 要不你和他说说 一样的而且正好郭凡也很崇拜你 想和你学习一下 你看怎么样被秦宇拉过来的郭凡还有点猛 什么鬼 怎么我就崇拜承凯哥了 我崇拜个锤子呀 这老小子拍的电影云里雾里 看的可难受了 承凯哥看着郭凡皱了皱眉头 虽然郭凡这家伙确实有点名气 唐探票房不低 但还入不了人家凯爷的眼 但一想到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忙 那也行吧 小郭你明天来我剧组报道 给我当一个月的副导演 我好好调教一下你 回头小琴拍摄的时候 你好好帮秦导规划一下 郭凡听到这话麻烦 神经病呀 谁要去给你当副导演 老资桓准备拍摄《唐他2》呢 而且我才不想学你那套 真要学了 还不得饿死 郭导你还不答应 人家凯爷可是要亲自教你 要不是我忙 我都想去 赶紧的郭凡也不傻 明白了 这是替老板挡枪呀 露出了一副比哭桓难看的笑容 那就麻烦陈导了 没事 你小子也算是有点会跟 凯爷拍了拍郭凡的肩膀 笑着离开了 等到凯爷走远之后 郭凡看着秦宇一脸忧远 那眼神彷復在说 老板 你又坑我 郭凡你看我干嘛 真当我骗你啊 老板 你骗我的多了 上次说帮你剪辑电影是让我学习 可你和白助理前两天说漏了嘴 我听到了秦宇 这次我真没骗你 别看凯爷拍电影不怎么样 不过人家有人卖呀 导演世家 你不学凯爷还能逼着你不成 好好讨好一下那老小子 回头国内的奖项 你还不识随便拿 就算没有 以后遇到了麻烦 还不识可以找凯爷帮忙 作为半个弟子 凯爷也是要脸的 他还会拒绝不成 郭凡一听这话 似乎还真有道理 程凯哥虽然电影一般 可人家有大导演的名头在 很多人都会给面子的 这能行 绝对没问题 那行刀我去 这就对了吧 进去吧 去好好招待凯爷 好的看着郭凡离开 秦宇脸上才露出笑容 终于把这货忽悠住了 不然的话 劳资可就要遭殃 凯爷 你的学生我可真不敢做 秦宇什么事啊 这么开心 好了饭胖 进去啊 有事咱们床上聊 也行吧 饭胖也没多说 反正现在还早 赶紧准备试镜才对 这次老娘绝对要把握住 之后秦宇和周胖子就忙了起来 来的嘉宾那是真的多 娱乐圈只要是拿到邀请函的 全部都来了 有的是为了角色 有的是为了投资 甚至还有不少是为了秦宇来的 这次还来了不少商业圈 和官家小姐 秦宇看见都骂了 胖子 那些人来干嘛 秦宇看着进去的几家人 说实话他没想到甚至都没邀请 但人家来 他还能拒绝不成 官家的 来也算是给面子 还能干嘛 看上你了 羌周胖子脸上露出促侠的笑容 我看这几个好像是文化局 还有部会里面的 要不考虑考虑 给人家当女婿可是好处多多 有他们帮忙 以后三爷的位子就是你的 才不要 秦宇对于三爷的位子不怎么感兴趣 体制内虽然不错 但进去了可就难出来个 而且干什么事都有人盯住 麻烦的很 他不缺钱 有名声在 只要不去对草欺负未成年 谁也不会没事找他麻烦 何必给自己找不自在 那随便你 不过之后来的会更多 周胖子相信随助秦宇不断崛起 看上他的人会更多 别以为官家的人 真的只会找一个圈子里的人 其实他们也很喜欢找一些青年才俊 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圈子 还可以增加影响力 秦宇的名声很好 钱力很大 对于这种人简直不要太喜欢 招进去 以后带出去与有面子吗 文化人 国际知名导演 整个华国就一个 就算对仕途影响不大 但排面十足呀 忙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接待完毕 秦宇和周胖子进入大厅 虽然宴会厅面积不小 有两层 但混进来的人也很多 所以居然缓显的有那么一点点挤 不过问题不大 秦宇叫人将旁边的侧门打开 迎面便是一个巨大的草坪 上面也摆满了各种美酒 还有几个钢琴师在外面演奏 一下子 宴会厅便的宽敞了不少 随后秦宇也拿起一杯香槟 穿梭在人群中 陈龙大哥 恭喜 十二生肖拍完了吧 别说了 哪能和你比 大成哥笑着说 我那铺电影能有个四五亿 就不错了 我看不一定说不定能有十亿呢 秦宇要是没记错的话 前世十二生肖其实还不错 算是大哥成最后一部代表作 探险类电影勉强算精彩 前世票房有九亿左右 运气好 这次破十亿问题 还真不大 那就借你吉言吧 发哥 秦岛秦宇撞有了半天 和湘江还有内地这边的大佬们 都打了个招呼 然后坐在一边小小休息一会儿 再过二十分钟就要砸冰雕 正巧看见一个小姐姐服务生 招招手 给我一杯香槟 好的秦岛秦宇接过香槟 还没喝 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刚才那服务生 先别走 过来一下 前面的小姐姐愣住了 稍稍迟疑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来 表情有些紧张 僵硬道 秦岛还有什么事吗 秦宇仔细看着面前的女人 一张精致的小脸 小嘴微微上桥 皮肤白皙 整张脸曲线顺化 天生的幼太脸 心里暗暗道 这不是锦里吗 怎么混到宴会厅来到服务生 对面的杨超越也非常紧张 手指都泛白了 没错 他确实是混进来的 原因吗 很简单 杨超越可不甘心 一辈子在魔兜当服务生 平常也很喜欢追星 透过秦宇粉丝群消息 打听到这次骇客任务的庆功宴地点 然后假扮成服务生混了进来 井里就是井里 运气真地好 因为庆功宴的缘故 所以主办单位临时聘请了一些人 所以他混进来快一天了 还真没被发现 本来他都已经准备好 赶紧去洗手间换一身衣服 然后装作是不知名的小演员 看看能不能勾带一个 可现在 应该没事秦宇这么大导演 他怎么可能认识我 看不出来的别慌 镇定做好心理建设之后 杨超越微笑道 秦导 你还有别的什么吩咐吗 要是没有 我还有别工作 听到这话 秦宇心里笑了 小丫头还跟我装 秦宇知道杨超越想干嘛 混进来绝对不是当什么服务员 而是想勾搭进入演艺圈 这种招数可不少见 圈子里一个之前大火的你明星就是这样起来的 不用管其他人 你就站我旁边吧 我有事儿随时吩咐你 秦宇打算好好跟着井里玩玩 看是你这井里运气好 还是我这穿越者运气好 第434节杨超越听到这话顿时麻瓜 老娘在你这里还怎么去勾搭那些二傻子 秦宇你有毛病吧 这么多服务生你不找别人 你找我 你要是看上我 那我乐意 老娘干什么都行 可就在一旁给你当服务员 有个屁用 秦宇主管给我的任务是招待草坪上的嘉宾 不好意思 我可以重新帮你找个可以吗 那么麻烦干嘛 把你们主管叫来 我和他说 杨超越 秦宇打赌杨超越不敢去找什么主管 说不定他连主管是谁都不知道 虽然人家主管不会仔细看 但要是杨超越敢错到人家主管面前 肯定会暴露 没错 秦宇猜对了 杨超越快哭了 他认识屁的主管 那好吧 秦宇 结束之后我和主管说就行 说完之后杨超越只好规规矩矩站在一边 其他小姐姐看见杨超越能专门服侍秦宇 头来的目光都满是羡慕 运气也太好了 回头给的奖金肯定不少 那可是秦岛 可真信任 但其中的痛苦只有杨超越自己才知道 替的奖金呀 真要是有奖金那也不也不算太亏 但老娘是混进来的呀 有奖金也不敢去拿 这次来首都基本上把他的存款花光了 等回到魔都得天天砍馒头 一想到以后悲惨生活 杨超越眼睛都红了 不一会儿杨幂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旁边的杨超越 坐在秦宇身边低声道 怎么了 我的大导演 你这是想换换口味 想太多了 人家怕还没成年呢 别吓人家 秦宇笑着说 看着底子还不错哦 是啊 不只是底子不错 杨幂你说一个明星想要爆火什么最重要 听到这话 杨幂倒是仔细思考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说 应该是人脉和能力 你这家伙不就是这样 秦宇摇摇头 我看不一定 那是什么 运气 说完秦宇意味深长的瞄了一眼旁边的杨超越 听到这话 杨超越差点被吓尿 手上的盘子都差点摔在地上 心里慌的不行 因为他假装服务生就是想装运气 不可能吧 秦宇发现我了 不对 怎么可能 他一个大导演怎么可能认识我 假的 巧合而已 幸运 杨幂摸了摸自己的小脸 但运气也不行啊 没人可以一直运气好 那也不一定哦 有些人运气一直都很好 天生的锦里体质你说的是柳一飞 杨幂皱着眉头 他觉得柳一飞运气就很好 之前明明都扑街死了 没想到遇见了秦宇 他还算不上 我记得之前女明星运气很不错 混到宴会上竟然就被导演看中了 杨幂弄住了 看着旁边的杨超越 眼神意味深长 他这要是不明白就真傻了 这女人应该也是混进来的吧 杨超越此时心如死灰 她也不傻也听明白了 赶紧说 秦导 秘姐 求你们不要说猪血 我自己走可以吗 杨幂看着渲然若气的井里没说话 倒是秦宇开口了 杨幂 我看这底子不错 要不给你算了 我家行啥也没有 哪来没啥用杨幂撇撇嘴 对于这种女人杨幂说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 只是一般连娱乐公司面试都顾不了的人新人 基本上没啥能力 唱歌不行 跳舞不行 演技更不行 哪来干嘛 人家热巴虽然演技一般 但可别忘了人家是新人当年的舞蹈冠军 跳舞相当厉害 真不要 秦宇奇怪了 送你一条井里也不要 这女人运气贼好 观众员也不错 不像是有些人怎么捧也捧不红 但有些人呀 你只要给她一点机会 人家马上就能掺起来 不要那好 那我就说着拜 秦宇起身说等 明天去秦云文化找理解 就说是我说的 说完秦宇带着杨幂走了 剩下杨超越一个人在原地愣住了 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 什么鬼 我被看中了 秦宇还是大导演看中了 杨超越有点难相信 看中我什么 难道是行吧 老娘一定自豪好她 杨超越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 要不是现场不允许 她真想大吼几声 另一边 秦宇可没管 没看见就算了 看见了自然就收着 反正那女人挺能赚钱的 看出世界差不多杂冰雕环节 秦宇也上去吹了两句 热闹闹半小时 现在也不用之前高调 没必要 之后宴会正式开始 草坪上宴会厅 四处都有人聊天 戏分很悠闲 秦宇自然是忙的不行 很多人借着聊天的名义 和打听着秦宇的BDCI新电影 不到一小时 包包里的小卡片都多的塞不下 女明星可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矜持 付出身体对他们来说 真算不上什么成本 好不容易应付好 柳一飞又跑过来了 秦宇你就考虑一下我吧 我真的可以 你可以个屁啊 秦宇走在前面 柳一飞跟住走 怎么不行 大不了我再剧组再便宜你几次 柳一飞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这些给你秦宇把塞在自己口袋里 四人名片全部放在柳一飞手上 我真要试想的话 晚上开个女明星派对都行 柳一飞看着手中几十张四人名片 整个人都少了 你们这群婊子有那么饥渴吗 一个个就插堵起屁股了 混蛋 我去 燕燕怎么也在 柳一飞看着手中江一燕的四人名片 她和江一燕关系还不错 经常这女人还问她一些秦宇的问题 没想到 婊子 利用我 柳一飞一怒之下把名片全部撕破了 转头一看秦宇早就没影子了 逛了一会儿 秦宇找上了自己这次宴会的最大目标 王大嫂 看谁啊 秦宇顺着目光看过去忽然眼神有些古怪 我说少爷 你是不是口味有点奇怪 不喜欢小姐姐 喜欢少妇 都好呀 司聪 眼光不错呀 秦南姐长得不错 王司聪听到秦宇调侃的话 一张长得通红 赶紧解释 没 秦宇 你别乱说 我就看看 这有什么的 我有她的联系方式回头给你 秦宇要是没记错的话 秦南现在好像还没结婚 不过正在和陆串热脸之中 至于陆串是谁 那可是精灵精灵的大导演 沙雕中的战斗机 这下王大少 他知道珍珍有点憋不住了 现在他还不适以后的夜店小王子 刚刚回国不久 很青涩 秦宇 别说了 你找我干嘛 真是的走吧 有正事儿 真要是喜欢 回头我帮你签个线 王司聪 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二楼一处阳台 一旁喝酒 秦宇一边问 司聪你不是想投资吗 你下电影给我投 王司聪听到这话 激动的不行 秦宇的电影 A骇客任务一部电影全球票房 7.5亿美金 差不多50亿人民币 投资才多少 3亿多 这么高的报酬率 王司聪都快流口水了 我下部电影你想投资一点无所谓 不过是先告诉你 不可能有那么爆炸 那我也投王司聪可不傻 你秦宇拍电影亏吗 少赚一点也行 你听我说完 我当你是兄弟才说的 你说 王司聪听到秦宇这话 也认真起来 司聪你对直播行业怎么看 闹那种 王司聪撇撇嘴 也一般吗 听说现在都要倒闭了 司聪你还是太年轻 之所以现在闹搞不起来 是因为他们太傻 抱着PC端不放 现在智慧型手机已经慢慢普及开来 我们直接从一栋端入手 主要围绕游戏 闹说白了就是个约炮平台 那玩乐迟早被封 我已经找人在弄 现在已经和腾讯那边商量好 他们的游戏版权都已经拿到手 要是你愿意可以参与进来 腾讯现在正在内测一款很不错的游戏 你想想现在国内网游戏的人有多少 流量绝对爆炸 王司聪听着感觉好像有搞头 但还是下不了决心 这玩意儿投资可不小 久未数几步 秦宇 你别忽悠我吧 游戏直播真的能行 那当然 我告诉你 游戏这个行业大有可为 大娱乐时代也包括游戏产业 你知道腾讯这边游戏有多赚钱吗 今天比去年翻了整整一倍 咱们只能算是喝一点汤汤水水 其实大头还是在人家那边 听到这话 王司聪是真的心动了 他平常虽然也玩游戏 但了解还真不多 现在已经这么赚钱了吗 怎么变现 送礼物败 像是你这种土豪 送点礼物装装 并那不是很正常的 没钱也无所谓 有流量 咱们给游戏公司打广告一样 可以赚的盆满锅满 娱乐互联网行业 看好的人简直不要太多 到时候上市 司聪 我告诉你 这玩意儿放个几十倍都正常 我不是看你顺眼的份上 我才不找你 去找偷信多好 秦宇好兄弟 别说了 秦宇嫌弃的看了一眼王司聪 你要投资 回头留25%给你 10%是腾讯那边的 快一点 三天之内道 账不过有什么问题 你得负责解决 没问题 我回去之后马上筹钱 一分钱也不少 行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秦宇开始给王司聪吹 直播前景怎么好 环和他吹比赛 可以给平台直接弄个战队 去国外打比赛 广告费收到手软 王司聪听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还没聊一个小时 就急忙跑了 看着王司聪远去的背影 秦宇摇摇头 阿安道 也就是我秦宇心善 不然的话 找你这种冤大头 坑你两三亿都正常 差不多了 秦宇神神懒腰 不远处小白鹿走过来道 老板 你准备骗地主家的傻儿子 别乱说话 人家可不傻 我是认真的 肯定能赚钱 白鹿听着有点不相信 一个破直播市值上百亿 怎么可能 走吧 庆功宴也差不多了 咱们回家 好压力边 王司聪急急忙忙回到家之后 赶紧去看自己的小金库 曹 还差三千万 这怎么搞 骚了骚头 王司聪觉得想着要不就拿15%的股份 不行不行 这明摆着是赚钱的生意 怎么能少在家里瞥了一眼 见自家老头子还没回来 赶紧跑到他母亲的房间 妈 你救我三千万怎么样 你干嘛要那么多钱 三千万 王司聪的母亲来头也不小 临时投资的掌门人 老王总的闲内住 也是很厉害的女人 我有用 你放心 我不买车 也不是用来挥火 我投资听到是正事儿 王司聪的母亲倒是松了口气 随即脸上露出笑容 自家儿子终于长大了 可刚准备给钱的时候 老王总回来了 看着王司聪没什么好脸色 你在这里干嘛 没干嘛 王司聪平时也怕老王总 哼 他来干嘛的 无事不登三宝殿 别说司聪了 他也长大了 这次是有正事儿 要投资 我准备支持三千万 支援各批 听到这话 老王总一脸黑 对于王司聪 他还不了解吗 中人之资都算是夸奖 之前在公司实习 那帮老伙计看着只妖头 想接班是不可能的 他们的建议是老王趁住年轻再重新养个好 他还投资 那不是把钱往水里扔 这小子傻 你也跟住傻 王司聪听着气得不行 瞪着老王心里暗暗道 有你这么说自家儿子的吗 不准给他 给他两三百万 让他自己去玩 老头你看不起我 小王同学是真憋不住了 什么叫两三百万让我自己去玩 侮辱我 哦 老王总抱着双手 看着一脸不服气的王司聪 细许道 你让我怎么看得起你 一个主管都做不好 那不适合我 我这次是认真的 我准备投身于娱乐业 老头子你知道直播吗 随着智慧型手机的普及 现在国家也在大力降低流量费用巴拉巴拉 王司聪记性不错 差不多把秦宇之前说的话复述一遍 老头子你可别小看我 到公司上市 翻个几十倍都不是问题 上百亿轻轻松松 王司聪越说越得意 甚至有点看不起老王总 你那地产行业也红火不了多久 吃国家政策而已 要是有一天政策变了 首富变首富也不是不可能 老王总本来只是打算调侃一下王司聪 没想到听完王司聪一番话之后 有被惊讶到 真要是按照王司聪说的 这直播娱乐产业真的有搞头 年轻人现在越来越离开手机和游戏 最近万达商场流量都下降了一些 就是因为消费习惯的改变 追逐年轻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你这是听谁说的 我自己想的不行啊 王司聪耿着脖子 你想个屁 老王总鄙视的看了一眼 就你那脑子能想出这玩意儿 不是我看不起你 你差远了 你就是当年跑得快 运气好而已 王司聪 赶紧说 王司聪没办法 只好将秦宇拉他入伙的事儿老师交代了 秦宇 那个大导演 王母一获道 是啊妈 我和秦宇关系贼好 简直是一见如故 你喜欢吗 要不回头我邀请秦宇来家里玩 他人挺不错 王母笑笑没说话 倒是一边的老王总看明白了 屁的一见如故 万达也有院线 上次还投资了秦宇的电影 能不了解秦宇 赵婷早跟他说了 奸诈 狡猾 腹黑 心机深沉 但很会为人处事 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 绝对是个人物 这种人能和王司聪一见如故 开什么玩笑 人家是打算用你做挡箭牌 直播产业本来就比较敏感 让王老家来 麻烦会少很多 不过老王总也不打算拆穿 有他在 至少不会坑王司聪 好了 滚吧 蠢货差多少钱 三千 不五千万 王司聪面色已喜 看样子老头子也觉得有搞头 不如多弄一点 回头买车也行呀 五千万给你 只能投资 不准拿去钱其他 还有小心算了 本来老王总还想提醒一下 王司聪小心情语坑他 想想还是算了 没必要 合约什么看仔细了 别回头被人卖了都不知道好嘞 拿到钱之后 王司聪一溜音就跑了 能行吗 秦宇可不简单 不会坑司聪吧 不会的 秦宇是聪明人 坑那蠢货对他没好处 王母想想也对 另一边 秦宇一边忙着新电影事 王司聪来了之后 两人在律师的见证下签了合约 秦宇还大方的给了王司聪一个常务副总的位子 这小子乐不行 高高兴兴离开 秦宇摇摇头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高兴什么 现在连直播公司都还只是租了一个小破楼 员工基本上没有 就几十个城市设计师在开发城市而已 就一个皮包公司 常务副总主要任务就是监督APP开发 其他啥任务都没有 不得不说 小王同学缓慢乐观 直播到也不急 慢慢来 反正LOL内册还没结束 还有一个月 就算是结束 推广也得小半年 到时候上线最好 现在秦宇最重要的是忙着挑演员 身为大导演 光点那边很给面子 三天时间剧本就已经审核通过 之后立像 秦宇这次没藏着掖住 直接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的新电影 新电影立像完成 楚门的世界 世界是一场骗局 人生是个秀场 而我 活在人们的瞳孔之中 秦宇的微博粉丝本来就是数一数二 微博一发瞬间引起轰动 围观的人非常多 可看完之后 众人也猛了 什么鬼 类型是真人秀 我去 雕大的能出来解释一下吗 什么是真人秀电影没看过啊 同意 看不懂 什么东西世界是一场骗局 云里屋里的 秦宇在干嘛 不是在学凯歌吧 卧槽 应该不会 秦宇说了是冲奖项的电影 多半是文艺片吧 其实也行 秦宇之前拍的 烹然心动也挺不错 对啊 我还挺喜欢秦宇拍的文艺片 小清新一点也不做做 加一 虽然不是大片 但秦宇的名头可不小 微博一发很快就冲上了头条 秦宇新电影 楚门的世界 圈里人看见之后 纷纷开始准备起来 按照秦宇一般的习惯 但立项之后不到五天就会试镜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赶快的 喂 真姐 包把这几天的通告全推了 再给我请一个表演老师来好的 我马上去准备 赶紧去叫手下的艺人好好准备 秦宇要试镜 赶紧的 该减肥的赶紧减肥 这几天活动也都推了 调养好一些 要是能抓到这个机会 一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 是老板 李冰冰你混蛋 是我先请到孙老的 你才给我滚蛋 孙老前几天就答应我给上课 明明是你两人直接在办公室吵了起来 虽然都是大花 也对自己演技有信心 但是能多一点是一点 就像是考试 就算是学霸也不会说高考前几天会天天玩 那怎么可能 一定会天天刷题 反正我不会让你犯胖瞪了李冰冰一眼 你以为我会让你 其他人就更别说了 大家都在找关系 秦老师好好训练 但这次或许让娱乐圈的人失望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秦宇压根也没打算要试镜 演员他已经在挑选办公室里 秦宇看着面前的赵丽颖眉头说 小圆脸 你回头准备一下 下个月吧 时间稍微留出来一些 听到这话 赵丽颖惊喜不已 赶紧问道 秦导 我是你新电影的女主角 你做什么梦呢 你配秦宇打算让赵丽颖饰演楚门的初恋情人 小圆脸有个优势 就是看着很善良 面上可爱 演技也不错 很适合初恋情人这角色 他助记拍摄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人 饰演初恋情人赵丽颖翻着白眼 你嘛 不早说 白高兴一场 你不愿意 谁不愿意了 我要了那行 这是电影剧本你看看吧 不许传出绝 不然透了你 知道了赵丽颖走后 秦宇又开始思考 谁比较适合女主角 漂亮大方 演技还好 得把那种故意做做的感觉给演出 这可不简单 想了半天 秦宇还是打算从大花里面找 没办法 小花们不顶用呀 想便宜他们 演技不行也白搭 秦宇准备联络 李冰冰几人的时候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秦宇还以为是白露 没想到热巴探出一个头 见秦宇办公室没人 赶紧进来 关上门 犹豫了一下直接叫门反锁了 秦宇看着都喝醉了 你这是要干嘛 热巴来白露 倒也不会拦着 毕竟白露也知道热巴跟他是什么关系 老公 热巴锁好门之后 直接小碎步跑到秦宇身边 然后找了个舒服的姿 是坐在秦宇怀中 不停的撒娇 这里蹭蹭 那里摸摸 好了 讨好我也没用 这是现实篇要充讲的 你真的不行怎么不行 热巴抬起头 一脸倔强的看着秦宇 我最近演技提升很快的 老师都在夸我 秦宇心里很无语 夸你个屁 就你 十年后演技也没见怎么长 一辈子靠脸吃饭吧 真耀眼 没做那行 你就试试看 秦宇为了让热巴死心 直接拿出剧本 随便翻了一下说的 就这段吧 热巴一下子愣住了 来真的呀 看着长长的台词 热巴嘴角抽了抽 这怎么演 我记性不大好 怎么 不敢 不敢就算了 赶紧滚蛋 秦宇在热巴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赶紧走 回去好好当花瓶多好 没事来这里瞎凑热闹干嘛 怎么不敢 给我十分钟 我记一下台词 热巴也不管了 上就结束了 十分钟 你我记性不太好 秦宇 那就给你十分钟 秦宇也不管了 反正弄着玩 热巴的演技他还不知道吗 精英水后 点燃一根烟抽完之后 秦宇又刷了一会儿微博 看着时间差不多说道 好了吧 再等我一下 我还没记好 再给你五分钟 秦宇人都快麻了 就这一段你要记这么久 人家导演拍戏的时候还不弄死你 又过了一会儿秦宇开口道 好了 十五分钟你还没记住 赶紧给我回家待着吧 也不知道以前和你拍戏导演有多绝望 沙发上的热巴 听到这话糟的不行 放下剧本仰着头说 我没有 昨天我没睡好 所以今天不在状态 赶紧的 开始吧 秦宇点点头 说道可以热巴一脸紧张 慢慢走到秦宇身边 整个人帮得很紧 秦宇看着差点笑了出来 就你这样还演电影 演个锤子 热巴可没管 继续自己的表演 拿起旁边一本书 说 楚门 要不我给你倒一杯咖啡怎么样 麦思咖啡采采用的厄瓜多尔天然咖啡豆 是世界上最好的几个咖啡原产地之一 他有着 秦宇本来还在看笑话 可慢慢的有点奇怪 回想起前世看电影的感觉 热巴这女人竟然演得意外的不错 她的妻子是假装的 每次和楚门互动都会急急打广告 这样可以带给她丰厚的报酬 演戏都会显得很做作 夸张 当然前世的演员 人家是靠住真正的实力演出来的 热巴倒好 本来演戏就是二把刀 本色出演 这也行 歪打正主 你再来这段 等我一下 过了一会儿热巴又表演了起来 一个小时后 秦宇看向热巴有些无言 这女人运气可真好 三段戏演得非常成功 完全把作为出门妻子那种做做的感觉演了出来 简直不要太适合 离谱到家了 你走吧 角色给你了 好好背台词 热巴听到这话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竟然通过了 什么鬼 刚才她演的多差 她自己还不清楚吗 说实话 之后两段完全就是破罐子破帅 没想到 这也行 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演员 老公 我是天才演员 秦宇将热巴轰走之后 秦宇也觉得有些事实在是太奇妙 要是热巴演技再好一点 恐怕都不行 可刚刚好 绝了 这饼活该热巴吃 谁也抢不走 而另一边 张一毛和陈凯哥掐起来了 秦宇将《楚门的世界》剧本发给两人 告诉两人谁要有空来帮忙 两人本来就对秦宇的新电影还有兴趣 看完之后更是如此 《楚门的世界》真的让人回味无穷 是自由比较重要 还是安逸的生活很重要 如果换作是他们 要是自己也是真人秀的主角 他们敢 或是他们是否愿意做出和楚门一样的选择 最后的结尾 《楚门》虽然楚门离开了桃园岛 当外面的世界真的美好 恐怕没那么简单 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或许只是一个更大的牢笼 或者说 一个更大的真人秀舞台而已 喂 老毛子 你不用去了 我抽出几天时间去帮秦宇就行 凯爷看完剧本就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张一某 《楚门的世界》正好戳中了他的艺术G点 打算去片场好好指导秦宇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拿下三大奖 凯爷兴奋着呢 到时候这军功张怎么住也有他的一半 电话那头的老毛子沉默了一下说 不用了 你去知道什么 人家小琴需要你知道 我去就行 正好这段时间我没什么事喂 老毛子你和我抢什么抢 你以为我厉害 我拿奖的经验丰富着呢 你能行吗 赶紧给我滚 刚刚看完剧本的老毛子也火红了 你厉害 你厉害个锤子 要不是运气好 拿了个棕楼树 你能跟我比 再说了 那霸王别姬是不是你拍的还不一定 滚蛋 程凯哥你在别人面前装大导演就算了 在我面前装个锤子 你会拍戏之前无极还亏的当裤子再说了 拿奖的是谁还不一定 我记得霸王别姬拍的时候 你家老头子还没死呢 老毛子你什么意思 凯爷是真火了 随着他这些年一直扑街 当初拍的霸王别姬只一生也不断 很多人都觉得那部电影是他老头子帮他弄的 简直开玩笑 当初拍的时候 他老头子都已经快不行了 能帮个屁的忙 什么意思 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 反正这角色我要了 你去了 别教坏了人家秦岛 我却适合秦岛探讨的 哪会像你 说话就一股爹味儿 也是人家小秦尊敬前辈 不然人家压根不搭理你 有点自知之明好吗 混蛋 程凯哥你敢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 当初你还是我摄影师 没有哪有你今天滚你骂的 当初要不是你压着劳资 劳资早出名了 很快一场骂战就展开 说起程凯哥和张艺某 其实这里面的故事多得很 两人可谓相爱相杀 有趣得很 另一边 我秦宇主打的就是一个公平 两天后 秦宇和周胖子来到南方的一个小岛 风景一人 秦岛 我们维州岛绝对是拍摄电影的学家选择 旁边一个中年人巴拉巴拉介绍起来 维州岛风景很漂亮 而且只要秦岛愿意 维州岛居民可全权配合秦岛 所有要求都能满足 而且政府那边还可以提供1000万的赞助资金 中年人也苦呀 其实维州岛很不错的 不管是风景还是其他 比起国内那些旅游小岛都一样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没啥名气 广西这边发展本来就慢了好几步 比起隔壁差太远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大导演看上了 这要是能抓住 一举成为旅游圣地也不是不可能 秦宇的名气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 但也如雷怪儿 上面的官方已经说了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留住秦宇 比起其他地方 我们更需要秦岛 秦岛 你看如何 村长 可别叫我村长 托大你叫我李老哥就行 李老哥 其他都无所谓 我担心的是岛上的居民会不配合 你也知道 一旦来了 很难转移 万一中途出了什么事儿 对你和对我都不太好 这点秦岛放心 秦岛我会安排村上的人跟住秦岛 谁要是敢闹事我弄死他 这是关乎整个维州岛的大事儿 有老鼠时敢破坏 看我怎么整他 秦岛你可以把这事写进契约 秦宇盯着这位村长看了好久 过了一会儿才说 好 我相信李老哥 不过拍戏的时候 需要重新给岛装修一下 之前剧组出 不过得麻烦一下 李老哥找找人 没问题请岛 想怎么弄都行 人 我们多的是把要求和村长说了 很快这家伙都带着图纸 还有人忙去了 秦宇看着也是想笑 都说穷商恶水出刁民 不过这地方还算不错 秦宇逛了逛 岛上的居民还算淳朴 没什么狗屁倒造的事 棒子 后天就要举行发布会 赞助商那边谈的怎么样 两人一边走着 秦宇问 这个有兴趣的人不少 只是数量太多 那些人有些担心你是不是 在圈前 周胖子会震道 说实话 秦宇拍戏 想要合作的赞助商不要太多 但一听说 戏里有20多个广告 品牌方有点范蒂固 这尼玛不是在开玩笑吧 什么电影要20多个广告 要不是秦宇是国际知名导演 他们都跑了 对此 秦宇也能理解 这样吧 后天发布会后 你把想要赞助的品牌方 全部请过来 我请他们吃饭 让几个代表 看看剧本就行 有人带头 我相信他们会去吃若苗的 不过要记住 看的人得先保密协议好的 我懂对了 凯爷和张艺某两人怎么样了 简宇倒是想请三爷 三爷看了剧本之后也很想来 但华影不愿意 开什么玩笑 真要是出了什么事 谁能担责 想了想 秦宇还是觉得算了 说的也对 出了事他也说不清 说起这个 周胖子就更尴尬了 秦宇最近忙电影不知道 但他知道啊 听说两人为了这事吵了好久 甚至还差点打起来 应该是老毛子吧 凯爷毕竟也要忙电影 也行 秦宇也准备勾搭老毛子 眼瞅着快14年 张艺某和张维平那大喷子 也快分到扬镳 到时候可以把老毛子弄到秦宇文化来 四日 场地 剧组演员还有秦宇也都准备完毕 秦宇抓紧直接在微博上发了讯息 各位沙雕网友和亲爱的粉丝们早安 本人新电影《楚门的世界一切准备就绪》 将在明天中午12点在维州岛许行开机发表会 感谢大家一路而来的支持 谢谢 微博一发 瞬间网友呆住了 什么 就准备好了 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文友们还等着狗仔们去试镜偷拍呢 结果秦宇现在宣布已经准备好 秦宇拍戏不要演员呀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我去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兄弟们 秦岛新电影试镜是不是已经过了 同问 我这几天也不过就是多睡了一会儿 不会是失忆了吧 家一失忆个屁啊 我一直在关注微博 一点消息都没有 秦宇新电影压干就没试镜 我也是 这咋回事秦岛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们都惊呆了 都已经习惯了秦宇新电影的套路 他们还准备吃瓜呢 看看秦大官人又准备灵性圈里哪位小花 没想到秦宇竟然直接跳过了这么精彩环节 且你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国内很多导演都不会举行试镜好了 人家导演看中之后直接就约上就行 像是秦宇这种大型试镜才是稀奇好吗 说的对少见多怪一个个跟没见过世面一样 道理是这么道理 可是网友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还有这次的新电影演员是谁呢 秦宇这也太狗了吧 什么都没说 很快发表会的微博就冲上了热搜 很快就上了头条 看完之后其他网友都很惊讶 这次秦宇怎么这么快 试镜呢 怀疑人生的可不止网友 记者们也傻了眼 他们甚至已经开始买通秦宇文化的人买了装备 准备溜进试镜的地方偷拍 甚至有些狗仔已经在秦宇文化周围转悠了好久 就是等着试镜 没看到一看微博 曹 秦宇这混蛋竟然不试镜 明天就要开发布会 演员已经找好了 这你骂什么鬼 玩我们 混蛋 一群狗仔在骂娘 这么多天的努力都白费了 其实狗仔还好 更气的是圈里人 尤其是一些女演员 他们推了好几天的活动 每天都在家里保养自己 一边磨练着演技 一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希望试镜的时候能给秦宇一个完美的印象 要是能爬上秦宇的床那就更好了 但没想到秦宇的微博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直接把所有人给雷住 什么鬼 秦岛为什么不试镜 凭什么 忽然间 众人想到了什么 该不是这女主角又是柳一飞吧 秦岛糊涂啊 神仙子子又怎么样 有我骚 有我会伺候人吗 圈里很多女演员不高兴了 纷纷开始闹了起来 别说声势还挺大 他们在呼吁秦宇要公平 电影不该看个人情感 要用演技和能力说话 毛头直指柳一飞 在家的柳一飞还不知道这一切 昨天她和圈里的演员一样都在磨练演技 打算在试镜的时候一鸣惊人睡得有点晚 上午还没起来 突然间在睡梦中被人咬醒了 妈咪 你干嘛呀 这么早早个屁呀 这么大的事你也不会我说 赶紧起来呀 微博上都在阴阳你 秦宇的新电影女主角怎么样 赶紧起来了 找公司公关一下 别回头传的太难听 刘小丽虽然有些担心 不过脸上还是洋溢着笑容 自家女儿虽然傻了一点 不过遗传了老娘的美貌还不错吗 把秦宇迷的团团转 竟然连续两部大片都是给自家女儿 要是真的可以 以后两人在一起她也没太反对 毕竟秦宇那小子也挺能赚钱的 公司随便买了点股份就多了15亿 这么多钱也够自家女儿一辈子幸福了 柳一飞听到这话 有点猛 什么鬼 什么女主角就是我的 不是还没试镜吗 妈妈 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那混蛋新电影不是还没试镜吗 刘小丽也傻了也 微博上不是都在说你是出门的世界女主角吗 是个屁 给我看看 柳一飞赶紧拿起身边的手机看完之后 脸黑的不行 秦宇的新电影明天就要举行开机发表会 演员已经找好 可她还不知道 更尼玛气人的是 圈里人都以为是她 现在都在传她把秦宇伺候舒服了 才一二再再二三把顶级资源给她 甚至传她是不是在跟住妈妈学到了精髓 能把人伺候的是魂消股 不然秦宇干嘛一直照顾她 看见之后柳一飞差点暴走 要是真的女主角给了她 柳一飞觉得无所谓 那就骂拜 反正你们也只能看着眼红 可问题是女主角不是她呀 委屈的不行 柳一飞赶紧从床上下来 妈 给我拿衣服 我要去公司找那个混蛋 好家里有擀面杖吗 另一边 家好 曾家现在基本上已经成为工具人 平时也不怎么来公司 现在当家的是杨幂找猎人头公司 弄来的一个女性主管 江湖人称赵姐 这天杨幂和赵姐两人正在公司喝着咖啡 赵姐 这次失败了 没想到柳一飞手段还挺高明 秦宇这家伙耳根子也太软了 是啊 赵姐带着眼睛精明 双眼中也透露着一丝失望 要是杨幂拿到了电影角色 他们家行的对赌也能更轻松一点 那就只能请蜜姐多忙一些 不然这对赌还是有些麻烦 没问题 那公司就交给你 尤其是热巴那女人看好了放心吧 我会好好督促她的 两人聊着热巴 说曹操曹操就到 热巴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下面搭配一条浅蓝色牛仔短裤 走了进来虽然只是简单单的装扮 不过天生丽直 雪白修长的大腿 看着人直晃眼 脸上还带着灿烂的笑容 蜜姐 赵姐 你来来这么早呀 赵姐笑笑没说话 倒是杨蜜本来心情就不好 平常热巴迟到就算了 她也不怎么管 但这次她得出气 热巴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 前两天表演课又瞧了 你是不是想死 还有以后少和秦宇联系 那家伙混蛋的很 就知道白嫖你 一点资源也不给新电影女主角 又给了柳一飞那件人 你一天还乐的不行 傻子热巴听到这话蒙了 什么鬼 新电影女主角不是我吗 怎么变成柳一飞了 蜜姐 蜜姐 不对啊 我是秦宇新电影女主角啊 她还教保密来着 等发布会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 怎么变成柳一飞了 热巴你是不是在做梦 杨蜜气的不行 就你 那破烂不堪的演技也行 等等蜜姐 赵姐打断了杨蜜 她虽然来的不久 但也了解热巴 虽然这女人常常偷懒 有时候也会撒一点慌张 但那只是不想上课 这种大事儿怎么可能乱来 热巴 你说新电影女主角是你什么意思 秦宇和打电话了 没啊 不过我去了秦云文化 热巴将那天的事原本本告诉了两人 脸上环满是骄傲 我都说了 我不需要上什么表演课 人家秦岛环夸我演的好呢 让我回去好好背台词 杨蜜和赵姐听完傻了眼 他们一直以为这女主角是柳一飞 没想到会是热巴这女人 还是女主角 疯了吧 但当他们看到热巴女主角剧本的时候 也是醉了 别说 这角色环真适合热巴 这女人演戏是个二把刀 秦宇环真没挑错人 杨蜜和赵姐看完之后沉默了好久 赵姐才开口说道 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好事儿吧 你说对吧 蜜姐好个屁 不就是故意做做吗 老娘也会演 凭什么给热巴这蠢货杨蜜气的不行 早知道这角色的是这样 她也可以上 别看她和热巴是一公司的 但两人都是一人 手下的团队还会互相抢资源 也是有竞争的 倒是赵姐不在意 她站在整个家行上思考 不管是杨蜜还是热巴 对她来说都一样 连热巴演都还好 一个公司总不能靠杨蜜一个人撑着吧 热巴呀 那你去好好磨练 算了别磨练了 好好背台词就行 好的赵姐 我走了 去吧 杨蜜看着热心离开 心里滴血啊 热巴这蠢女子运气也太好了吧 同时 秦宇也在忙着和圈圈里的好友解释 犯判呀 这次投资小 不是啥好电影 就是玩玩 什么穿上裤子不认人 怎么可能我是那种人吗 放心吧 下次一定照顾你 对了 要不你去徐镇那里玩玩 那里有个角色很适合你 说什么钱 提前不就伤感情了吗 咱们什么关系 我保证出彩 拜拜圆圆姐 你早点说呀 我还以为大美院不缺戏 那怎么可能 我拍着玩玩的骗你干嘛 你你啊 怎么会忘记呢 你很有紧的 有空才一起去天台带你看风景 秦宇忙了半天才安慰好 旁边坐在沙发上的赵丽颖都无言了 电话整整打了半小时 什么人都有 赵丽颖就想问秦宇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进圈也不到四年的时间 就能玩这么多女人 身体真好 见秦宇电话打完 赵丽颖悠悠悠道 秦宇你可真会玩 不怕身体出问题吗 秦宇上下打量了一下赵丽颖 戏勾道 小圆脸 我身体有没有问题 你上次还不知道 赵丽颖回想起那天在饭店的事 红霞慢慢爬上上去 这也算是天赋异禀吧 能把人家饭胖给玩的叫跪地求饶 秦宇你可真厉害 回头剧组 咱们慢慢玩 算了 我怕一步到位但别说 秦宇还挺喜欢和赵丽颖聊天 这女人骚话也不少 不过有人不答应 还没聊两句 柳一飞来了 这次柳一飞学乖了 敲了门才进来 进来之后 看着办公室的两个行李箱 气得死 秦宇这喜心厌旧的混蛋 那小圆脸有什么好的 竟然抢老娘的东西 秦宇喜心厌旧 你新电影宁愿找一个小矮子 也不找我旁边的赵丽颖 瞬间脸就黑了 秦宇叫她小圆脸就算了 柳一飞这件人竟然敢叫她小矮子 柳一飞 你嘴巴放前进一点 哼 本来就是 柳一飞居高临下 瞥了赵丽颖一眼 你有160吗 滚蛋 老娘165 柳一飞笑了 你家有165的基因 赵丽颖气得要死 不过柳一飞 在一众女心中确实算高的 人家170 还真比不了 赵丽颖也不傻 很快调真好 嬉笑道 柳一飞你别找我 我就是一个小配角 人家秦宇的小眉眉热巴 才是女主 有脾气你去和人家热巴刚呀 你不是女主角 贴你有糖吃 看见柳一飞气急败坏的模样 赵丽颖乐得不行 看了一眼 秦宇继续嘲笑柳一飞 人家秦岛可没有喜新厌旧哦 话说柳一飞你不行啊 果然还是人家心 忍姑娘够玩你啊 差得远柳一飞 回头要不让妈妈教你两招 赵丽颖 好了 你们两个秦宇都醉了 赵小刀不愧是赵小刀 小嘴差点把人家柳一飞说的要打人 不惦记着电影 这角色也不适合你 回头还有黑客帝国2 你助击什么 我这不是没事吗 再说了 怎么不合适 我摆答 柳一飞憋着嘴 那新人姑娘演技差的老远 她行我为什么不行 秦宇摸摸下巴道 别说 就是因为她演技差才行 好了我还不要呢 什么 电影拍出来你就知道了 柳一飞还是觉得秦宇在偏爱那心灵姑娘 甚至有点想不通 难道新人那电影出来的女人 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现在怎么办 没戏眼 见柳一飞居然还主动要演戏 秦宇笑了 这女人之前可是懒得不行的 真想演 嗯那我推荐你一个吧 秦宇将一个剧本推到柳一飞面前 才看了一眼柳一飞就开始翻白眼 秦宇 你这不是闹着玩吗 后会无期 那个作家也能拍电影 郭导都快被骂的退亡了 柳一飞感觉秦宇在敷衍她 她可看不起寒寒 当初郭敬明转行拍电影 小时代被骂的可惨了 虽然亏肯定没亏什么 毕竟粉丝多 甚至还有可能赚了 但里面的演员没什么好上场 现在韩寒又想来 真以为什么人都能拍电影 这个不一样 韩寒虽然是导演 但副导演是郭凡 说白了 那家伙比摆设好不到哪里去 不过剧本不错 秦宇文化还投资了 你还不相信我 比起小郭同学 其实韩寒弄的电影真的还不错 至少后会无期不做 有一种淡淡的文艺儿 陪费中带着点点优雅 不像是小郭同学那么浮夸 对于一些文艺青年青年来讲真的可以 而且人家韩寒粉丝多呀 电影不愁卖 在庆功宴上韩寒找上秦宇的时候 秦宇满口答应了 投资一点回头发行还能赚一些 原本演员这方面秦宇不想插手 既然柳一飞想去试试也行 韩寒高兴还来不及 处女做电影就能请到人家柳一飞 回头怕是又要找秦宇喝酒 那我可以狮子大开口吗 随便开 反正咱们投资不多 人家韩寒写书赚大了 还能差你片酬不成行 我信你一次 柳一飞拿起剧本开开心心跑了 秦宇你忽悠柳一飞 忽悠个屁 电影真的不错 有郭凡在 电影不会差 秦宇看了一眼时间 起身道 行了 走吧 在那边休息一天 以后有的忙了 好两人拿好行李 秦宇文化与有不少人 跟住秦宇一起去维州岛另一边 记者们虽然也在骂娘 但动作不慢 赶紧往维州岛跑 心里也在吐槽 秦宇这家伙也真是的 拍戏要跑到那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嘛 要不是秦宇说 很多人还不知道有维州岛这个地方 也不知道看中了什么 可提前一天到了之后才发现 这地方还真不错 维州岛是属于贝海市的 原来这还是个旅游城市 银滩很漂亮 甚至比国内很多海滩都要漂亮 风景一人 这么好的地方 他们之前怎么没发现 别说这可把贝海的官方给高兴坏了 当秦宇宣布要来维州岛开发表会的时候 贝海市在网路上的搜寻量翻了好几倍 甚至是几十倍 这还不止 光是一天的时间来到贝海的人就多了不少 记者就有几百人 还有不少秦宇的粉丝 这些可都是宣传点啊 贝海市官方赶紧召开紧急会议 当然肯定是私下的 毕竟官方也要脸 李局明天是秦岛新电影发布会 你作为警察局一把手 要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领导放心 我一定会全程把控好 绝对会让发布会顺利进行 这环不行 上面的领导摇摇头 局里的人赶紧都给我行动起来 秦岛拍戏的时候 不是要招群岩吗 混几个进去 给我好好看着 谁要是敢给我捣乱 全部给弄进去劳赶 这些天来咱们城市的人肯定很多 街上那些扑皮无赖黄毛 全部给我严打 不服管教的也抓进去是 孙曲 你们工商那边也得行动起来 别那么短视 看见外地人就在 真当人家傻吗 那些敢攒人的商户给我狠狠的发 不行就直接停业 是领导城市环境这边也得好好整改一下 原厅回头市里会拨款 该修的就好好修 大街上给我弄前进一点 明白交代完之后 领导起身一脸严肃 其他人也纷纷站了起来 这次是我们城市一次绝佳的发展机会 比起其他旅游城市 我们贝海一点也不差 差的就只有名气把握住这次机会 旅游产业翻一倍甚至几番也不是问题 我希望你们全程配合好 要是有人敢独职 别怪我不留情面 明白领导不得不说官方的行动是非常快速的 眼光也挺好 秦宇前几天才来过贝海 可在此来的时候发现贝海直接变了天 虽然城市依然比较老旧 但非常前进 而且带着一点点古朴的气息 很不错 城市绿化也很好 甚至专门弄了很多花草草 看起来很舒服 最重要的是 他带着热巴就逛了一会儿 街上就看见三辆警车过去 安全感爆棚 甚至他还发现自己背后总是跟住两个人 原本秦宇还以为是被盯上了 可过了一会儿才发现 这好像是来专门保护他的 便衣 虽然别人不知道秦宇出来晚 但官方想知道还是很容易的 秦宇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没这个必要吧 秦宇 这座城市好漂亮啊 还有维州岛也是一样 我怎么以前都没听说过 这有什么 咱们华国地大物博 好看漂亮的地方多了去了 你没听说过 不是很正常吗 也是好了 逛的也差不多了 发布会没多久 我们回酒店吧 好的维州岛 发表会场地已经准备 记者来的非常多 连远处还有不少秦宇的粉丝 一边欣赏着维州岛美景 一旁等着秦宇到来 岛上的一把手 李村长也在忙碌着 甚至招呼岛上的居民给记者粉丝送点水果啥的 留个好印象准没错 赶紧告诉大家 发布会要开始了 到时候安静一点 别吵吵闹闹 好的 村长还有 你小子之后也去秦岛的剧组 给我好好看着 谁要是敢捣乱 晚上给我拖出来 拖到船上去打 别打扰了人们 老爹 我懂